据叙世世姬古略卷二载,明洪五十五年,一千三百八十二,将全国寺院分位禅、讲、教三种、讲院者,即以讲明诸经之旨意为物。 高丽森一天于北宋元佑年间,一千零八十六,一千零九十四,来我国学法时,所著之会因古寺,原属于禅院,后改为讲院。 日本一言习我国之志,如山城立生光明寺即以此志而改为光明讲寺。 佛祖统计卷四十八,世世姬古略卷四,四明尊者教行禄卷一第十二,P6517。 讲堂,范语PRSF,巴黎语PSF,指工作讲经说法之建筑。 于印度,佛陀在世时已设有讲堂,如增益阿含经卷五十载,佛陀在毗舍离之谱会讲堂时,有大比丘众五百人同住。 又据分别公德经卷二载,指环经舍有七十二座讲堂,其他如刀立天善法讲堂,舍卫国东元陆母讲堂,大陵众格讲堂等名称亦散见于诸经论。 关于讲堂之史设,据试试要揽卷下讲堂制条引用佛本行经之说,为佛试试,一日,比丘群聚于一堂内,是有二比丘个别对众说法,由于在同一处所,故彼此互相妨碍,佛陀遂规定造立二堂,以立说法。 同书讲堂制佛像条引用法句陀罗尼经之说,为法师说法时,有罗沙女名为爱玉,常来蛊惑法师,令其心散乱,故说法之处,需供奉佛像,并供养香花,此罗沙女剑之极自行迷乱,无法畏账。 我国自古籍设有讲堂,如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二宰,孔子宅有讲堂。 至于佛教之讲堂,据洛阳嘉兰纪卷一宰,北魏普太元年,五百三十一,于洛阳建宗寺设立讲堂。 广青梁传卷上载,五台山公主寺设有讲堂。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建真大师在郑州建讲堂。 在日本,法龙寺,东大寺,元新寺等早就有讲堂之设置。 于堂内安置本尊,讲师面向本尊,座于礼盘,法座,上说法,大众分左右听闻。 经上存有堂昭提寺讲堂,法龙寺东院传法堂,广龙寺讲堂等。 后世禅寺之法堂即准具讲堂之制设置者,成为迦兰之中心。 又以讲师乃代替佛陀说法,故讲师座于坛上之议中。 金光明金卷四舍身品,无量寿金卷下,只还四图金卷下,南兜七大四日记,P6517。 讲经四义,为讲说金光明为妙经典,可获得四种利益。 据金光明金卷一载,即,一,国土吉祥义,即军众势力强盛而无怨敌,即亦消除而受命增长,政法兴隆。 二,辅成和乐义,即辅乡大臣和岳无证,为国王所敬爱。 三,国人妇受益,即沙门弟子及国内人民皆修行政法,种诸福田而富足安乐。 四,法师自立立他义,即讲经者于一切时中皆身心调逝,慈悲平等而无伤害之心,亦令一切众生成心归养,修习菩提菩提之行。 P6518 谢三郎,系禅林中对唐代清远法系玄沙师被禅师之称号。 师被俗姓谢,仁依谢家三男之义而称谢三郎。 又师被持绿严谨,仁依称被投驼。 必言录第二十二则,大四八,一六二下,玄沙云,用南山做什么。 钓鱼船上谢三郎,指这野狐金游叫蝎子,丧身失命也不知,P6518。 谢亮,四川人。 笔鸣谢卫英,身足年不祥,曾任监察委员,亦曾发起佛教会,大同会。 所这知,中国哲学史,引证不少佛学资料。 其地法明万会,未出家前,以公费派往印度留学,经于梵文、英文,后来出家于印度,入计于缅甸。 P6518。 谢瓦基佛塔群,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东南约六公里处。 包括四座佛塔,二座石状,约建于二世纪寝,年代稍晚于黑山佛塔群。 佛塔外围设有列刊,沿塔身外围设置连续陈列之环状佛刊,正面设有大刊,其刊中已无佛像,佛塔附近上有小型石屋一记,石状之形式特殊,状已状翻,一座已清痞,一座称为查克利米纳尔,高达三十五公尺,推测此石状一座佛塔群拜之用。 查克利米纳尔石状所在之山林南侧,为戈尔达拉佛塔一记,仅存方形二层基坛及正面梯。 塔之北侧有森院一记,伊列刊、气石等之形式侧,该塔约建于四、五世纪请。 P6519 谢宾营,1907,南兴华人。 本谢宾,曾任黄和月克文艺,《毅与生活》、《和平日报》、《新明报》副刊主编,及华北文化学院、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民国四十二年,1953,归依慈行法师。 是善于文艺创作,作品颇多,与佛教有关者有仁慈的陆王、善光公主、观音莲、兵营书简、新生等。 常有散文及短篇小说建诸于各佛教刊物。 县旅居于美国。 P6519 谢因缘,禅宗助持之会士,称为因缘,学人谢师家指导开士,而对之斩据三败或九败,即称为谢因缘。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大四八,一一四三下,凡欲请义者,先秉侍者,通赴助持。 中略,如允所请,定中后义士司,后方杖丙竹装香。 逝者引入住持前,问训插香,大展九败。 中略,地听锤会闭,敬前插香,大展九败,为之谢因缘。 禅宁相器间参请门,P6519 谢安,320,385,静待陈俊阳下人。 自安时 东晋孝五帝,373,396在位,时,任中书间,上书蒲舍,后受封建昌献宫。 宇之顿,宇法开,洗澡尺,竹法太,竹法矿等高森,闻人相闪。 所作诗文玉寒玄位,这有文集诗卷。 太原十年逝世,逝寿六十六。 世号,文景。 追赠太父之绝。 P6519 谢戒,禅宁中,沙弥的渡寿戒后,至戒师所致败谢礼,称为谢戒。 赤修百丈轻规卷五,大四八,一一三八中,四他十灯弹寿戒,谢戒慈云,某等或灯戒品,滥测森伦,养和必修,特此败谢。 禅宁相器兼从鬼门,P6519。 谢弗亚,1892,浙江少新人。 曾留学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 后入美国芝加哥、哈佛等大学,研读西洋哲学与宗教学。 归国后任教于中山、东吴、湖南师范、金陵等各大学,并任领南学报主编多年,著作多鉴于该学报,其中如,光校四与六祖会能,即属有观禅宗史时考遍之佳作。 后迁居美国,曾与美东创办,再造杂志。 这有宗教哲学、人生哲学等书。 P6520。 谢挂搭,系禅林中心竟被允许挂搭者,为表示对助持之谢义所举行之仪式。 赤修百丈轻规卷无对此仪式有详细记载,并为,大四八、一一四一下,古规挂搭归堂者,即时谢挂搭,后以冬节、岁节、夏前,三次谢挂搭,又挂搭者为表示感谢而经由侍者转交与常驻之相前,即为谢挂搭相前。 P6520。 谢挂之,南朝流宋明帝时散其尝试。 申足年不祥。 因道士故欢传,一下论,译文,贬斥佛教为以敌文化,挂之极作,与故道士兮一下论,又作谢挂之兮一下论,批搏其说。 由于敬送之时,道教势力以具规模,开始于新圣之佛教增衡,故双方均致力于著书力说,以稳固本身之理论基础,并欲彻底推翻对方之学说。 宏明集卷6,佛祖统统计卷36,佛祖历代通载卷8,南齐书卷54,三教论横,严齐高明,P6520。 谢灵韵,385,433,刘宋阳下人。 好学博览,公于书画,诗文,纵横俊发,独步江左。 历任太尉参军,永家太守。 秉信简放自高而敢言,至朝独度而不自知。 厚义权贵邪恨陷害,被喜广州,有乌其谋反者,文帝一记其财名,遂于原家十年十一月,及端诸于广州,十年四十九。 灵韵又归三宝,深入京藏。 长从龙光竹到深游,福音顿悟之意,并着辩宗论,阐世到深顿悟之意。 东静一夕年间至庐山参礼会远,后会远于道场前绝连池,内执白莲花,与至同道合者结社,名为白莲社,灵韵未作,净土涌。 又以德之乌一四惠瑞通范语,遂往请义经中诸字,惠通中阴义止。 十之大涅槃经初至颂土,以品述书简,文艺兼艺,初学难入,乃于东安会言,道场会观等改定之,流行弃经。 涅槃之学,顿悟之说的红不于当时,谢氏之功不可没。 令传有金刚班若经著,涅槃经书等。 梁高僧传卷七竹道僧传,佛祖统计卷二十六,诵书卷六十七,南始卷十九,批六千五百二十。 千亿,百计律宗之鼻祖。 与百计圣王四年,五百二十六,为求绿典,乃渡海转至中印度常加纳大绿寺,学泛文五载,动小竹语,深究绿布,庄严戒体。 后与范森被达多三藏基范本阿坛藏五部之律文归国,百计王以宇宝吹银于交,安置于新伦寺,并召国内二十八位名僧,共一律布七十二卷。 后谈序,慧仁二法师者律书三十六卷线与王,王乃座皮谈新律序,奉葬于台药殿,将御刻版广布,然为皇而逝。 上纪之阿谈葬已与后世之皮谈同,或止阿皮谈葬,而与五部律文之关系则不明。 又一印刷史而言,当时王玉刻版堪行阿谈藏之说,恐戏而误。 朝鲜佛教通史上编摆纪圣王四年条,批六千五百二十一。 负一,指赠与死者家人之财祸,以资助其成丧。 赤修百账轻规卷三,大四八,一一二八中,然后上纪所有负仪,用于当归常驻,补靠诸山人从之财,批六千五百二十一。 赛巴巴,赛巴巴,1926,当代印度宗教界之神奇人物。 出生于南印度版格罗省普塔帕地村。 自三,四岁起,即厌恶杀身,屡显灵异。 是原名赛迪亚,1940年3月,是遭毒蝎世伤而昏迷数月,五月下旬,苏醒之后,即自称系,赛巴巴,与一级,神爸爸。 之后即被显神义,俨然以天神将士自居。 印度人文封归信者甚多,且知为活神。 目前在印度,赛世已被认为是硕果仅存最伟大之宗教家。 赛世思想,以传统印度教思想为主,且教人认知自己之灵性。 主张以大悲心改造当代世界。 其名言云,世界上只有唯一之神,那就是无限之力量,也只有唯一之宗教, 那就是慈悲之宗教,也只有唯一之语言,那就是心灵之语言。 目前印度民间有,赛巴巴协会,之组织,并成立于该国各地。 P6521 简图,范语,范语,凯语,意义味砂糖,白糖。 据大日经书卷七载,简图之色甚鲜白,处之极碎。 唐朝玄奴族旅印时,于坚陀罗国建甘蔗可制成砂糖,归朝后告知唐太宗, 帝乃赵昭通小齐法者,其后于益州、四川,制造。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大日经义书卷五,大唐西玉记卷二,增广本草纲目卷十五,P6521。 必死经,全义卷,全称婆罗门必死经,后汉安是高义,收于大阵藏第二册。 内容叙述佛告诸比丘,习有四婆罗门,得五通,精进修善法,有大威士,但皆未死,遂移入空中,移入大海,移入山腹,移入大地, 欲求免死,终徒劳无功。 本经相当于增益阿含第三十一品第四经,然于增益阿含中,对于欲求免死者,佛陀提出须思维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法无我,涅槃祭境等四法本。 历代三宝记卷四,大唐内典路卷一,P6521。 碧罗树,碧罗,泛语标法,又做碧罗树,霹雳婆树,平罗树,意义味南树,疑南树。 学名Ego Marmelos,系类四伯之植物,又做Bengalkins,Bell,Fruit,Tree或Wood,Apple,Tree。 印度教徒尊位圣树,用来作为护魔之心目。 瑜伽诗的论卷五,大三陵,二九九上,清静资聚者,为吉祥草,平罗果,罗贝,满问等事,又悬应应一卷二十三位,印度人慈天时,多用此目作状,以庄严供养。 长阿含金卷十八,参阅,平罗树,六千三百六十六,批六千五百二十二。 海山路,樊四卷,全称古山魏林禅师海山路,又作为林禅师海山路。 明末清初曹洞宗森魏林道配,一千六百一十五,一千七百零二,传,新登等边,康熙二十七年,一千六百八十八,堪行。 收于万绪藏第一二五册。 吉祿道配在驻古山以后之羽鹿,故称海山路。 内容包括上堂,示众,佛式,祭,赞,序,提拔,祭等。 卷墨附录吕伯幻记忆篇,细其字数一身形一语诸作之记录。 P六千五百二十二。 海山,已为自涅槃界复活。 一时大成教之义,二圣之人虽已入于无余涅槃界,而余夜未尽,则经若干结束,海山兴生,发大成菩提心而得成佛。 所谓十大成教,以及不带全方便之大成教,如天台,华言,密宗,禅宗等教法。 二位破戒者已忏悔而还赴证命。 据指官府行传红诀卷二之二载,若乖为三规而归一邪师,邪法,破户戒乃至二百五十戒者,即为佛海之死师,若应忏悔而赴证命,称为海生。 P六千五百二十二。 海年药,即可令老者返回少壮之药。 大智度论卷二十二,大二五,二二四中,如是其老乡,海变成少生,如浮海年药,P六千五百二十二。 海门,天台宗所立六庙门之一。 转心返赵位之海,即返赵能观之心不可得之法门。 盖修行者虽修观照,而真名未发,即应转心返赵能观之心,若勒之能观之心乃虚忘无时,则所观我之自灭,无漏方便自然明朗,故以海门卫第五庙门。 法界次第出门卷上之下,参阅六庙门,一千两百六十五,P六千五百二十二。 还俗,又作归俗。 为已入僧疾者因新生退堕,或奉官命脱下法福归还俗家。 还俗之音约有三种,一,自身不欲为僧侣而除去僧疾者,如新生退堕,或因世尊之教戒甚深圣难,学到亦附甚深圣难而退出者。 二,因犯罪而被逐出教团者。 三,奉朝廷之命而还俗者,如北周五帝之灭佛。 依照戒律规定,僧尼可以自由舍戒还俗,然比丘尼还俗后则不得再度出家。 此外,亦有未还俗,归俗之亦有别,已出家人自行归返俗家生活者,称为归俗,出家人犯罪而被逐出教团者,称为还俗。 中阿汗卷一目基欲经,大庄言论经卷六,有部皮奈耶杂士卷三十,梁高森船卷三求纳拔摩传,佛祖统计卷三十八北周五帝建得三年条,禅灵象器间最则门,P6522。 还相回向,略称还相,二种回向之一,与,往相回向,相对。 据往生论注卷下,往生李赞记等所说,往生弥陀净土之圣贤以成就方便利,更起利他之大悲心,还来此土,嫉妒一切众生,共向佛道,世卫还相。 观经书卷四,参阅,回向,三千七百八十四,P6523。 还相回向愿,止弥陀四十八愿中第二十二愿。 为往生极乐之菩萨,为祭度众生誓愿付出他方国土。 在无量寿经现存诸义中,如未亦无量寿经卷上所说,大一二,二六八中,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被洪世凯,积累得本,度托一切, 由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横杀无量众生,使力无上振针之道,超出长轮珠的知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P6523。 孩珠用磨牙造像,位于广西桂林之福丹路。 面临江,唐代称为东严。 孩珠洞玲珑通透,临江事件时,尤为奇特。 千佛严内有唐代磨牙造像二百余尊,以宋佛康造像与造像继位著名,刻于中六年,八百五十二,皆细珍贵之佛教艺术杰作。 洞内磨牙时刻甚多,最早者为唐贤通四年,八百六十三,贵馆观察十月阁语舍之史刘须白之亭,塞大画像。 加米符之画像,范城大之路名师,均为研究唐宋慧画书法之重要资料。 P6523。 孩灭,转迷而还归寂灭之意。 右座孩园,与,流转,相对称。 据大皮婆沙论卷100,显阳圣教论卷15等所说,即由修行之功行,断除烦恼,出离生死,还归涅槃之本源。 磨合纸观卷五上,大四六,五六中,还原反本,法界聚记,是明为止。 据舍论卷三就流转即还灭,建立六根乃至三无漏根等二十二根,出十四根即就流转之所依,生、柱、受用等四亿而立,后知性等八根亦就还灭之所依等立。 即性等五根未还灭之所依,又三无漏根中,由未知当之根固的无漏至深,由乙之根固的无漏至著,由拒之根固的受用献法乐著。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一,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九,成为十论卷三,大臣其性论一记卷中末,卷下末,参阅,流转,三千八百六十六,批六千五百二十四。 索,西弹字,四十二字门之一,又坐一缩,也缩,拽缩,移缩,蛇,索。 大致度论卷四十八位文此索字,即知索字空,知诸法一空。 大班若经卷四一五,称入一缩字门,勿一切法衰老之信箱不可得。 大方广佛华言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关门,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三,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八十九,参阅,西弹,四千五百六十四,批六千五百二十四。 剑南,范与高纳,八粒与童。 又坐加喝纳,剑南,剑南,劫南,剑南。 意意间,间后,宁后,或硬肉。 胎内五位之第四。 即自脱胎后,至第四个七日,胎儿见驱间后之位。 杂阿含经卷四十九,即义门论卷九,于家师的论略转卷移玄应应义卷二十三,参阅,胎内五位,三千九百三十三,批六千五百二十四。 练禅,又坐练禅,九四帝定。 未官,练,勋,修等四种禅之第二。 即止四禅定,四无色定,灭净定等九种禅定。 修官禅可得色,无色八定,入炼禅时,此八定仍残存构子,故须有浅入身,四地澄清构子,以除其慧,此种修炼有漏定与无漏定以除其间慧之禅,即是炼禅。 世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十,参阅,九次地定,一百三十四,批六千五百二十四。 叶父,为以金属薄片护裹腹部,系佛世时一交曼外道之故事。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六载,佛陀在世时,有一交曼之萨遮止尼尖子外道,自卫父中荣有一切智慧,恐其破裂,遂以同夜夜赴。 夸言无有得其问男儿不流汗者,大象乃至树木瓦时闻其男生,亦皆流汗。 其后,来至佛陀处与佛论义,却对佛所提直问皆无法作答,以至变体浸湿,汉流烟蒂,反之,佛陀于问达间泰然自若,由头至足了摩汉字。 此交曼外道见此状,心身净伏,遂入佛道。 杂阿含金卷五,金光明金文句卷五,P6524。 锅子,原为日常烹煮食物必备之吹具,于禅林中,则转育极重要之事物。 碧言录第七则,大四八,一九九中,百丈问为山,并却咽喉纯吻,做谋生道,山云,却请和尚道,杖云,我不辞相辱道,恐以后丧我儿孙,百丈虽然如此,锅子已被别人夺去了也,P6525。 锅头,禅林之之称,即历数点座之下,司长郭府吹窜之人。 禅林向器兼职卫门,东山外及宋郭头济云,白云深处山寺,无水无柴是得之,若问道人今日事,木蛇钻破铁锅儿,P6525。 中士,Jones,Sir William,1746,1794,英国东方学学者,通晓西伯来,阿拉伯,波斯等诸种语言。 常任印度加尔各达高等法院判事,1783,1794,并创设孟加拉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自1784年,凡十一年兼任会长之职。 世卫英国最早正式研究梵文之学者,亦为英国印度学之创始者。 主张梵文、希腊文、拉丁文等语文,具有清源性,而树立印欧比较学上,印欧母语,之假说。 另又从事古典梵文、印度古代法典之翻译,与比较神话学之研究。 1789年将加里陀沙之戏剧节作《沙昆达罗·萨康特拉》首次介绍至欧洲,与欧洲之世界极大之震撼。 大文豪·戈德等大为赞赏,戈德之名祝福是德中级见受印度戏曲之影响。 是晚年上一出魔奴法典,Institutes of Manu, 1794。 记忆印度古代法斋药,Digest of Hindu Laws, 1810,席位臣吉克斯加尔各达。 P6525。 中山,位于江苏南京境内。 又称蒋山,北山,金陵山,神猎山,紫金山,圣游山。 山高468公尺。 东街青龙,燕门珠山,北连富州,志亭二山,西陵清溪,南滨中浦水。 最高峰称为平峰岭,东有八宫德水,西有道光泉,宋西泉,北风有一人泉,皆为山中名胜。 据道书所载,此山曾立三十一栋,汉之蒋子文入于此山而死,于无大地时颇有神意,遂未知造庙,蒋山之名由此而起。 六朝时代,此的极有定陵,道陵,竹陵,宋西,爱静,草堂,要王,开善,明朝时改为陵古寺,等诸大寺,多有高僧大德指著于此。 大明一桶至卷六,大清一桶至卷五十,精灵犯沙至卷三,批六千五百二十五。 中石盘,一千九百零四,别号明桥。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民国四十一年,一千九百五十二,归依慈行法师,四十三年于新竹施头山原光四受在家菩萨界。 这有初级佛学教科书白化解,一梦七十年,净土宗讲话等书。 此名,一长撰文发表于各佛刊。 批六千五百二十六。 中葵,系我国民间流传之辟邪神,比利是捉邪鬼。 又称中葵大臣,中葵神,早葵。 相传唐玄宗卧病时,梦见中南竞是中葵捕食小鬼, 省后病即痊愈,遂照画公无道子会其形象, 后世即以中葵画像未驱除妖魔之福。 在日本,足立末夜已降一层盛行描绘中葵象。 本草纲木卷三十八副器部,是雾纪圆卷八, 该于从考卷三十五,批六千五百二十六。 十,系统与卢干石炼成之合金,可用以造立佛像,佛具。 梵语杂明,列出十之梵语为R-Titanium, 英译礼地,翻译明译大吉列出之梵语则为R-K-K-K。 惠灵音译卷八十一,为十次余经,而为白经。 十佛像之造立, 鉴于大唐西玉记卷五节若居蛇国条所在, 该国有十佛像。 童书卷七婆罗斯国条一载, 位于婆罗和东北十余里之路也加兰, 有十佛像。 又出三藏纪集卷十二法院杂园原始集目录一出现, 大五五九二中, 灵译国县无量寿十项纪, 一项。 P-6526。 按,西弹字,A。 右坐眼,按,按。 西弹十二运之一,五十字门之一。 位,阿字五转。 中之第三转, 即于,A、阿字之上方加菩提空点。 于五转配五佛中, 相当于西方无量寿如来之三摩地, 此乃一,东应发心,之意。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大三,五六零上, 畅暗字十, 出一切物皆无我, 我所生, 即梵本中 Moga,阿扎第一语。 于家金刚顶经是字母品中, 以此字集编辑之意。 北本涅盘经卷八,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大日经书卷十三, 卷十四, 卷二十, 参阅, 东应发心, 三千两百九十五, 批六千五百二十六。 暗星, 为大日经所说六十星之一, 即对于无一律法生起一律之星, 而与六十星中之痴星, 疑星相类似。 痴星与暗星虽同属于痴烦恼, 然前者乃御法兮皆信寿, 后者则生疑律。 又疑星与暗星虽同畏疑惑之星, 然前者乃以小智疑法, 其体位疑律, 后者则以蒙昧之星疑法, 其体位暗迷。 大日经驻新品, 大日经书卷十一, 批六千五百二十六。 暗去明来, 又作明来暗去。 多用作表显断或正理之辟语。 小臣未先断或, 而后正则灭, 恰如屈贼所门, 故断或正理是前后二刹那, 即暗去明来之次序。 大臣则已生起真智, 即断或种, 犹如明生则暗灭, 故非暗去明来, 而未明来暗去, 此乃大小二甚相义之处。 成为时论卷九, 大三一, 五二中, 二真见到现在前十, 彼二丈种必不成就, 由明与暗定不惧作, 如称两头低昂时等。 华岩经探玄记卷十, P6527。 暗灵, 泛明安托, 凤娜, 巴黎明同。 为古代中印度舍 为国止元经舍附近之元灵。 右座安陀灵, 安和灵, 得眼灵, 开眼灵, 咒安元。 据大唐锡玉记卷六载, 灵中有如来金行之, 及诸圣席定之所, 并树及此灵称为的眼灵之原由, 为佛事时, 有五百道匪为圣君王不惑, 亡命绝去彼等双眼弃于身灵。 其时佛陀只于世多经舍, 听闻群道之哀鸣, 升起慈心, 令清风合唱, 扬起雪山之药, 布满彼等之眼, 为酒皆的复明。 彼等至佛陀前, 欢喜鼎里头藏而去, 诸藏遂根植而成灵。 杂阿涵经卷四十五, 中阿涵卷二, 七日经, 十颂律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二, 高森法险船, P6527。 暗陀加平陀村, 泛名N-Takavinda, 巴黎明瞳。 右座阿纳加兵陀村。 据南传绿藏大品所记述, 世尊曾赞助波罗奈国, 后又移驻暗陀加平陀村, 赋向王舍臣游行。 由此推之词的在波罗奈, 巴BRAS, 与王舍臣, 巴阿扎格哈, 之间。 童书幼宰, 大家叶, 巴玛克斯帕, 曾由此的父王舍臣布萨, 渡河时, 几位吉流卷去, 僧一禁师, 以此缘由佛陀乃制定, 不失一解。 世尊承到此的位比丘说啊。 据南传增之布经典5-114技术, 世尊命阿南交界新入比丘持界以及守护五根等五法。 据南传天宫世经, 巴芬恩阿, 巴芬, 之助位, 至尊在此的曾患风病, 命阿南托求舟。 又此的知幽婆塞曾建相殿, 巴根特库, 以供养世尊。 四分绿卷三十五, 十颂绿卷二十六, 五分绿卷二十二, P15-127。 暗世忽明, 位于暗世终点灯, 杀时光明普照明暗进去, 比喻烦恼业障, 经智慧灯照, 事不能住。 如来秘密藏经卷下, 大一七八四五上, 佛言, 中略, 佳也。 若暗世终然火灯明, 事案颇能做如是说, 我百千岁住, 经不应去。 佳业白言, 不也, 世尊。 当然登时, 事案已去。 佛言, 如是, 佳业。 百千万劫, 所造业障, 性如来语, 解之缘法。 中略, 当之雷列诸烦恼等, 智慧灯照, 事不能住。 大吉经卷移摩赫指观卷依下, P6527。 暗世念佛, 未入于暗世大身念佛。 行者特别选择暗世, 出大阴身念佛, 完全与外界断绝视听, 远离妄想, 以成就念佛三昧。 世尽土群一论卷七, 大四七, 七六中, 积其盛典, 义无至教, 但修行之人, 将司暗世, 觉诸试听, 兴舍诸元, 初学之仇, 约斯助想, 义得三昧, 不尔难成。 参阅, 念佛, 三千两百零八, P6528。 暗密里帝君图立冥王, 暗密里帝君图立, 泛名MTAQA, 即君图立冥王, 未密教五大冥王之一。 又称甘露君图立冥王, 意义做甘露平冥王, 或称吉里冥王, 大冥王, 甘露尊, 君图立菩萨, 君图立夜叉。 所以有夜叉之称, 乃夜叉有报恶之意, 明王总为报恶之愤怒相, 故称夜叉。 此尊于金刚界曼陀罗中, 系宝身佛之教令伦身, 现愤怒身, 位于将三世会之西南渝。 其形象为一面三目八臂, 手持武器, 背负火焰, 以蛇身盘蝉取代阴落。 于胎藏界曼陀罗苏西地院中, 为金刚君图立, 密号甘露金刚, 系佛不知识者, 形象为黄色, 于胸前结印, 坐于赤莲花上。 于观音院中, 为莲华君图立, 密号降伏金刚, 系莲花不知识者, 形象为青色, 左手持为开夫之莲花, 者天衣。 在金刚首院中者亦为金刚君图立, 密号甘露君图立, 系金刚不知识者, 形象为黄色, 两手坐三骨印, 交万抱于胸前。 古来即以枯尔, 君图立, 知义为自宝平我流甘露至水, 洗滴烦恼, 而将与我吃, 我慢相应之地七时转成平等性质, 故于诸以鬼中多称此尊位甘露君图立, 又以君图立表示增义, 敬爱。 然枯尔时为卷曲之义, 上纪之宝平等说, 乃后人附会而成者。 又据考证, 君图立源于朔起地, 犯爱开, 信力, 崇拜。 陀罗尼吉金卷八, 苏西的杰罗金卷上, 甘露君图立菩萨供养念诵成就仪轨, P6528。 暗顿, 未根性于魅池顿, 据法华金辟喻品载, 诽谤法华金者将获诸罪, 其中, 若身为人则诸根暗顿, 盲龙被语, 有所言说, 无人信受。 P6528。 暗顿杖, 时重杖之一。 右座持顿杖, 暗香于魂思修等诸法望杖。 时重杖, 系菩萨于欢喜地, 离构的等时地中修时盛行而一一断除之时种重杖。 暗顿杖即与所知杖俱身, 而令文,思,修之法望施之杖难。 其中, 若系者于五欲, 杖必定修会者, 称为欲贪于, 杖必总持及文思会者, 称为远满文持陀罗尼于。 入于第三第十, 便能断除此杖, 而正得胜留真如。 参阅, 时重杖, 462。 P6528。 暗障, 即止无名之障碍。 大吉经卷十一, 大一三, 六八下, 一切法中, 稀有暗障, 坏暗障故, 即是菩提。 八十华严经卷十五, P6529。 暗一集, 凡十八卷。 著作及应形年代不详。 记录日本文安, 宝德, 文明等年代, 论意天台教义之作。 分为六篇, 即佛部, 五十部, 教乡部, 菩萨部, 二圣部, 杂部等, 每部各为三卷。 批六千五百二十九。 蛇尼沙, 泛明珍耶, 意义为圣洁史, 为皮沙门天王五太子之一, 又称赦梭, 禅师。 剧长阿含经卷五载, 蛇尼沙席时为人王, 于如来法中归一位幽婆塞, 以一心念佛而取命中, 故得身为皮梭门天王太子。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六, 皮沙门天王金, P六千五百二十九。 蛇尼那教, 蛇尼那, 泛明珍娜, 又称其那教, 开祖为尼干陀若体子, 泛JayTikutra。 此教起源于纪元前六世纪请, 教佛教稍早, 其开宗之动机, 亦与佛教同, 在于排斥废陀之权威, 打破四性阶级。 其教理类四数论学派, 主张, 心物对立论, 承认知觉, 推正, 闻之三者为有效知识之来源, 认为, 灵魂, 不但存于人体, 即使动植物, 甚至亦为尘中亦有灵魂, 个人之业障乃因物质及外界之影响而。 而导致灵魂受束缚, 限制了灵魂本来之完善能力。 故无人一切之尽得修业, 接应从苦行境欲开始, 试图从物质界解脱, 由一切智而得偿满精神, 泛妮特尔西达。 其与佛教义者, 即自我之实在论, 主张外在世界之真实性, 并相信最终之实体, 故属多元主义。 开教后二百年请, 北方摩基陀之信徒 与南方加罗奈克地方之信徒间, 产生教义上之政论, 北方取宽容主义 而这白衣, 南方依然严守教组之旨, 而主张罗体, 前者称白衣派, 后者称空衣派, 二者各自编辑其所依之教典。 参阅其纳教四千两百八十三, P六千五百二十九。 蛇多家, 范语Jaytaka, 又做蛇陀家, 蛇多家, 蛇陀, 意义为本源, 本起, 本身, 略称身, 为叙述佛陀及弥陀, 弥勒等佛菩萨或佛弟子, 于过去世永结受身为种种身形, 绝色时, 行菩萨道之故时, 为佛点九种类别, 九步经, 或十二种类别, 十二步经, 之一。 参阅, 十二步经, 三百四十四, 本身经, 一千九百五十二, P六千五百二十九。 蛇利, 一范语Jaya, 卫水之以名。 北本涅槃经卷十三又举出水之其他异议名称, 如波尼, 池, 利兰, 利, 乃至婆耶, 甘露, 牛乳等种种名称。 以异水而有无量之名称, 比喻如来为诸生文演说, 应激而立信根乃至八圣道之名, 虽系各种一称, 然时为宜圣道。 二幼座蛇, 为阿蛇, 范斯利亚, 之略称, 吉能教授弟子, 使之行为端正合宜, 而自身又堪位弟子楷摩之师。 P六千五百二十九。 蛇纳耶舍, 泛名, Janae, Janae, 北周易经僧, 又称其纳耶舍, 亦亦为藏称, 或圣名, 中印度摩加陀国人。 北周十邪二弟子耶舍绝多, 蛇纳绝多入华, 于长安旧城寺天王寺从事易经, 先后易出佛顶骤经并功能易卷, 大放等大云经请语品易卷。 旭高森传卷一, 开元式教路卷七, 历代三宝纪卷十一, 古经易经图纪卷四, P六千五百三十。 蛇纳绝多, 五百二十三, 六百, 泛名Janae, Gapta, 亦亦德智, 智德, 佛德, 智德, 陈随时代森, 北印度坚陀罗国人, 自幼即入大陵寺出家, 师氏蛇纳耶舍, 蛇若纳巴达罗, 后寻礼圣祭, 至诸方弘法, 曾至加碧师国, 燕达国, 于田, 土玉魂等地。 北周明第五成年间, 五百五十九, 五百六十, 邪师耶舍, 巴达罗即痛参耶舍, 可绝多等来至长安, 住于草堂寺。 魏九, 入寺天王寺从事一经工作, 一出十一面官室因神咒经, 经先问经等。 后任一周僧主, 指于龙渊寺。 北周五帝灭法时, 逼令僧众受觉反俗, 师宜不屈而遭流放。 乃经甘周入突厥, 魏九, 耶舍与巴达罗相继入计。 师与北齐僧惠灵, 宝仙等相遇, 共居于突厥一经, 并袭禅定。 随心, 文帝浅使请孩, 赤主义士, 法习一致大心善寺。 共义出佛本行集经, 大法聚陀罗尼经, 天品妙法莲华经, 启士经等, 记三十七部, 一七六卷, 即梵文古书试典等二百余卷。 后应试并流冬月, 边垂试人多谓所化。 开荒二十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旭高僧传卷二,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六学僧传卷二, 开元世教路卷七, 批六千五百三十。 蛇叶印, 蛇叶, 梵语这儿。 又做蛇叶, 为密教印器之一。 意义做圣印, 获得圣印。 据陀罗尼吉经卷四所说蛇叶印之印相位, 左右手之小指, 无名指, 食指等皆趋于掌内, 二中指指数而指间相逐, 二母指压于食指终结之上, 二万相合。 父位若无人做此印后,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得令一切菩萨西皆欢喜。 批六千五百三十。 蛇叶多, 北天竹人。 父法藏因缘传卷六载位父法相辰第十九族, 禅宗则位西天第二十族。 父母素姓三宝, 然坎坷多吉, 失岁身不平之仪。 后于中天竹欲描摩罗多尊者, 乃相知请义, 尊者是以因果罪福之说, 失顿事所疑, 臣言领指, 蒙发素慧, 遂出家受巨族戒, 并四其法。 失学时渊博, 化岛无量。 后至罗月臣, 王舍臣, 夫阳顿教, 当时知学众为上辩论, 为守者名为婆修盘头, 世青, 长颈一时, 昼夜不卧, 六时礼佛, 清净无欲, 为众所顾, 失, 随度化之, 临入灭时, 即传法与婆修盘头。 其复法纪约, 大五一, 二一三中, 言下和无声, 同于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达是礼敬, 复法之后, 俨然危济是受不详。 保陵传卷四, 祖唐吉卷二, 景德传登陆卷二, 批六千五百三十。 蛇陀菠萝, 为菩萨修行皆位之一, 意义坐渡黑暗, 无为地, 定。 人王经卷下, 阿八, 八三一下, 入无相蛇陀菠萝为, 化一切众生。 人王经书卷五, 即葬, 批六千五百三十一。 蛇兜班四, 位于泰国曼谷, 又称福寺。 约建于大臣王朝, 一千三百五十, 一千七百六十七, 时期。 一八零二年曼谷王朝拉玛一世进行修缮, 一八四八年拉玛三世又于已整修扩建。 画廊, 画馆与藏经格有大量之雕刻品与绘画, 内容介绍佛本身故事, 医药知识, 道德准则语录, 占卜算命术语, 佛教九次节集, 泰国佛教新年诵干节等宗教民间节日, 即有关泰国, 西兰, 非洲, 和, 法, 阿拉伯, 中, 日等各国之信仰。 批六千五百三十一, 蛇婆利, 泛语JVLA, 意义为赤然, 为正法念处经所列三十六种恶鬼之第十九种,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六载, 此类恶鬼赤火燃生, 悲好大叫, 奔驰不止, 由于彼等过去受贪疾复兴, 故行诸恶业, 如以妄与狂人, 劫夺他人财物, 或攻城掠地, 杀害无辜百姓等, 故于命中十多位蛇婆利恶鬼。 批六千五百三十一, 蛇体首纳, 泛名JATISANA, 意义为怨勇。 据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九载, 蛇体首纳原为婆罗门, 执着涅槃无常, 一日与阿蛇世王共义佛所请义, 佛陀就其所职位说四真地法, 蛇体首纳即的正见而归依佛法, 由交成如未知替法, 下手时虚法与烦恼聚落, 余处的阿罗汉果。 另据成为时论了一灯卷二本, 惠灵因一卷二十六等载, 蛇体首纳曾造三迷差论, 广名二十五帝, 并执着涅槃式无常, 所说属于邪剑外道。 批六千五百三十一, 蛇体花, 蛇体, 范鱼J-Titanion, 或J-T, J-Tica, 巴黎鱼J-Titanion。 右座蛇地花, 蛇底花, 异异卫生花, 石花, 学名Jasminum Grandiflorum, 属于亚热带长绿灌木之肉豆蔻类植物, 或称肉官花, 豆蔻花, 金钱花。 其花色白而外原味红色, 腹香气, 叶味对身, 成卵状。 产于尼泊尔及喜马拉雅山西北部高约600-1800公尺之地区。 法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所列举之树种香花中, 蛇体华籍为其一。 湘王菩萨陀佛罗尼咒经, 大陀罗尼末法中一字星咒经, 翻范语卷石, P6531。 蛇眼帝, 范语J-Titan, J-T, 亿亿战胜, 即能降服他人之意。 大日经书卷石有, 大三九, 六八三下, 阿波, 入, 罗氏帝, 无能胜也, 蛇眼帝, 胜之别名, 即是战胜之意, 能降服他之意也, 之真言。 P6532。 蛇为分, 凡二卷。 又称大班涅槃经图皮分, 大涅槃经后翼涂皮分, 涅槃经后分, 后分。 唐代若纳巴陀罗裔,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侧, 即大班涅槃经后分, 说明佛陀入灭前后之事迹, 及涅槃皮后分配设立, 其他等情形。 参阅, 大班涅槃经后分, 八百四十六, P6532。 蛇楼, 即止胎一。 南本涅槃经卷九, 大一二, 六六零下, 女人产者, 蛇楼不出, 若服此药, 蛇楼即出, 亦令婴儿安乐无患, 大班涅槃经书卷十二以上影中之女人比喻菩萨, 生产比喻正观, 胎一比喻长焦与无长焦, 而未婴儿在母体内需受胎一裹护, 然出生后即需去除胎一, 否则反成大患, 犹如长焦与无长焦可生正观, 然关节若成, 即需去除此二焦, 焦若不去, 反成胀男。 P6532。 蛇楼, 范宇JVL, 一亿亿未光明, 即未犹安住于无去无来之行, 臣就无与伦比之大威光。 大日经书卷十有, 大三九, 六八五上, 蛇, 二和, 罗, 光阴明亦也, 犹住无去无来之行, 臣大威光, 无与未比也, 纳母, 归命也, 犹住司法故我归命也, 知真言。 二位无相不生之义, 大日经书卷十三, 大三九, 七一七中, 蛇者, 生也, 父也, 罗, 相也, 侧有阿典, 与不生一同, 无相不生也, P6532。 蛇罗魔吕, 泛语, JVL, Mling, JVL, 意义未燕, Mling, 意义未满, 即位如来之光, 燕如满, 连环而不断。 大日经义士也密超卷八, P6532。 蛇烂达罗国, 蛇烂达罗, 泛名Jalenpara, 右座左兰陀罗国, 惹烂陀罗国, 蛇烂陀国, 为北印度之古王国, 位于智纳普帝国, 泛CNA, Buddy, 东方, 相当于现今五合地方萨特日, Satletch, 与比阿斯, 比阿斯, 两合间之地。 据大唐西域记卷四载, 此国东西广达千余里, 南北八百余里, 气候温暑, 风俗刚烈。 有迦兰五十余所, 僧徒二千余人, 专学大小二圣, 另有天词三所, 外道五百余人。 唐初玄藏曾治该国, 驻于纳加罗陀纳寺, 参业大德詹达罗伐魔, 修学众士分辟婆沙论, 并受污的多王, Budda, 之后遇。 贞观末年, 玄兆亦于此止住四年, 并蒙国王公养。 北宋初年来华之三藏沙门天席灾, 即为此的密林寺之森。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卷五, 大唐西玉求法高僧传卷上, 佛祖历带通载卷二十六, P6533。 影缘和尚语录, 请参阅普照国师语录。 影墨如来藏, 十种如来藏之一。 幼座影妇如来藏, 即法身如来为烦恼所影墨腹藏。 参阅, 十种如来藏, 485, P6533。 影墨相, 报身佛所具五种相之一。 只受命无尽之佛暂时影墨而不现行。 参阅, 报身五种相, 4921, P6533。 影念佛, 日本佛教用语。 未净土真宗, 亦安心, 秘密法门之一。 于传教仪式时, 必进入土葬, 仓库, 驱逝, 然后秘密施行, 故称为影念佛。 通常又称土葬密室, 见所法门, 御葬法门, 内政奖, 夜中法门, 御少子奖等。 其起源不祥, 获系平安时代末期, 心意真言宗之祖觉时时盛行。 初以真言念佛, 其念, 及身成佛。 其思想依平空海之大日经开题, 班若心经秘鉴, 无量寿如来供养作法四地, 觉知五轮九字明秘密事等书。 实践方面则以一其大药秘密集, 效养集等为基础。 其后, 并采取真宗之一念集的往生, 现身不退入镇定据之教义。 于保利四年, 1754, 即原路年中, 1688, 1704, 受江户幕府压制, 曾有不少殉教者, 然仍有四万余信徒。 其教士惊人兴盛, 信徒达数十万人。 其活动地域, 以严守宪中南部之胆责, 和贺, 拜贯, 西盘景等地为中心。 派别众多, 各以清卵, 世信房, 连儒, 建屋等为宗族而立派。 要知, 采行此一秘密法门之教团, 于各种形式或聚会活动, 对教外人是必严加保密, 故隐其外人种种猜测及误解, 其所已受官方压制, 其故在此。 批6533, 隐所作法, 密教行者如策时, 或入一切不尽之处时所修之法。 又作隐所法, 细于顶上官, 字, 于左右斜官, 欧, 字, 并观想, 欧字皆有火焰为烧。 左手作金刚拳, 右手作莲华拳, 加持额头, 左肩, 右肩, 心, 喉等五处, 口诵巫书沙摩明王之真言。 盖乌书沙摩明王以身尽大悲, 不必会处, 救护众生, 其大威光犹如猛火, 可烧除烦恼望剑, 分别构尽生灭之心。 又此尊之真言有多种, 修影所作法时, 口诵其小咒即可, 即, 俺举鲁闹欧弱。 大威力乌书色摩明王精卷下, 大威怒乌除色摩以鬼精, 慧灵音义卷三十六, 批链五百三十三。 隐形法, 隐藏自己身形之法, 即隐身术。 据龙树菩萨传载, 龙树未出家前, 曾学隐身法, 入国王之后宫清灵侍女, 其法系以七十重要才研制成清药丸, 加水墨汁, 以图严简, 即可隐身。 此仪系印度自相传之一种咒术。 密教以魔力之天法为隐形法。 魔力之天具有大神通力, 善于隐身。 密教行者以此天为本尊之修法, 称魔力之天法。 修法时节魔力之天隐形印, 诵持其真言, 借由加持力, 可令一切天魔恶鬼外道等求密行者之形体而不可得。 前述之魔力之天行印, 具魔力之天经所在, 其印相, 即以左手坐拳, 而母指为碾食指之指甲, 其状如环, 于三指握拳, 并观想自身入于此印之孔中, 右手平掌, 右楦魔此印而盖于孔上。 行者观想此印为魔力之天生, 笔即隐藏于魔力之天心中。 又巨大魔力之菩萨经卷三载, 以黑土、 消炎等制成药丸, 含于口中, 一心诵持魔力之菩萨真言, 亦可及加持力而隐身。 魔力之提婆华蛮经, 以字顶伦王于家观行仪鬼, 魔力之菩萨略念诵法, 魔力之天陀罗尼咒经, 魔力之天遗应法, 慧灵音一卷四十二, P6534。 尹丰, 唐代森, 身足年不祥, 南岳之门下, 福建少五人, 俗姓邓, 士称邓尹丰, 初参业马祖道一, 不能得其傲旨, 父从学于石头西迁, 后于马祖道一言下开悟, 并为其法寺。 后于南泉, 围山郊游平凡, 东流横跃, 下筑清凉。 元和年间, 806、 820, 玉登五台山, 于淮西出发途中, 受阻于叛军无缘际与官军交战, 遂直溪空中, 飞升而过, 两军将兵剑之, 战役遁袭。 诗迹显神意, 绿城获重, 遂入五台山, 于金刚枯前倒立而寄。 祖堂集卷十五, 宋高森船卷二十一, 景德船登陆卷八等颖封章, P6534。 颖封飞溪, 唐代元和年间, 806、 820, 颖封禅师御登五台山, 途中御官军与贼兵交战, 施卫楚彼等之苦患, 乃直溪空中, 飞升而过, 两军将士仰官, 军服日前之梦照, 窦心遁袭。 此则世纪亦可显示 尹峰之神通力与慈悲心。 景德船登陆卷八等尹峰章, 禅院蒙求卷上, P6534。 尹峰道话, 禅宗公暗明。 尹峰禅师历道世纪之故事。 据景德船登陆卷八等尹峰章载, 尹峰江世纪, 先问众云, 大五一, 二五九下, 诸方千画, 坐去, 卧去, 无常见之, 还有立画也无, 众云, 有也, 诗云, 还有道立者否, 众云, 未常见有, 诗乃道立而画, 亭亭然其一顺体。 诗众亦言涂皮, 耳体亦然不动, 远近瞻世, 惊叹不已。 诗有魅魏尼, 诗在笔触听闻, 乃福静儿多曰, 老兄。 愁惜不寻法律, 此更淫祸于人。 于是以手推之, 愤然而搏, 遂旧蛇为, 及涂皮, 收射利入塔。 隐风道立而死, 虽是一种对生死自由无碍之表现, 但亦流于神异奇迹之谈, 应得其媚之意转域, 使打破此壁。 批六千五百三十五。 隐风推车, 禅宗公暗明。 据禅院蒙求卷中载, 隐风禅师一日推车, 御马祖书展起脚, 坐于路上。 施云, 万序一四八, 一二零下, 请施收足, 马祖云, 已斩不缩, 施云, 已进不退, 乃推车碾损施脚。 祖归法堂, 直辅自云, 是来碾损老僧脚底, 出来, 施便出, 于祖前伸长颈子, 祖乃放下斧头。 上纪公暗乃显示马祖化岛学人之激略, 即隐风玄命求道之风貌。 五灯会圆卷三, 光明藏卷中, 隔藤及卷下, P6535。 隐秘, 如来说法有显章, 隐秘二义。 显章隐秘, 为日本净土真宗用以解释观无量寿经所设叛目之一。 显章, 为语言文字分明显示者, 隐秘, 为说者至本义秘隐于文内者。 显说为方便, 秘义为真实。 此语以了义教位真实, 以不了义教位方便者不同。 隐秘超卷二, 教行证文类卷六本, P6535。 隐章, 显说, 之对称。 日本净土真宗用以解释观无量寿经所设叛目之一。 即彰显经中隐于文字言句中之真义, 以此说明弥陀之本愿为他历念佛之实义。 P6535。 隐月四, 位于浙江绍兴, 圣献间之石成山。 此山众颜叠障, 临木玉, 有时物力若强, 跟连数百丈。 四位东晋永和, 三百四十五, 三百五十六, 初年沙门伯僧光所创。 梁天间, 五百零二, 五百一十九, 年中, 僧户, 僧疏等于四倍捐造十丈十佛, 五帝文之, 遣僧幼网著, 历时十余年始成, 为江南最大十佛。 P6535。 隐妇受祭, 四种受祭之一。 未对于修行精进者, 故应受与成佛之祭, 但恐受祭将令比身其增上慢或懈怠, 若不受祭却会令众怀疑其修行之功, 此时佛以微神力不令其人知悉, 而警令他人的闻其受祭, 称为隐妇受祭。 参阅, 四种受祭, 一千八百一十二, P6535。 隐妇说, 隐时礼儿说, 方便说。 大法古经卷上, 大九, 二九一上, 隐妇说者, 为严如来必尽涅盘, 而时如来常驻不灭, P6535。 隐显四句, 为, 存坏四句, 之对称。 华言宗三祖法藏于华言五教章卷一将别教一成该设门之下分为不一, 不一等二门, 不一门之下又分三集一, 一集三等二项目。 赋于, 三集一之下作四句分别, 以论三圣之存坏, 称为存坏四句, 于, 一集三, 之下一作四句分别, 以论一成之隐显, 称为隐显四句。 然关于一成隐显之四句, 法藏并未直接举示其语句, 而仅未已存坏四句反推之。 所谓以存坏四句反推之隐显四句, 即, 一, 由集三故不带隐, 二, 由集三故不爱显, 三, 由集三故无不隐, 四, 由集三故无可显。 于初二句中, 以一集三之故, 一成之相婉然, 于后二句中, 以一集三之故, 一成之相隐莫不显。 又由初二义之故, 三圣之教法的由所依, 由后二义之故, 贾力之全教得以成就。 虽有四句, 皆唯有三圣而更无一成, 此乃, 以集三, 之不一门。 参阅, 存坏四句, 两千三百八十五, 批六千五百三十六。 丙多罗尼河, 丙多罗尼, 泛名菲托拉埃, 大焦热地狱十六别处中之地八别处, 其中充满恶梢, 恶飘及但识罪人之恶蛇。 印度教之地狱亦有此和, 后世十王经中所谓之三图和祸及旨词。 正法念处经卷十二, 批六千五百三十六。 丙沙门天, 丙沙门, 丙沙门, 犯名菲托拉埃, 巴黎名菲托拉埃, 又坐皮舍罗婆拿天, 皮舍罗门天, 皮沙门天, 士罗门囊天, 费士罗莫拿天, 亦亦未多闻天, 辩闻天, 普闻天, 种种闻天, 又称巨费罗天, 范克伯阿, 四天王之一, 十二天之一, 住于须弥山之北面, 守护岩福提之北方, 主司财宝富贵, 又未互持佛法之善神。 参阅, 多闻天, 两千三百三十一, 批六千五百三十六。 丙婆沙阿皮坛论, 请参阅丙婆沙论。 丙婆沙论, 凡十四卷, 施陀盘尼传, 扶秦森加拔成义, 又称阿皮坛皮婆沙, 丙婆沙阿皮坛论,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八册, 丙婆沙, 范语Fibite, 批婆沙, 义味广说, 广世。 本书内容系广世说一切有不知法乡。 一经图记卷二, 批六千五百三十六。 丙婆利林奇村, 丙婆利林奇, 八立名Fabalinga。 往西嘉业佛时, 印度之村以名。 习时佛陀与戴比丘众共行道, 至此处而为孝, 阿南见之问其故, 佛应说习家业佛时, 此村亦有长者名无惠, 其子幽多罗摩那与南提婆罗陶师未有, 南提婆罗劝幽多罗见佛而出家之事。 中阿韩卷十二丙婆利林奇经, 批六千五百三十六。 丙沙舍, 梵与Biochia之音译, 意义作药。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三, 大五四, 二二五上, 梵云菩提目的丙沙舍, 菩提是尘, 目的是气, 丙沙舍一支为药, 即是尘气药也, P六千五百三十六。 丙拔至, 梵与Vivarta, 意义未退, 未出发菩提心之菩萨, 退施其所修之行。 反之, 阿丙拔至, 梵不芬妮Vartanya, 即不退转之意。 大制度论卷四, 大二五, 八六中, 菩提萨多有两种, 有丙拔至, 有阿丙拔至, P六千五百三十七。 丙瑟之罗居士, 丙瑟之罗, 范明Ve孩儿, 又称安助长者, 为华严经入法界品所在, 善才童子为求法门要义所参五十三善之事中之第二十六, 或座二十七, 为。 丙瑟之罗曾为善才童子解说, 菩萨所得不斑叶盘济解脱。 参阅, 五十三参, 一千零四十八, P六千五百三十七。 丙瑟素经, 八利明Ve孩儿诗, SATA, 全义卷, 流宋求纳拔陀罗, 三百九十四, 四百六十八, 以,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本经语中阿含卷五十七, 丙瑟纳修经未同本义义, 内容叙述以外道丙摩素, 八VKASA, 因听闻佛陀说法, 遂从佛陀出家学道, 乃至正的阿罗汉果。 历代三宝记卷石, 开源是教路卷五, P六千五百三十七。 丙罗宪, 范名Ve孩儿诗那, 八利明童。 丙罗宪那之略称, 异议为勇军。 据出家功德经载, 丙罗宪闻佛之预言而之将于七日后死, 彼六日皆丹于御乐, 于第七日出家, 一日一夜修持境界, 命中后生于天上, 为皮沙门天之子。 诸经要集卷四, P六千五百三十七。 韩童, 一千九百, 江苏海陵人。 自书和, 号法称。 江苏法镇大学毕业。 为密宗洪教金刚上师。 曾师是诺纳乎图克图, 后佑的洪教法王敦诸人波切之阿舌李摇冠。 试任公职多年, 晚年寡交由, 使至悦葬, 精勤持咒, 早诗时晚度王, 试修度王法五千谈, 未识十四年余。 这有密咒语科学, 民国六十年来之密宗, 佛教概论藏密增语, 天灵异象道, 及黑观修行计等。 试在台设有莲花经设, 并长红法于台湾各地。 P六千五百三十七。 韩国佛教, 佛教东传朝鲜半岛, 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 高勾立小兽灵王二年, 三百七十二, 中国前秦福兼遣使者 及僧顺道基来佛像, 经论, 幼二年, 秦僧阿道。 一年, 持人为二三高门斯, 卢兰斯, 是韩国佛寺之史。 幼十年, 三百八十四, 印度沙门摩罗南陀至百计宣教, 新罗泽持至五二八年, 使践佛教兴隆。 佛教传, 显伴导时与当时, 善导神有之俗相合, 目的仅在祈福, 此为出传时之相容时期。 至六世纪初, 明师辈出, 如百计森亲一求印度, 不为范法, 阿平, 盐藏五部日, 亦出律部十二, 是, 百计律祖, 韩旭, 余人等, 并者律书三十六卷, 接奉藏于台药殿。 高沟利森会辞于推古天皇三年五百五, 日本, 后于百计会聪, 同志飞鸟法兴寺, 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 会聪后被推许为佛教动梁。 与高沟利, 百计, 新罗等三国之中, 以新罗教祭, 最盛, 入中, 应求法者最多, 高森一辈出如云, 其中, 元光于南朝城时来中国游学, 精通涅槃, 城时, 社论等学。 元晓来唐魏国, 曾驻佛经八十一步, 产阳一成元老。 一乡一来唐参业中国华颜宗二祖致演, 返国后大力洪传华颜宗。 又此藏曾与弟子孙时等十余人来唐, 归国, 写《回大藏经》一步及诸番转《花盖》等曾命于于分黄思想大成论, 其思想以律学及华颜为主, 曾建通渡四界坛及大和四塔。 元策于十五岁来唐, 曾参学各度高森讲研, 专学为十曰, 蒙唐太宗班次度叠, 会通宏传秘法, 为真言宗诗, 至兴罗统一时期, 六百六十八、九百三十五, 佛教已建脱离中国, 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教学。 诸宗东, 以禅宗传入教晚, 却后来居上, 最早将禅宗传入韩国者为法朗及其门人信行, 七百零四、七百七十九, 一名神明信行所传者为中国北宗神秀之法骂。 信行之后, 有道义者, 曾来唐参业至葬, 并四其法, 归国, 八百二十一, 后, 欲经难产法而不果, 遂于雪月山淫于, 后游在传地子赵大兴其宗风。 道义之同门洪志, 于智义山创建时相似, 大兴禅法, 世卫朝鲜佛教, 禅门九山之滥商。 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西六祖慧能, 然与中国禅宗武派, 灵济, 曹栋, 维养, 渔门, 法眼, 并无关联。 九山者, 十项山派家致, 禅门三派, 蛇绝山派, 统礼山派, 圣柱山派, 狮子山派, 西阳山派, 凤陵山派, 须弥山派。 此外, 净土信仰一颇实行。 西元九三五年, 新罗为高丽所拜, 佛教义出现另一展新之面貌。 于高丽时代, 九百三十五, 一千三百九十二, 教宗与禅宗盛行, 由以禅宗, 继新罗末期之教士而胜于高时代, 全其, 华严宗与法乡宗亦各行其宗派, 而持续教卖。 自大觉国师一天以后, 成立天台宗, 给予教禅两宗影响盛举。 高丽时代之佛教, 正值外敌侵入与国家断之难局, 欲以佛德或神力克服此一事, 而有诸种法会, 法习, 道场, 涉斋等佛式之设置, 此乃, 祈福攘灾, 正护邦国, 知国家思想的形成。 据东东建等载, 太祖即位, 九百一十八, 十, 即设八官会, 燃灯会, 一年将都城迁往开城, 建宫殿之同时, 于京内创建法王, 慈云, 王伦, 内地市, 舍纳, 天禅, 星星, 我书, 元通, 地藏等十四。 光宗, 九百五十, 九百七十六在位, 于成南建大报恩四位太祖追附, 并设森皆, 定国之, 无师之志, 石皮卢遮纳忏悔法, 无遮水路会, 齋森佛式平凡。 显宗, 一千零一时, 一千零三十一在位, 十, 为壤赤气丹之兵, 而发愿雕刻大藏经, 此及高丽曾之初雕板。 于高宗, 一千两百一十四, 一千两百五十九在位, 十, 因蒙古兵入侵, 藏于福人寺之初雕板全毁于战火。 至西元一二五一年, 经过多年之努力, 在雕大藏经史告完成, 总计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 收藏于江华城西门外大藏经版堂, 后移至海印寺收藏契经。 高丽时代之高森被出, 如早期道生、广学、大元、法印、 立言、庆府、立让、灿忧、允多等, 其中,立言为太祖之师, 灿忧曾来堂, 依偶子上大统修学, 并得其心印, 归国后, 曾受太祖、 慧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一, 光宗特赐、 郑珍大师之号, 并封为国师。 此外, 如至宗、大丰等, 君曾来宋参学, 受有名言诱之心印, 归国后, 活跃一时。 举阳华言学之君如, 颇受光宗崇信, 常致立于南岳至一山, 北岳福十四等二派华言学之融合会通。 开立天台宗之大学一天, 魏文宗之第四王子, 十一岁出家, 于林通寺滥原处的渡, 并修学华言教官。 于宣宗二年, 一千零八十五, 来宋, 归国时协会章书三千余卷, 后编成,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三卷, 并着有, 新极元宗文类, 等十余部三百余卷。 高丽时代之佛教, 自天台宗立宗后, 原来新盛之禅宗, 曹熙宗, 逐渐衰退, 虽有坦然等高僧极力挽回禅宗之颓势, 却一蹶不振, 直至普照之那时, 始终新禅宗, 形成一新局面。 高丽时代之佛教, 于王室即为政者之保护下得已成长兴盛, 至西元1392年高丽灭亡, 佛教亦随之陈县衰世。 礼朝建国后, 强烈的新儒牌佛思朝, 令佛教趋于一压受难之代。 瑞宗, 一千四百六十九在位, 曾定定度谍之至, 原而未产宗, 教宗各三十名, 此外又定止四沙之创建。 其后之陈宗, 一千四百七十, 一千四百九十四在位, 燕山君, 一千四百九十五, 一千五百零五在位, 中宗, 一千五百零六, 一千五百四十四在位, 等诸地皆彩排佛政策。 至明宗, 一千五百四十六, 一千五百六十七在位, 之初年, 太后摄政, 遇复新佛教, 故佛教一度显现在新之机, 燃其后因明宗清政, 恢复新如排佛政策, 佛教遂在现颓败之事。 为此时期人见高僧大德, 如五准几何, 一千三百七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三, 传, 显政论, 以博赤牌佛论, 西山修靖, 一千五百二十, 一千六百零四, 大正禅风, 经韩国僧徒多数此法系。 与修靖法系抗礼者, 有福修善修, 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千六百四十九, 与碧严决信, 一千五百七十五, 一千六百六十, 之法系。 另有慧安定慧, 一千六百八十五, 一千七百四十一, 这,华严经书隐科, 禅元吉都续者禀, 与敬严英允, 一千七百零三, 一千八百零四, 二人并称教禅两宗之大宗师。 李朝默奇, 因诸师之努力, 终于1895年解除僧吕不得入京之禁令, 四年后, 于京师创建元新寺, 并设置, 朝鲜佛教总宗务所, 朝鲜佛教乃的复苏。 1910年, 日本并吞朝鲜, 一年发布, 朝鲜总督府四沙令, 及, 四沙令施行规则, 而将教团分为三十本山, 1924年加华严四成为三十一本山, 形成三十个教区。 1912年将朝鲜佛教称, 禅交两宗, 并以绝皇寺为中央教堂, 而设置三十本山会议所。 三十本山则各制定四法, 后应反对教团被总督府监督, 乃于1921年召开全国僧侣大会, 决议于绝皇寺设置, 朝鲜佛教禅交两宗中央总务院, 以统辖全国四沙, 一年反对派议于绝皇寺设置, 朝鲜佛教禅交两宗中央教务院。 1925年两院达成协议, 合并组织, 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 已为中央统一之宗务机构, 统辖全国三十亿本山。 其后将宗名改为曹西宗, 并建立太古寺作为其总本山。 此外, 原佛教为新兴于本世纪出之佛教宗派, 创教者少泰山, 1891、1943, 以修行门, 真空庙有, 与信仰门, 因果报应, 为基本教义, 立精神修养, 事理研究, 作业取舍等三学, 以教化信徒, 并创立元光大学培育人才, 教士颇甚。 于佛教教育方面, 1906年于元新寺创建, 明镜学校, 以为僧侣之教育机构, 该校后来改组为, 佛教师范学校。 1916年中央总务院于汉城设立, 佛教中央学龄, 为培养教界人才之学龄, 以修身、宗臣、渔臣、宗教学、 佛教法、 及哲学、 礼、 术、 史、 地等一般学科教育青年僧侣, 同时在地方亦以寺院为中心而成立地方学龄。 然因中央学龄曾为韩国独立运动之根据的, 故于1922年遭廢止, 其后屡经变迁, 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东国大学。 佛教之教育机构除上述之外, 上有中央僧家大学, 及附设于寺院之讲院等。 其中, 东国大学及元光大学成为韩国佛教研究之二大中心, 并产生诸多杰出学者。 佛教期刊, 学报方面, 自1910年八行佛教杂志, 元宗, 后, 陆续有朝鲜佛教阅报, 海东佛报, 佛教振兴会阅报, 朝鲜佛教界, 佛教, 佛教学报, 韩国佛教学, 韩国宗教, 原佛教思想等刊行。 现代韩国佛教分位十八宗派, 其中, 以曹西宗与太古宗位二大主流, 资据韩国四沙资料从书四, 1983, 所载, 将主要宗派之僧吕述, 总数20755, 即信图数, 总数1113000, 列表如下。 韩国之宗教, 上有基督教, 天主教, 儒教, 天道教等宗教。 天主教约于二百年前传入韩国, 战后基督教圣圣, 其教士及有凌驾佛教知识, 至1983年, 教徒人数已于94万。 日韩佛教研究, 新代佛教学术从刊, 八十二, 朝显佛教通史, 李能和, 韩教史, 爱荡显昌, 韩教史, 经英泰, 批6537。 韩清静, 1873, 明德清, 别属清静居土, 故佛教界多以, 韩清静, 称之, 卫济堂之后复兴为时学大宗将之一, 与欧阳建齐名。 民国十六年, 1927, 和徐僧育等居士组织, 三时学会, 与欧阳建之, 支纳内学院, 均以研究为时著称, 当时有, 南欧北韩, 之语。 世智学精神, 穷究于家师的论之本论, 并兼及时之末论, 能于于家师帝, 涉大臣等论书, 自具熟悖而直言出处。 世幼致力于应行为时学之古籍, 讲学著述之计, 亦力持古意, 于华北佛学之开展, 颇有起敌之功。 其必身心血息及于, 瑜伽师的论科剧批询纪会编, 一百卷, 为韩式生前未能出版, 直至四十八年, 史由三时学会打字刊印百部。 令这有为时指掌, 为时三时送全句, 成为时论数纪讲义二册, 解身密分别于家品略试三卷等书。 批六千五百四十二。 韩玉, 七百六十八, 八百二十四, 唐代古文家。 自退之, 邓州南阳, 河南南阳, 人, 先是居昌离。 赞扬儒家, 反对佛教, 道教, 赋文明, 苏世常称其文起八代之衰。 宪宗时, 官至刑部侍郎。 后已见淫佛古士匾位朝周次使。 常问道于大巅和尚。 旧唐书卷一六零, 唐书卷一七六, 批六千五百四十二。 韩竹快, 禅灵用语。 韩, 乃战国时代禅于韩国之名犬。 幼座狂狗竹快。 原意为像犬头土快, 犬竞物土快, 为食物, 遂麻木追逐之, 于禅林中, 转禅图并无。 无自己真正之见解, 仅于言俱上犬解, 或执着于事物之行, 捕捉之夜末节等, 而欲了达事物之真相, 可谓徒劳无功。 闭言录第四十三则, 批六千五百四十二。 先言, 辽道宗, 一千零五十五, 一千一百在位, 时代之华言学者。 深读年不详。 这有华言弹选卷, 选择六卷, 该书系节路成官所者华言经书卷首旋谈部分之精药, 并融入成官之华言经随书演一钞之药指, 赋以其见解加以权势之。 批六千五百四十二。 红福寺, 位于贵州贵阳。 乃贵阳之主要名胜, 亦为西南之一大丛林。 其大殿建筑宏伟壮丽, 众言飞奸, 画动雕梁, 气魄雄伟。 批六千五百四十二。 红卢寺, 寺, 本位官衙之乙。 红卢寺为汉朝接应外国兵客之官衙。 红卢寺之长官, 秦代称典克, 汉代称红卢卿, 掌礼接待外兵及凶丧怡庆等事。 据唐书百官至第三十八所在, 红卢寺涉清一人, 扫清二人, 臣二人, 领典克, 思宜二数。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 来华传法之西玉沙门, 被安置于红卢寺, 由红卢寺指示其进退, 演至后世乃称森尼之助处位, 四。 至唐代佛教圣行, 于西域僧人有尽赠红卢卿者, 如菩提流至, 善无畏, 不空等诸师皆曾受追赠。 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开源是教路卷九, P6543。 歌园, 以泛名Kopo Taika, S-A-G-H-R-M-A, 英译加布德加加兰, 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东部之经社。 佛陀过去世曾为大哥, 为引导列者入正道, 与此的投火而死。 英国考古学家康林罕, A。 康林罕, 1814、1893, 指其地及大唐西域寄中英陀罗窟北北东16公里处。 大唐西域寄卷九,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A。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二位瑜伽施弥罗国, 位五百僧元之一。 义部宗伦论书记, 万序八三, 二一六下, 二十, 机缘阵由卫习, 后随意见, 遂分二部, 一上座部, 二大众部。 十诸贤慎之众乖为, 便舍机缘, 欲助陀储。 忠略, 王文祭田, 便赤臣曰, 宜皆别至秦家河边, 宰已破班, 一座船, 中流坠逆, 即燕丝被誓圣是凡, 臣凤亡言, 便将燕事, 使诸贤圣各起神通, 犹如燕王, 灵虚而往, 赋以神力设取船中同舍机缘位得通者, 献诸神便, 作种种形, 相似成空, 西北而去。 王文建议, 生生溃毁, 忠略, 宿及遣人寻其所去, 使孩, 知在加施弥罗, 后顾请孩, 森皆辞命。 王岁总舍加施弥罗国, 造森迦兰, 安置贤慎重, 随先所变作种种形, 即以标题森迦兰, 好卫歌元等。 批六千五百四十三 歌颖佛颖, 辟欲持戒之人巨无比威力。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八载世尊之言, 大一二, 五二九上, 我习一时宇舍利福及五百弟子巨共止住摩家陀国瞻婆大臣, 使有猎师追逐一歌。 是歌黄步, 至舍利福影, 由故站立如八交树洞, 至我影中, 身心安影, 恐怖的除, 是故当之如来世尊必尽持戒, 乃至身影有有势力。 大致渡论卷十一, 批六千五百四十四。 歌瞒, 为一师生女子之名。 水器之所, 生物自行出生, 为之师生。 巨射光继卷八, 大四一, 一五五下, 歌瞒者, 习有一王, 名拔罗哈摩达多, 唐岩净兽。 于王夜下有炮, 身衣女子, 名为歌瞒。 从夜下出, 如歌出飞, 王仲如瞒, 故以名焉。 批六千五百四十四。 修流先化时, 修流先指印度六派哲学 中圣论派之祖幽楼区。 据志观思记卷十载, 此先于晨杰末出世, 浮偿身药, 变化成时, 行如牛沃。 在佛前八百年中, 时消融如灰, 门人皆撑入涅槃。 参阅, 幽楼区, 六千四百一十二, 批六千五百四十四。 典化, 指示教化, 教导之意。 闭言录第六十则, 大四八, 一九二中, 云门以主杖势众云, 典化在灵时, 杀人刀, 活人剑, 换雀而眼睛了也, 主杖子化为龙, 批六千五百四十四。 典型, 禅宗指摘时, 咒时, 钱之小时。 关于典型之意, 据禅灵象器兼引弹门载, 典型, 典于空心也, 即以诗典空腹之意。 我国唐代即有典型异语, 一般指尖时。 又唐代之德山宣见禅师于上位大物前, 曾寓意婆子, 婆子及所贩卖之典型, 由, 魏元, 引金刚经之文而堪验之, 万序一四八, 一四零上, 金刚经道,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为沈上座点那个心, 此及及眼前典型之因缘, 而成为传颂千古之著名公案, 德山三世心不可得。 禅愿蒙求卷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驻离章, 驻池章, 必言录第四则, 能改斋漫录, 批六千五百四十四。 点击不到, 禅灵用语。 为, 道及不点, 知相对语。 僧众及会时, 缺席者其名之上即被记以一点, 称点击不到, 道习者之名上则不作记好, 称道及不点。 隐身为, 于宗门要旨有所领会者, 则少有言说, 反之, 少有领会者, 则造郭多言。 此外, 或未道及不点, 亦指对已有物尽之学人, 无需多作指点。 从容录第二十八则, 仅得传灯录卷十二新化存奖章, 批六千五百四十四。 点茶, 又做点茶。 与点汤, 电汤, 合称点茶汤, 即止冲泡茶, 汤供养。 禅寺用以供养佛, 祖师或大众。 又自供养佛祖茶汤之义, 隐身指送葬之际公于灵前之茶汤, 称作垫茶汤, 垫茶垫汤。 助持等以茶, 汤供应大众致义之仪式, 称为茶礼或汤礼, 两者并行之场合称为茶汤礼。 新任职士或弟子新入僧堂, 行四大节等集会时, 此礼绝不可费。 或专为某人所设之茶礼, 汤礼, 称为特味茶或特味汤。 悬挂告示点茶形式之牌, 称为点茶牌。 邀请参加茶礼之帖, 称为茶壮。 举行茶礼时所名之谷, 称作茶谷, 法唐二谷中, 东北角折为法谷, 西北角折为茶谷。 赤修百丈轻规卷上柱池章, 卷下两序章, 禅灵象器兼饮淡门, P6544。 点镜, 一依佛制, 比丘得使用三依, 做巨等, 而在受用心加沙时, 需以少分故依贴于心依, 或墨点于心依上, 称为点镜。 静即离过非而未清净之意, 依此点法而受用, 称为点镜。 四分绿山繁补却形式超卷中三, 二位却十点名。 禅院清规卷六, 万序一一一, 四五四下, 法式申罗伯, 知客点镜, 影师主行相镜, 当言贵卢, P6545。 点汤, 又做点汤。 点茶之外, 有点汤。 为佛, 祖获大众点汤, 称为点汤。 汤有米汤, 七香汤等多种。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住持章, 参阅, 点茶, 6544, P6545。 点尘, 只为尘, 比喻数量之多, 犹如为尘之不可数。 与, 横河沙, 亦与同意, 皆比喻其数之大, 无法计算。 参阅, 横河沙, 3813, P6545。 点简, 交点简阅。 又做简点。 为禅林中茶头行者寻茶四门中之火道, 或画主等交点简阅官叠书信乃至茶汤粥饭等。 又意味心境之检讨。 必言录第七十六则, 大四八, 二零四中, 但去静坐, 向他勾终点简看。 赤修百丈轻规卷上住持章, 卷下两序章, 结辣章, 禅院轻规卷五化主条, 卷九同行条, P6545。 摘七, 又做类七, 类七摘。 即人死后至七七, 四十九, 日间, 每隔七日迎斋供养追道。 世事要揽卷下, 大五四, 三零五中, 人亡, 每至七日必迎斋追见, 为之类七, 又云斋七, 自古以来即有为人死后之七七日间为中阴, 人自死亡至再次受生其间之时生, 故有七七四十九日诵经祈福之习俗。 即于人死后, 每隔七日必诵经追见, 直至第七个七日, 即四十九日之梦中应为止。 世俗每位该其间乃亡灵蒙懂茫然而生神未定之计, 故特于彼时为之追见祈求转身善处。 批六千五百四十五 斋七藩子, 人死后七七, 四十九日间, 逢七举行一次斋会, 以供养亡灵, 此祭已只做成藩子, 经其, 由主持僧祈福并火化藩子, 其亡灵应见此藩子之好香, 而得生天界, 或生人间的好生。 世事要揽卷下, 批六千五百四十五。 斋日, 以在家佛教徒于特定之日差斋减。 谨证身经, 反省行为, 并行善至至今静日。 因例每月之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等六经静日, 即称六斋日。 于此六日, 出家以丘以及何以畜行菩萨。 巨杂安经, 卷四十载, 于此六日, 四天王及其大乘循循先, 观察人间善恶。 亦有以每月之一日, 八日, 十五日, 二十三日未斋日, 称四斋日。 而阴历正月, 五月, 九月等三个月长期持斋戒, 称为三长斋。 三长斋日, 指三长斋月之每日, 加上六斋日, 则为九斋日。 又六斋日加上每月一日, 十八日, 二十四日, 二十八日, 则为十斋日。 二涉斋锥善公养之日。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大五四, 二零九上, 施主欲前礼拜请僧, 斋日来白十至, 僧徒契坐量准时宜, 批六千五百四十五。 斋月, 又坐三长斋月, 善月。 指阴历正月, 五月, 九月等三个月份。 于此三月, 以持斋始法, 圣言行, 勤修善业, 杜绝恶事, 故称为斋月或善月。 据四天王经, 事事要揽卷下等所在, 阴天帝事及四天王等, 于真月, 五月, 九月查人善恶, 人当持斋以修善福。 此亦如来之随机设化善, 巧方便。 范网经卷下, 大二四, 一零零七中, 于六斋日, 年三长斋月, 坐杀身, 节道, 破斋犯借者, 犯清够罪。 参月, 三长斋月, 五百七十五, 批六千五百四十六。 斋主, 即供养僧众斋食之施主。 大佛顶首人言经卷一大一九, 一零六下, 即时阿南直持应器, 于所游臣次第寻起, 心中出囚最后谈月, 以为斋主, 批六千五百四十六。 斋戒, 广义言之, 指清净身心, 而慎防身心之懈怠, 狭义而言, 则指八观斋戒, 或特指过五不时之戒法。 斋之范语为Apo-Adha, 巴利语Apo-Satha, 因译乌布沙他, 布萨陀婆, 略译为布萨。 原为古印度之祭法, 即每隔十五日举行一次集合, 令各自忏悔罪过, 清净身心, 于此日, 即主并行断食而住于清净戒之法。 至佛陀时代, 尼甘子等外道一言用此封, 即会一处而持断食等四戒, 由是, 佛陀意允于僧途中采用此一行事, 此乃僧团布萨之由来。 准此可知, 斋, 知本意原为清净之位, 后见转只不过忠实, 过五不实, 之法, 能持受此法者, 称为持斋, 持斋其间所食之物, 或法会时所供养之时, 称为斋食。 此外, 以食物供养僧履义称为斋, 此类之法会则称斋会。 于原指佛教, 不派佛教时代, 斋食乃特指五前所食之时, 又称忠食, 午后食者即非斋法, 此系去其, 食食, 而言, 至大乘佛教时代, 乃以慈悲尽杀之义, 转而侧重于, 食体, 故以素食为斋, 如我国佛教徒多将素食习称为, 吃斋, 持斋, 然严格言之, 其与戒律中, 斋, 之本义并无直接关系。 中阿含卷十四大天灵经, 增益阿含经卷十六等, 举出每月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等六日为六斋日, 为不以断食等苦行为止, 而强调忏悔, 清静等精神。 于此六日必及森众诵北说戒经, 使比丘安住于境界中以偿养善法, 再加二众亦需于六斋日持守八戒而增长善法。 又砸阿含经卷五十, 长阿含经卷二十道立天品等, 于六斋日外, 令举出每年真月、五月、九月等三长斋月之说。 盖凡有持斋, 则必有戒, 故斋戒二字自古并称。 上文所述即为斋戒之广义含义, 狭义言之, 即指中阿含卷五十五持斋经中所谓, 圣八之斋, 者, 亦即今日教内习称之八观斋戒, 又称八观斋, 八戒, 此一戒律乃专攻幽婆赛, 幽婆已等在家二众于一日一夜受持出家之戒。 其内容于诸经所举婆有意说, 然通常所谓之八戒者列举如下, 一, 离杀身。 二, 离不语取, 不语取, 系只为经他人允诺而自行取用他人之物, 亦即偷盗之矣。 三, 离非犯行, 犯行即清净不淫之行。 四, 离虚狂语, 举凡两舌, 恶口, 妄言, 起语等君属之。 五, 离饮诸酒, 酒能乱性荤治, 妨碍修行, 故须远离。 六, 离免坐高广严厉床座, 不坐卧于一尺六寸以上或宽大华丽之床座, 以免养尊除幽, 其余放逸。 七, 离途是相瞒及歌舞观听, 即不以香花, 花瞒佩戴于身, 不以香油等涂抹于身, 不做歌舞唱技, 亦不无故前往观听。 八, 离时非时时, 即上纪所谓之不过忠实, 此系八界中之最重要者。 此外, 菩萨善界经义列举, 不杀, 不道, 不赢, 不妄语, 不自赞毁他, 不迁徙财法, 不填受毁, 不傍乱政法等八种。 大智度论卷十三则举出, 不脑害, 不节道,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语, 不起语, 不饮酒等八者。 诸经中举出多种有关持守八斋戒之功德者, 例如中阿含卷五十五持斋经, 增义阿含经卷十六君位, 受持者于命中后必生于欲戒六天, 不堕三图八难, 幽婆塞戒经卷五之八戒斋品一云, 可除去五逆罪, 并灭除其余一切之罪障。 我国儒家自古亦有斋戒之说, 论语为, 斋必辩时, 居必迁作, 盖古人于祭祀之前, 必先辩识迁作, 以字其节。 斋, 自于古经传中语, 其, 自通用, 细取其, 其一亿智, 之矣。 礼记驱礼所谓, 其借以告鬼神, 礼记记亦为, 置其于内, 散其于外, 其之日, 思其居处, 思其效语, 思其至矣, 思其所乐, 思其所事, 亦精细辞注亦云, 洗心约其, 防患约界, 准辞而言, 则儒家重视斋时, 前赌专注, 其一亿智, 之义, 与佛教之斋界强调忏悔, 清净之义, 可谓不谋而合。 中阿汗卷三十六区末目前联经, 启示英本经卷二, 大佛顶首人严经卷一五分绿卷十八, 十颂绿卷二十二, 摩赫森指律卷十七, 四分绿三凡却形式超卷上四, 佛祖统计卷三十三, 卷三十七, P6546 斋界学会, 民国五十六年, 一千九百六十七, 颤云法师于南投水里连英寺所创办之属其斋界学会, 专以大专学生为对象, 而侧重律学与斋界之研修, 最初每年半一期, 为期约二周, 期后分为二或三期, 男女二众分别于连英寺与嘉义亦德寺举办, 人数每期约三十人至百余人, 课程包括早晚课诵, 在家律学, 佛仪教经, 专题演讲等, 并持首八观斋界, P6548 斋名寺, 位于台湾桃园大西, 信悦法师创于清道光年间, 1821, 1850, 初位一草庵, 当时称福奋公, 其内供奉自南海普陀山请回之观世音菩萨, 同志十二年, 1873, 改建位砖瓦建筑, 称为斋名堂,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始改名为斋名寺, 寺内珍藏国内外高森明寺莫宝多建, P6548, 斋板, 禅陵中悬挂于库院前之大板, 用斋石打斋板已击中, 赤修百丈轻规卷上住持章, 打四八, 一一二三中, 除四方明斋板, 九行犯, 禅陵象器兼北器门, P6548, 斋法, 一止过五不时之法, 参阅, 斋戒, 6546, 二位严整威仪之法, 大佛顶首轮严经卷一大一九, 106下, 严整威仪, 速攻斋法, P6548, 斋石, 指森重振五至饮食, 略称斋, 右坐正时, 时时时, 不过中时, 过中不时, 过五不时, 右正五即日中, 故意坐中时, 戒律明定, 森重过正五不得进时, 摩赫森指律等时期, 大二二三五中, 三六上如来以一时故, 身体轻便, 的安乐柱, 如等意应一时, 中略, 若比丘非时时, 拨叶提, 中略, 非时者, 若时过如法顺, 若草叶过, 是名时, 此戏言出家者以五之一时为法, 反之, 过五近时, 称非时, 非时之所时, 称非时时或后时, 过日中后所时, 而持非时时戒, 非时近时之戒, 称为斋, 后转指佛是法会之计所供养之施时, 施斋为斋时, 而行施时之法会, 称为斋会, 批六千五百四十八, 斋时, 斋时之时, 即自天明至正五之间, 摩赫森指律卷十七载, 五十日影, 过一法一顺, 即为非时, 禅院轻规卷六颈重条, 万序一一一, 四五五下, 斋前文三下板明者, 众森下也, 四明大中者, 报斋时也, 批六千五百四十九, 斋退, 禅灵用语, 又作斋吧, 至五十斋时后, 自正五至五后三十请, 赤修百丈轻规卷上住持章, 大四八, 一一二六中, 斋退, 明古即重, 批六千五百四十九, 斋堂, 即止禅宗寺院之食堂, 禅灵象器间殿堂门, 斋堂即食堂也, 食堂即僧堂也, 今日本黄博山僧堂外别设斋堂, 盖大清禅林如是, 非古也, 批六千五百四十九, 斋教, 又称白衣佛教, 持斋宗, 斋门, 系融合如, 是, 道, 主张三教同源的一种宗教, 含有白莲教之成分, 于明, 清两代流行于福建, 浙江, 江西, 台湾等, 以禅宗六祖会能为祖师, 社教所在称为斋堂, 不称寺院, 在清代, 斋教又称老官斋教, 重奉弥勒佛, 称为无极圣祖, 入教者以, 普, 自卫法明, 会众统称老官, 以, 代天行事, 天国普有, 为宗旨, 各地斋教之教规一事亦有一些不同之规定, 农民常以之为起义之工具, 例如明万历三十二年, 一千六百零四, 福建欧宁有无建领导之斋教起义, 清乾隆十三年, 一千七百四十八, 福建建宁有普少, 未宪领导之老官斋教起义, 同治五年, 一千八百六十六, 福建崇安等有安寿子, 陈顺光等领导之斋教起义, 民国四年, 一千九百一十五, 则有台湾之斋教教徒以斋堂位据典, 组织一名抗日。 台湾有龙华, 京壮, 先天三派, 均传自大陆。 三派多以观音, 释迦为本尊, 然龙华派义以阿弥陀佛, 三宝佛, 官帝为本尊, 京壮派义以阿弥陀佛, 弥勒为本尊, 兼义以三观大帝, 太子爷, 妈祖, 助身娘娘等配四于本尊之策。 一般而言, 三派之教义大同小义, 皆注重戒律, 严守五戒十善, 由以戒杀生而劝人素食味要止, 信徒君称素食味, 食菜, 或, 持斋, 仅持早餐素食者, 称为, 食早斋, 信徒则称, 食菜人, 男子称, 斋公, 妇女称, 斋姑, 教徒之间亦互称, 斋友。 教徒虽不居僧俗, 但主其侍者及信仰者, 已在家众居多。 又教徒虽于市井营社, 燃接严禁赌博, 烧鸣钱, 西石鸦片, 嚼槟榔等。 在三派中, 除先天派禁婚曲, 采绝对素食外, 龙华, 金状二派则不禁婚曲, 素食亦现于特定之时日, 称为池, 花斋, 兼亦有必生池常斋者。 斋教所刻诵之经典, 三派皆采用金刚经, 早刻, 与阿弥陀经, 晚刻, 然龙华派义念诵其教祖罗祖之五部六册, 罗祖行脚十字庙诵, 三祖行脚应有宝卷等文献。 大抵而言, 三派皆含有如是道三教融合之风格, 然其中以金状派教具道教色彩, 先天派教具如教色彩, 而龙华派最具社会色彩, 持戒教缓, 亦为群众接受, 故斋友人数在三派中为最多。 又三派之中, 最早来台传教者为龙华派, 其时约在清代乾隆, 1736、 1795, 末年, 有杨兹林于台南, 培养书院, 具图寿经。 其后为金状派于道光, 1821、 1850, 初年由蔡全在台南创建圣德堂, 先天派于咸丰年间, 1851、 1861, 由黄昌城传至台南, 设立报恩堂。 此外, 摘教在台早期所设之摘堂令, 有龙华派在台南之化善堂, 德善堂, 金状派之圣摘堂等。 摘教在台之势利遂大兴, 信徒亦遍布全台。 燃民国四十年以后, 大陆正统佛教传入台湾, 摘教遂见没落。 目前尚存摘教之古老摘堂, 有台南圣德堂, 台中圣摘堂, 然其中多数已改成纯粹之佛教寺院。 台湾佛教漫谈, 林子卿, 台湾的摘教由来, 亭家, 罗教成立流传, 种本善龙, 东方学报京都时期, 现代中国于秘密结社, 酒井中夫, 近代中国研究所收, JJN, Degrowth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参阅, 先天派, 2186, 精壮派, 3587, 龙华派, 6390, p6549, 斋舟, 斋, 午时, 周, 朝餐, 斋舟, 饭止僧堂饮食之事, 一般为早餐食粥, 午餐食饭, 即小光剑限制的剑掌中文时, 味粥食, 又若于早粥与午饭之间, 约时时至时一时请进食, 则称为半斋, 世门正统卷三, P6550, 斋言, 又做斋会, 止涉斋时供养佛法僧三宝之法会, 斋, 之原意, 即止清净身心, 在此类供养法会中, 不论施者, 受者, 均应圣守身口一三叶, 清净身心, 故称为斋会, 斋言, 禅愿清规卷食斋僧一条, 万序一一一, 四六五上, 斋僧之法, 以敬畏宗, 中略, 或有清灵犯杀, 就涉斋言, 佛祖统统计卷三十七, 参阅, 斋戒六千五百四十六, 批六千五百五十, 斋僧, 涉斋时供养僧众, 又作僧斋, 施僧, 反僧, 略称斋, 兼止入四供养或延僧至俗家供养, 依受供养僧侣之数目多寡, 又有五百僧斋, 千僧斋, 万僧斋之别, 斋僧且需依僧次言请, 禅愿清规卷食斋僧一条, 万序一一一, 四六五上, 斋僧之法, 以敬畏宗, 但依僧次言吟, 不得妄身轻重, 又斋僧之功德大, 小, 亦是受供养僧侣侣之善恶, 持戒与否及果位皆次而不同, 据普贤经记载, 大臣, 婆罗门, 居士, 长者, 宰官等, 应供养持大臣者, 以斋僧作为忏悔法之一, 梵网经卷下位, 父母, 兄弟, 和尚, 阿舍里等王灭之日及三七日乃至七七日, 应读诵讲说大臣经律, 设斋会以祈福, 斋僧使设之原意在于表明信心, 皈依, 后见融入祝贺, 报恩, 追善之目的, 而使斋僧更行普遍化, 我国唐代僧斋法会极为盛行, 于大历七年七百七十二, 真元年间七百八十五, 八百零五, 贤通十二年八百七十一, 等, 皆曾举行万僧斋, 此外, 印度, 日本皆盛行斋会, 千僧斋, 万僧斋等盛大之法会亦多, 又于西兰, 佛教徒严僧应供之仪式, 称为斋僧法会, 八Sagikadei, 施主斋僧需亲往寺庙迎请僧众至家, 从比丘寿三规五戒, 然后将食物送至比丘手中, 石壁, 附送日用品供养, 后比丘为其全家诵经祝福并说法, 赞颂其布施功德, 然后由施主送比丘回寺, P六千五百五十, 斋称, 又做斋称, 斋, 即斋食, 称, 犯刀凯, 达称, 即布施, 或止所布施之物, 或为僧位回报施财物而说法, 斋称, 乃斋, 称二字并举, 即供养斋食, 并布施金钱, 财物等, 禅院清规卷四颜寿堂主镜头条, P六千五百五十一, 斋教, 为道教涉谈记导致一种仪式, 即供斋教神, 借以祈福免获, 其做法首须清心洁身, 助坛社工, 书表彰向神灵祈祷, 节坛之法即修斋社教之各种仪式, 响载于道教典集云集七千, 罗天大教社教仪, 罗天大教早朝仪等, P六千五百五十一, 斋中, 报斋十名大中, 禅院清规卷六颈重条, 万序一一一, 四五五下, 城隍先斋中, 后三下, 山林先三下, 后斋中, 森堂清规卷五, P六千五百五十一, 丛林, 指僧众聚居之寺院, 有指禅宗寺院, 习时印度多于都城郊外选择幽禁之灵地, 迎见经舍, 故僧众止住之处, 即以兰若, 空贤, 丛林等于称之, 经典中对, 丛林, 亦与之解释颇多, 如大制度论卷三载, 森众和合居住于一处, 犹如树御即之, 丛林, 故以之为御, 大庄言论精卫, 众森乃甚至之丛林, 又聚禅宝训英一载, 丛林, 二字系取其草木不乱生长之, 表示, 至其中有规矩法度, 此外, 亦有义, 平不纳, 为丛林之范语者, 如祖庭世院卷二, 万序一, 一三, 一五上, 丛林, 范语亭婆那, 此云丛林, 此或计根据阿玉王经七所在之, 平陀婆那丛林, 亦语而来, 然, 平陀婆那, 乃森院之名, 其范语为派语, 范语作, 范林, 故不应将其作为丛林之范语, 丛林通常只产宗寺院, 故又称禅林, 又以芳香之瞻谈树林比喻佛门龙相所助之清静丛林, 故意称丛谈林, 然于后世, 教, 律等个宗宗宗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 丛林之中, 自产一切归功, 且依一定规矩而容纳十方来助之森众, 其助持人选一经森众同意, 由始, 方林得知, 日试者, 任, 故丛林又坑为神, 方丛林, 另据大臣一章卷十三记载, 丛林能生智慧, 神通等功德, 故又称功德丛林, 我国宗自六祖畏能之后, 以百余年间, 禅井以道, 法相授受, 多延居处, 或寄住于律宗寺院, 局与时申, 马祖道义乃创丛林, 以安禅履, 其后父有百丈淮海以禅众聚处, A不分, 说法助持为何故, 岁, 折中小臣, 英律制定规, 自此, 丛林之志, 于焉大辈, 其后, 经堂末五代, 至宋代, 丛林见志一真完辈, 禅重一级中, 居住为常, 明得住持丛林, 多在千以上, 北方之丛林始圣于宋代, 仁宗时禅道圣宏于汴京, 神宗赤命创立慧林, 至海二大禅院, 后阶成为京师, 开封, 著名之禅林。 至辉宗崇宁二年, 1103, 宗则编辑禅苑青龟时, 丛林制度以灿然大辈。 宋氏南渡后, 禅宗明被出, 所居丛林阶级一时盛, 使弥远岁奏请定江南禅寺为武山石察。 即, 于杭靖山寺, 杭州陵影寺, 靖慈寺, 宁波天童寺, 玉王寺等位产愿武山, 杭州中天竹寺, 胡渡道场寺, 温州江心寺, 金华双陵寺, 宁波雪斗寺, 台州国清寺, 福州雪峰寺, 建康陵谷寺, 苏州万寿寺, 虎秋寺等位产愿时察。 至此, 丛林至渡岁变形于江南, 历久不衰。 丛林规模, 初时较小, 于疑似之中, 仅有方丈, 法堂, 僧堂及了舍。 以助持位一众之主, 尊位长老, 居于方丈。 初步立佛殿, 为建法堂, 后世乃立佛殿。 所有禅重进入僧堂, 依借辣之酒竟安排位赐, 并施行普及体劳动, 无论上下, 均需参加生产劳动以自己。 幼稚食物, 食职, 称为疗舍, 每舍有首领一人。 于从灵卫舍之前, 寺院首脑为三纲, 即上座, 寺主, 为那, 都为那, 皆为领导大众维持刚纪之职僧。 继社之后, 古归所载之职士则有首座, 殿主, 藏主, 康主, 典座, 为那, 兼院, 侍者等名物。 后世从灵组之日渐庞大, 各四家封不同, 住持者多因时质疑, 自立职士, 名物层出不穷, 禅院清规所载从灵直视之名物集二十安种。 从灵制度自宋代以来, 少有更改。 今日所行者, 系根据元代赤修百丈清规, 更有增益, 系分其值别, 可达八十种之多。 盖从灵直视人员之多寡, 各依其规模建置大小而顶。 疑似之中, 方丈为禅灵正寝, 住持所居之处, 故称住持为方丈, 又住持为全四诸堂之头, 故又称堂头和尚。 住持之下, 设有东西两句。 西絮之重要之事为首座, 吉谷之上座, 西堂, 后堂, 堂主, 书记, 知藏, 藏主, 知客, 辽园, 云蕊堂首领, 等。 东旭为奸院, 吉谷之四主, 俗称当家, 父寺, 知库, 为那, 月仲, 侍者, 庄主等。 凡此, 均为一安丛林所常设者。 此外, 夜之各专于遗物者, 有饭头, 菜头, 火头, 水头, 碗头, 行糖, 钟头, 骨头, 门头, 圆头, 芋头, 知玉, 青头, 镜头, 塔头, 塔主, 树头, 巡视山林, 栽植树木, 柴头, 摩头, 茶头, 探头, 炉头, 锅头, 桶头, 灯头, 巡山, 夜巡, 香灯, 丝水, 禅堂专任, 照课, 听用等。 以上各种执事, 以等级分, 可统称位知事人员, 一级, 主事人员, 二级, 集头事人员, 三级。 规模较小之丛林, 即以主事间知事。 规模较大之丛林, 组之完备, 内部分工圣系, 执法, 轻规, 圣言。 方丈之下, 基本组织有四, 即所谓, 四大堂口, 一, 禅堂, 未从林之中心。 二, 客堂, 职司接待客人及内务。 三, 库房, 掌管收租及购置物品等事。 四, 医疗, 住持方丈之事物所。 或为四大堂口只为纳疗, 课堂, 库房, 医疗。 重要事物则由住持会同手座等班手及四堂口之上手共益进行。 此外有手座疗以安置上座民宿, 有试者疗以安置初学新餐, 有行者疗以安置杂物行者及同行, 有重疗, 云水塘, 以临时接待过往蝉纳, 又有蒙堂以安置之士职森以上之退职人员, 有丹辽以安置副四以下之退职人员, 有严寿堂以安置老病僧人, 有庄田以公蝉重从事生产。 各堂又各立规约, 以资遵守。 丛林之种类, 据五灯会圆卷十五至门光座禅师条所举着有四, 及, 一, 沾潭丛林, 二, 荆棘丛林, 三, 荆棘丛林而有荆棘围绕, 四, 荆棘丛林而有荆棘围绕。 此系依据丛林周围所种植之树木已分别之, 现今之丛林, 以其住持传承方式不同, 又可分为子孙丛林, 法门丛林, 十方丛林两种。 自宋代起, 丛林即有甲乙徒弟院, 十方住持院, 赤叉住持院等三种分类。 其中, 甲乙徒弟院系由自身所度之地子依序传承, 略称为甲乙院, 十方住持院系请诸方民宿住持, 略称为十方院, 赤叉住持院系由朝廷给谍任命住持, 略称给谍院。 甲乙徒弟院采施资乡臣之世席制, 故又称制度丛林或子孙丛林, 十方住持院之住持由官吏监督选举, 故又称十方丛林。 后世大体言用此等制度, 并无太大变动, 为已无斥差住持院。 另外, 十方丛林依住持继承制度之不同, 又可分为选贤丛林与传法丛林。 如正将金山寺之住持, 及依法系相传, 称为传法丛林, 宁波天同寺自清末祭禅, 静安, 众兴后, 改为十方选贤制度, 称为选贤丛林。 民国十三年, 1924, 厦门南普陀寺改子孙丛林为十方选贤丛林, 及依天同寺之选贤方法, 定例, 十方常住规约, 二十条, 并规定选举法, 住持任期及进退院等手续。 四种选举制度成为丛林住持史上之心游。 民国以来之大丛林, 以金山江天寺, 高明寺, 宝华山龙昌寺, 郊山定会寺, 七峡山七峡寺, 常州天宁寺, 宁波天同寺等教为著名。 至于台湾之寺庙, 多位子孙庙形态, 少有以丛林形式皆重形化者。 有关丛林中之形式及古德风规之禅宗典集集多, 除各种高僧传, 僧宝传之外, 各类之清规亦未了解丛林形态, 内含之重要资料, 其较重要者, 除上举之百丈清规外, 另有入中日用清规, 入中虚之, 禅灵备用清规, 患住清规, 丛林两序虚之等。 此外, 道荣之丛林盛世, 惠宾之丛林公论, 惠宏之临间路, 静善之禅林宝训, 吴运之山安杂路等, 亦为此类有关丛林形式之重要文献。 杂阿含经卷二十五, 宋高森传卷十二, 景德传登陆卷六, 卷二十六, 丛林孝定清规总要, 禅林类聚卷九, 规境文, 宗泽, 禅林宝训念诵, 禅林向契监区借门, 厦门南普陀寺至, 参阅, 佛教教制, 两千六百八十三, 禅林职位, 六千四百六十六, 批六千五百五十二。 丛林大学, 原名佛光山丛林大学院, 民国六十二年, 1973, 秋, 星云大师创立于高雄县佛光山, 六十四年, 远月更名为丛林大学, 设有教理, 实践, 教化, 艺术, 语文等学院, 分设阿韩, 维时, 天台, 华言, 班若, 三论, 冷言, 佛史, 禅学, 净土学, 律学, 真言学, 社会福祉学, 部教学, 教团形政学, 寺院住持学, 雕塑, 绘画, 泛北, 建筑, 佛学英文, 佛学日文, 巴历文, 藏文等二十五科, 后因教育部反对宗教教育用大学之名, 岁于六十六年秋更名为, 中国佛教研究院, 下设专修, 研究二部, 专修部位大学课程, 研究部位研究所课程, 院长为星云大师, 批六千五百五十四 丛林公论, 全一卷 南宋者演会兵传, 宗会作序, 宋纯熙十六年, 一千一百八十九, 刊顶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三册, 细评论古今禅林之文是, 乃有观是如之随笔论集, 凡七十余相, 一万余言, 禅集至卷下为本书之内容研究精密, 实践高明, 论点公允, 且其续文艺堪称绝唱, 为书中所举先如文词之德诗, 颇有不当之论, 批六千五百五十五, 丛林房主, 学林房主, 与, 学寮房主, 之对称, 纸篇于僧堂修行而书于佛法义理研究之僧人, 义为不通事情之禅僧之辩称, 批六千五百五十五, 丛林两序须须之权益卷, 明代森肺影通融,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一, 传, 法四百痴行原编, 收于兰环绀藏第一十二策, 本书内容包括总影, 西序, 东序ög肯要分, 西堂通用, 二, 书记须之, 三, 葬主须之, 四, 知刻须之, 五, 玉主须之, 六, 方丈事则须之, 东旭幼分,一,兼四虚之,二,为纳虚之,三,复四虚之,四,点坐虚之,五,直岁虚之 批六千五百五十五 丛林孝定清规总要,凡二卷 幼座贤纯清规,物周清规,孝定清规 宋代僧后胡为缅编,渡宗贤纯十年,一千两百七十四 成书,元氏祖至元三十年,一千两百九十三,堪行 收于万绪葬第一一二册 本书系将百丈古清规以将之禅门诸种清规,参效其一同,去无存经而重编者 卷上包括,告香,一介,初班烧香之徒,告香,普说,立班之徒,等三十九项 卷下有,上堂,普说,小餐,告香,入室,请义,等二十项 其第二十项为无量寿禅师日用小清规,入众日用清规 批六千五百五十五 丛林盛世,凡二卷 宋代森古月道荣传,宁宗庆元五年,一千一百九十九,堪行 收于万绪葬第一四八册 本书系道荣为有见贤思其,为宗宏法治相之学人所作, 记录其平日于丛林之所见所闻,及有关 古经诸禅师,居士之家言善行 内容包括陈大清参黄龙,佛印杰东坡玉带,宝风祥插手, 朴慈文,醉眼印,银杨郡王等,继一四一项 有著是书丛林盛世别考一卷,其作者不详 批六千五百五十五 丛规,丛林清规之简称 为僧众行,住,做,卧生活之准则 盖印度森尼以戒律为生活规范,我国森团除戒律外,并制定其他若干约束森尼言行之清规 据梁高森传卷五载,东进道安首次制定森尼规范佛法宪章,包括行相定作,讲经之法,长日六时行道饮食畅食法,不萨差时回过法等 唐代后其淮海制定百丈清规,经元代奉斥重修,称斥修清规 其他如备用清规,日用清规,禅院清规等,皆细记载从林规至之书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参阅,清规,四千六百七十二,批六千五百五十五 戴奎,东进画家及雕塑家 乔国智县,安徽薄县,仁,自安道 秉性高洁,博学多才,常以情书自娱 善化人物,山水,走兽,宗教化,雕塑之造亦游生 曾历十三年,完成木雕杖六高之无量寿佛及邪士菩萨像 安置于慧姬山英灵宝寺,后此像大放光明,到俗西发菩提心 又为瓦关寺塑造五世佛,与顾凯之所慧为摩羯像壁画 狮子国,西兰,赠送之欲佛,在当时并称为三绝 此外会有文书菩萨之壁画,家谷处,处女图 孙硕世相,胡仁,圆图,孔子弟子图 金人明,五天罗汉图等 其著作竹林七贤论二卷,戴奎及九卷 君以一诗,论姬善姬恶之,是一论 收载于网红名集卷二诗 其他作品三件 与语文卫剧,全景文等 梁高森船卷四支盾船,法院朱林卷十三 辩证论卷三,试说新语卷三 批六千五百五十六 带静千三百八十八一千四百六十二 明代画家 张前唐人 自文静,一名文静,号静安 别号玉泉山人 精通绘画,又是要成,极长,的诸家之庙 以模拟马远,下归之画居多 除擅长山水外,凡人物,神鬼,花果,灵毛,走兽,巨颇精致 而神像之威仪,鬼怪之勇猛,依闻色色,众轻纯熟 更不下唐宋仙贤 画道,试图有喜用铁线苗,易用蓝叶苗,其苗法则残头鼠尾,行笔则顿挫分明 盖用蓝叶苗而稍遍其法者,自是绝技,远出于南宋以后诸人之上 P6556 带亚南达沙热斯婆的 Denandasaurus Fat, 1824, 1883,原名穆拉桑杰罗,范MLAA Cara 为印度教改革家 属婆罗门种,家境富裕 年轻十座游方森流浪各地 1848年参加商劫罗系之沙热斯婆的交团,从而取得,戴亚南达沙热斯婆的,之法名 1860年从具有宗教改革思想之盲学者皮罗舌南陀,范弗莱南达,学泛文与古代经典 1875年创立亚利安社,奉贝陀为最高权威,反对偶像崇拜及祭祀,批判基督教之上帝说 并于进行印度教改革之同时,从事社会改革 主张宗教应为社会利益服务,立唱普及民众教育,发展民族语言,提高妇女权力,破除种性隔离,改善建民处境,而受到殖民当局与正统印度教之迫害,后遭毒杀 其注作有真理之光,废陀驻等 P6556 代传贤,1890、1949,祖籍浙江无星,生于四川广汉 自祭陶,选堂 毕明天愁 法明不空,不动 晚年号校园 曾任考试院院长 为民国以来佛教界之大护法 综观其一生,于政治、佛教、社会之影响颇具 北法以后,曾大立足之妙产心学之风 918事变后,会同蒙藏佛教领袖 启见仁王护国法会 药师佛七法会 十轮金刚法会等 领导全国善性发愿救国 先后撰写班若波罗密多门论诵 仁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诵 仁王护国法会发愿文 药师佛七法会发愿文 报恩十八宋等 并日诵仁王护国五大部金刚菩萨陀罗尼 以为常可 是身性佛法 始至革命 每以国父革命之宗旨 与佛教六度教义 并无二制 是知国人 民国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于河南佛学社讲演 振兴中国与振兴佛教 四年 于中央广播电台讲 中国之宗教改革与救国事业 针对政府对佛教之政策 对蒙藏等边疆的趋之宗教措施 提出五大根本问题之主张 对当时中央决策之考虑 颇具启迪之功 此类论说均收载于 带记陶先生佛学论集中 P6557 举禅灵用语 举起举出之意 为禅禄记载禅师提示组录公案 或提起全棒以启发学人时之用语 又从提示畅道之意而言 有举相 举式 举念 举唱 举似 举着等用语 此外 相学人举式古则 称为举古 举则 举式画头公案 称为举化 碧言录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零上 举两五地问达摩大师 如何是圣地第一亿 摩云 阔然无圣 又仅得传灯录卷五至长条 大五一 二三九中 祖曰 彼有何言 如是举四于五 与如正名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下截腊章 无门关第十三则 连灯会要卷七 批六千五百五十七 举意全收 又做举体全收 举体全摄 为举意法而收一切法 以此一法及具有一切法之通信雇 华言五教章卷四 大四五 五零一下 三信一记 举意全收 批六千五百五十七 举意名三 禅灵用语 未知解敏锐 是一级能之三 禅宗以此语显示灵力之机用 闭言路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零上 隔山见烟 早知是火 隔墙见脚 便知是牛 举意名三 木鸡珠两 闭言路第九十七则 批六千五百五十七 举意必珠 举明显提出已皆是其意 必该设涵涵盖之意 诸众多之意 即于解说某种意理或表达某种概念时 仅举是其中一项足以作代表性之名项而涵盖一切同类之语义 如诸经论常用诸法识相 易语来表示一切万法真实之体相 平等实在而不变之理 其识相 即是用来涵盖实性 实体 实力等诸多之同类语义 法华文句卷三下 大三四 四三中 故彪彰云诸法识相也 利益应言诸法识性 实体 实力 乃至应言识究竟等 但略举一耳必诸耳 批六千五百五十八 举手低头 位于佛前举一手 或为低其头 表示尽礼 此系礼法中之亲者 法华经卷一方便评 大九 九上 或有人礼拜 或复旦合掌 乃至举一手 或复小低头 以此功养相 渐渐无量佛 自成无上道 批六千五百五十八 举相 禅灵用语 指提示 倡道祖陆公案 他如举式 举唱 举四等 皆同此语 景德传登陆卷八则川和上章 大五一 二六 一上 居士 喝云 遮五里 以老汉 呆我一一举向明眼人在 批六千五百五十八 举四 禅灵用语 四 游试 为一言语提示骨则 或以物试人 宋代诗人苏氏有诗云 万絮一三七 一五九下 西身便是广长蛇 山色起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计 他日如何举四人 加太普登陆卷二十三 批六千五百五十八 举则 禅灵用语 又作举骨 举 举唱之意 则 指本则 公案 首作于法战时 读唱本则 称为举则 参阅 法战 三千四百二十五 批六千五百五十八 举哀 禅灵中 愈和尚千化 于佛世中了后 众僧于其勘前 同声举唱 哀 哀 哀 三生 此一藏事 称为举哀 又称为举哀佛世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上 助持章 大四八 一一二八中 主丧白云 堂头和尚规计 礼和举哀 举佛世霸 举哀三生 大众同哭 小失烈目下哀气 又举哀一语及其行事 意见于梁书 随书 通典等我国古代之史书 故知此一藏是自古意为世人所用 原物佛佛国禅师与陆卷二十 从灵时移略清规 禅灵向气尖丧剑门 P6558 举哀佛 为禅宗应激皆悟之法 哀 只发出赤之声音 及禅师为开导学人 不以言语或文字表示 而用赤喝之声以破除其邪剑 六响 故称为举哀 P6558 举经 只读经时 使唱读诵之经名 提号 又只唱经名之人 习时以莫读为主 故无须举经 经已为那私此职 又唱经名之方法 称为举经法 即闻大庆三生 为那和长并朗生唱经题 此外 举行法会之计 为那使唱经 即等之首句 以引导大众唱和之调 称为举声 举腔 又做经头 举头 P6558 举赞 读诵经典前 为赞佛而唱赞文 称为举赞 如香赞 结赞等 黄博清规 助理章一大八二 七六六下 唐头申座 诸圣下座 同大众登大雄殿 众举赞 唐头上香 大战九败 P6559 执恶人应 密教欢喜母 犯HRT 因义和利地母 三应之一 以右手母指 碾于无名指甲之上 每送真言一遍 即一度直向彼恶人 P6559 百派 为我国云南南苍江下游地区小城佛教教派之一 主要流传于佛海一带 以松列混佛爷为首 并以混佛寺为信仰中心 本派初吴佛寺 仅于山林中搭草棚以带之 孙吕君远离村寨 隐居于森林中 晨起进村化园 每日仅时一餐 以己皮胃垫 树皮胃背 石头未枕 生活倾苦 终身独处 P6559 百孙派 为我国云南南苍江下游地区小城佛教教派之一 又称田园派 其戒律教百派松弛 寺院皆建于寨中 主要流传于车里一带 当地歹族信奉此派者占优势 P6559 百庄派 为我国云南德红地区歹族小城佛教宗派之一 又称耿隆派 本派归信者最多 信徒无需严格遵守五界 僧侣教皆分夹背 赵商 赵门 赵及四等 夹背未出入寺院学习文字及三规一 五界之儿童 赵商未夹背经过正式佛教晋身仪式后之初及僧侣 赵门系能遵守佛教教规 严学佛经年龄二十岁以上之中级僧侣 赵即位寺院之最高领导者 由赵门升任 虚精通佛经 虔诚于佛教事业 P6559 断门魔 指灵中之苦 又作断门魔 门魔 泛与marmor之音意 意意死血 知节 死节 为人身体中特殊之部位 此部位若遇伤害 则起剧痛而致死或发狂 故断门魔即隐身为灵中时所受之极大痛苦 于三戒之中 色戒与无色戒并无此种断门魔之苦 仅欲戒有之 然在欲戒中亦非每一道 去 君有此苦 大皮婆沙论卷一九零 大二七 九五三上 于欲戒中 地狱无断门魔 以恒断固 放生 恶鬼有断门魔 人中三洲 非北居如洲 欲戒诸天亦无断门魔 比非恼乱业果 据舍论卷十 顺正理论卷十 卷三十五 据舍论记卷二 玄印英译卷二十三 批六千五百五十九 断符 为制伏并断除烦恼 断灭除烦恼之种子 符 指制伏烦恼之现形 又就 断除烦恼 与制伏烦恼之先后次第而言 通常系先制伏烦恼而后断除之 批六千五百五十九 断肉 范语MSA BKA FINIFTTA 即净断肉食 依小成律 比丘可食不见 不闻 不宜之三种净肉 燃鱼饭网精 涅槃精 伦家精等大臣经典中 因其教理系以大悲心为主 食肉则违反大慈悲之精神 故严禁一切肉食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四 大一二三八六上 善男子 从今日史 不听声闻弟子食肉 若受谈乐信师之时 应观事实如子肉想 家业赋白佛言 世尊 云和如来不听食肉 善男子 夫食肉者 断大慈肿 家业又言 如来 何故先听比丘十三种净肉 家业 是三种净肉随事建制 饭网精卷下 参阳素食四千两百七十八 杀生四千六百五十五 批六千五百六十 断剑 饭与 阿基达 迪埃 巴利与 阿基达 迪埃 又称断灭论 二剑之一 为 长剑 之对称 即偏执事 兼及我终归断灭之邪剑 盖诸法之因果各别异附相续 非长亦非断 直断剑者则为直于一边 为无因果相续之理 世间即我仅限于身之意其 死后即归于断灭 主张此等断剑者 如妇兰娜家业及为无善 无恶 亦无善恶之报 被称为断剑外道 属外道十六宗之一 畅虚无主义者 亦属断剑之一例 所谓断肠二剑 细概括而言外道之种种偏剑 据大皮婆沙论卷200所在 诸二剑去虽有多种 皆不出有剑 无有剑二剑之中 有剑即止长剑 无有剑即止断剑 以此二剑皆为边剑 故事尊主张离长离断 而取中道 又巨大制度论卷二十六载 断剑有二种 一位无后世受罪服苦乐之国报 一位一切法皆空 即堕于空剑者 对于此等边剑 经论中多主张以空观对置之 如成十论卷十边 剑品为正修习空 则无我剑 以灭我剑 遂断二边 杂阿含经卷三十四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七 大皮婆沙论四十九 卷七十七 瑜伽师的论卷七 卷五十八 佛性论卷一破外道品 成为十论卷六 参阅六十二剑 一千两百四十一 断灭论六千五百六十五 批六千五百六十 断世沙门 僧官之一 右座断世比丘 及交团中处置僧尼 触犯刚技之僧直 断世 一指裁决事件 继续高僧传卷二十一载 北齐十次令精通律范之洪尊位 断世沙门 专位判决五众有违法犯罪及证诵之事 以诉证教戒僧尼 大宋僧十略卷中 参阅僧官 五千七百三十一 僧刚 五千七百四十七 批六千五百六十 断合 有仲裁 合适老之义 即双方真值不下时 由第三者居中调解 使双方和解 必沿路总电超四十二 批六千五百六十 断绿仪 泛语 Pri S.A.F.R.R. 未语久无见到 共生之净绿绿仪 定共戒 即无漏律仪 道共戒 即止与有漏之位置定中之九无见到 聚生之净绿绿仪 即与无漏之位置定中之九无见到 聚生之无漏律仪 其中 与前八种无见到聚生之二戒 能断除欲戒生起之烦恼 与第九无见到聚生之二戒 能断除欲戒生起之烦恼及恶戒 故特称谓断绿仪 断绿仪系于净绿 无漏二种绿仪之分位上所立之名称 并无别体 与别解脱绿仪 净绿绿仪 无漏绿仪等 合称似绿仪 大批婆杀论卷一一九 巨舍论卷十四 批6560 断苦法 指断苦恼之法 即永断轮回之苦 而得最后解脱之教法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批6561 断食 即为其愿或成就修行 而于特定其间内断绝饮食 印度自古即行断食法 本位于家派或其他苦行外道狠法之一 而后佛教义采用之 由其密宗之修密法者 为表示诚心及保持身体清静 皆实行断食 以避免诸会晤 据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卷中载 修行人若欲求息的 必先具持八戒 或于二三日断食 又断食并非令其心静 乃为使修法者成就其修行时 避免生内之食尿 剃拓等各种臭会晤之流出而熏污 断食亦可疗病 据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一载 大二三五零九中 穆连问其婆曰 弟子有病 当云何至 其婆答曰 唯以断食为本 近代欧美兴起断食之热潮 虽涉及宗教之因素甚少 然断食能治病及开发生命之潜能 则属食时 又断食其间之长短 因人而异 其种类异很多 有断盐分之盐断 断食古物之古断 为食果食之木食等 陀罗尼吉经卷十一 妙碧菩萨所问经卷二 世事要揽卷上 大唐西玉记卷九摩阶陀国条 真元新定士教目录卷十四 P6561 断九肉文 全一卷 南朝两五地转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廣 宏鸿明集卷二十六 律法中向无断肉 忏悔食肉法等戒条 又汉代乙匠 僧徒的十三禁肉 且未绝对禁杀 五地自觉未亡者有弘扬佛法之责 乃依食善戒 南本大班涅槃精卷四之四香品等经文 而作此文 为食肉者将断大此种 呼吁僧尼禁断九肉之欲 并批判当时僧众之形状 列举不如外道者有九相 不如再加重者亦有九相 捍卫两境南北朝佛教史 第十三章 汤永童 P6561 断扇根 略作断扇 依上品 高程度 之邪剑 否定因果 称为断扇根 根位诸善所生之音 巨巨 巨巨蛇论卷十七载 其上品之邪剑 否定因果之礼时 仅断欲戒身的 与身具有者 知善根 且九品 九阶段 知善根系有九品 斜剑逆顺相对 剑刺而断 并非一时之间断断 虚弥四周中 除北巨卢洲之外 其余三周之人皆有此断善根 断扇根后 若能对因果道理之有无再提出疑问 或其正见而肯定因果 则善根仍然可得 此称序善根 又称序善 另据于佳师的论卷义所在 断扇根仅断现行之善根 而非断尽善根之种子 大乘佛教主张 义产提位否定因果者 故意称断善根 法治论卷二 巨舍论卷十 顺正理论卷九 瑜伽论计卷一P6561 断善产提 即止不信因果而起邪见 断绝一切善根之颠倒众生 产提 为一产提 范利康蒂卡之略称 只担免 执着于世俗之欲乐 而不知心求出离之道之有情众生 常被视为永不能成佛之积类 然诸经论及各宗派对于产提是否可成佛 众说分云 弃今未有定说 据成为实论掌中书要卷上本载 断善产提乃三种产提之一 此类众生虽难其成佛 若知佛之威力 发菩提心 亦可达于涅槃解脱境界 故属 有性产提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六 卷三十二 大臣入伦家经卷二 华言五教章卷二 参阅 亦产提 八十五 批六千五百六十二 断图 为禁决屠杀处类 是在我国断图之志 起于唐高祖 出断屠杀以顺杰令 或于帝王生日下诏断图 以偿福德 后佛法兴隆 于斋月斋日 帝王常下诏断图 断图日非为不杀畜生 国义不行行 批六千五百六十二 断或 泛语Cliapriate 或 为烦恼之别称 即依有漏道 无漏道之力断除烦恼 便或障不升起 又作断结 结始 为烦恼之一名 断障 离染 由无见到能断除烦恼 由解脱到能正的涅槃 菩提 知真理 两者何称为断或正理 略称为断正 不派佛教系以断净烦恼 悟得阿罗汉果为目的 故于 见到 断除思想上之错误 知识上之迷惑 即迷离惑 或称见惑 于 修道 断除人性根本属于情义之恶德 即迷失惑 或称修惑 因见或能在短期内速断 修或则需长期修行 使能次第断除 故断见或称为断断 断修或称为剑断 断烦恼有两种 一为圣者生起无漏制 彻底断除烦恼之种子 使不再生起 此称无漏断或必进断 亦为凡夫修有漏之六行观 相对观上地与下地 而断下地之烦恼 或压抑烦恼之现行 此称有漏断或损服断 又依据舍论卷二十亿载 所有存在之事物 十八戒 由断或可分三断 其以见到断者 称为见所断 又作见到所断 见断 以修道断者 称为修所断 又作悠道所断 修断 如无漏法 亦可不断者 称为非所断 又作非断 如何断烦恼 有四种情形 此断或四因 其中 前三者系断 见或之因 后者系断 修或之因 见或有苦 即灭 到等四地所断之 其四地有 有二 苦 及二地下有 自戒原或 他戒原或二者 灭 到二地下有 有漏原或 无漏原或 二者 表解如佐 一 辩 辩之断 其断除 辩或之苦 即二地下之自戒原或 与灭 到二地下之无漏原或 自戒原或 自戒原或 细景以自己所住之境界为对象而起之或 无漏原或 无漏原或 则为以无漏法之灭 到二地为对象所起之或 此二或均为迷于四地里之或 故若辩之各所愿 所迷之对象 之里 则或即可断除 例如 苦地下之或 由辩之苦地之里而断 及地下之或 由辩之极地之里而断 二 能愿断 即断除苦 及二地下之他戒原或 例如在御戒者 以色戒等为对象而起或 为他戒原或 他戒原之或 为自戒原或之所愿 故断能愿之自戒原或 则所愿之他戒原或 自意断除 三 所愿断 即断除灭 到二地下之有漏原或 有漏原或 以无漏原之或 未所愿 故断所愿之无漏原或 能愿之有漏原或 亦自然断除 四 对至断 即止修或 为以对至道断除之 在酒的各酒品之中 上上品之或以下下品之道 能对至 下下品之或以上上品之道 能对至 断或依其性质 复分为二断 一 自性断 即如烦恼本身 其性质染污者 若自体不再起 则能自然断除 二 原复断 又作所愿断 离复断 如有漏善或色法等 由于成为其烦恼之对象 而为烦恼所束缚 故并非断其自体 而系断除能愿能复之烦恼 使得解脱 大乘为实宗主张 大乘为实宗主张 以邪施 邪教 邪思维而起之分别起烦恼 为见所断 与生俱来之烦恼 及俱生起之烦恼 为修所断 断除 断绝 转 中 准复 整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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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伏烦恼现行,而不能断其种子。 因此,据舍宗主张有漏,无漏之无见道皆能断或, 称为断道,相对于此,为时宗主张家行制与有漏道是浮道, 并非断道,但根本制,后的制与无漏道是浮道亦是断道, 断道未对制道,即断烦恼之道。 成为时论卷八并提出自性断,离腹断,不生断等三断说, 依次能断除染污,有漏善与无腹无忌,诸恶趣与无想定。 成为时论了一根卷五则举出四断说,即自性断,相应断, 指其自体虽非染污,但因与烦恼相应而成为染污之有漏八十等, 一旦断除相应之烦恼时,即可从烦恼之细腹中解脱, 原副断与不生断。 此外,三论、华言、天台等宗主张, 所有存在之真相未觉悟之本体, 虽言断烦恼,但毕竟仍是无断。 密教则认为显教之断或,乃是一切烦恼为过患, 祸害,即修道而以始觉之之断除之, 此为过患断,密教之断或则是烦恼与本觉之得无二, 故悟其本无,本来即无,即为断烦恼, 称为功德断。 大批婆沙论卷五十一,卷五十三, 巨舍论卷十六,卷二十五, 顺正理论卷六,成为十论卷十,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四,卷五十九,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九, 大臣一章卷九, 参阅四地,一千八百四十, 断道六千五百六十五,批六千五百六十二。 断恶修善,又作止恶修善, 即断除恶业,修习善法。 圣君明王四十八识者秘密成就仪轨, 大二一,三三下,明王四红怨云, 见我生者,发菩提心, 闻无名者,断恶修善, 闻我说者,的大智慧, 知我心者,即生成佛, 批六千五百六十四。 断智,能断除烦恼等劫腹之智慧, 即止佛智, 阿皮弹心论卷二, 大二八,八一七下, 永静无余, 未知断智,大臣一章卷十三, 大四四,七三六中, 烦恼净触,明知为断。 断世智果, 菩萨触胎经卷一批六千五百六十四。 断缘, 为天台宗所说缘教八义之一, 其义有二, 一,为一断一切断, 即断除一祸则断除一切之祸。 二, 以, 不断之断, 未知断缘。 盖于天台宗所判立五十八教中, 原教乃, 画法四教, 之一, 此教系佛陀未皆化罪上立根之人所说缘荣相及之教旨, 故多数不可思议之书胜地理, 为令世人了达此原教教旨, 天台宗至义大师遂于四教义一书中以教, 礼, 至, 断, 行, 未, 因, 果等八义来产说之。 四教义卷一大四六七二二中, 断缘者, 不断而断无名或也。 参阅, 八元, 两百九十八, 批六千五百六十四。 断缘德, 未如来三种缘德中果缘德, 果得缘满之功德, 之一, 未如来断尽一切烦恼之功德缘满, 又分四种, 一, 一切烦恼断, 只断除染污无知之烦恼障而得则灭, 二, 一切定障断, 只断除不染污无知之定障, 而得非则灭。 三, 必进断, 只断除前二障后而不退。 四, 并习断, 只前二障之习气并断。 据舍论卷二十七, 参阅, 三德, 六百六十八, 批六千五百六十四。 断灭论, 又做断剑, 即主张众生死后完全断灭。 为印度外道所执六十二剑中, 依后继, 未来, 而其之分别剑。 既有七种断灭, 故又称七种断灭论, 七断灭论。 即为此四大, 六入父母所生之身为无常, 死后终归于断灭。 父为生于欲戒天, 色戒天, 无色戒空无边处, 时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等六处, 则报禁之时皆归于断灭。 此说相当于外道十六宗中七式断灭宗之主张。 长阿含卷十四梵洞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九九, 参阅六十二剑, 一千两百四十一, 断剑六千五百六十, 批六千五百六十五。 断辩之, 又作断之。 为周辩了之四地之境, 由此而断除剑, 修而获。 即于果, 断, 负乙因之名, 称为断辩之。 断辩之以责灭味体, 共有九种, 称为九辩之, 其中, 系属于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之见地所断之烦恼等, 其断有六种, 三界之修道所断之烦恼等, 其断有三种。 六辩之为, 一, 欲见苦及断结境变之, 止欲界系, 系属于欲界之法, 知苦及二地下之见或等之段。 二, 欲见灭断结境变之, 止欲界系之灭地下之见或等之段。 三, 欲见道断结境变之, 止欲界系之道地下之见或等之段。 四, 欲见苦及断结境变之, 止色界, 无色界之苦及二地下之见或等之段。 五, 欲见灭断结境变之, 止色界, 无色界之灭地下之见或等之段。 六, 欲见道断结境变之, 止色界, 无色界之道地下之见或等之段。 三, 欲见道断结境变之, 止欲界系之修道所断之烦恼等之段。 二, 色爱结境变之, 止色界系, 系属于色界之法, 知修道所断之烦恼等之段。 三, 一切结境变之, 止无色界系, 系属于无色界之法, 知修道所断之烦恼等之段。 据色论卷二十一, 品类足论卷六, 参阅, 九辨之, 一百五十二, 辨之, 五千六百一十六, 批六千五百六十五。 断道, 泛语Pri, MRGA, 只能辅断, 离灭或障之道力。 又称灭道, 对治道。 此, 断, 非为断灭或障, 乃含有福, 正之以。 加行, 无鉴, 解脱, 圣境等四道中之无鉴道, 即称为断道。 依小城据舍论之说, 断道细止有漏即无漏之无鉴道, 其中, 鉴道为是无漏, 修道则通有漏, 无漏二种。 据舍论卷十七, 大二九, 九一上, 道能正断, 即能断或, 的断道明, 即无鉴道, 盖正断, 即正的责灭, 断尽烦恼而显力, 断或, 即断除烦恼。 以无鉴道即可断除能复之烦恼, 赋予所复之法上正的责灭, 故称为断道。 若于解脱道, 则仅需正, 而无需断。 有漏道之断, 具有一手果, 等流果, 离戏果, 适用果, 增上果等五果, 无漏道之断不招一手果, 故仅具其他四果。 又依据舍论光计, 断道之断有二意, 即所振之断, 与能除之断。 为时宗则为断有三意, 即一, 不须之意, 为由无漏道断其种子, 不令相须, 又由有漏, 无漏道之力, 扶其现行, 不令相须。 二, 除害之意, 为由无漏道断除烦恼, 所知二障之种子, 并依有漏, 无漏道之力, 阻碍二障之现行, 不令生起。 三, 不生之意, 为体性能障法, 不令生起。 又断道与浮道之区别, 即断道能永断烦恼, 所知二障之随眠, 有漏道即加行至绝非断道, 福道能扶二障随眠之势力, 令不引起二障现行, 通有漏道, 无漏道即加行, 根本, 后得三志, 随其所应, 能见福或顿福或障。 盖为十宗主张, 有漏道与加行至仅能扶道而不能断道, 无漏道与根本至, 后得至则既能扶道又能断道。 据舍论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成为舍论卷十,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二, 大乘法院义林张卷二末, 参阅, 断获六千五百六十二, 批六千五百六十五, 断漏, 即断绝烦恼, 漏, 为烦恼之意, 批六千五百六十六, 断记禅师晚林录, 请参阅晚林录。 断记禅师语录, 请参阅黄博断记语录。 断仪生性, 只断除疑或儿性十相之妙理。 天台宗位如来以全十之二至为妙能, 而以本门之法华经具有断仪生性之慎用。 法华玄义卷九下, 大三三七九七中, 经经用佛菩提二至, 断七种方便罪大无名, 同入原因, 破直径之情, 身本地生性, 乃至等决意令断仪生性, 如是慎用其同众经耶, 批六千五百六十六。 断诸法胡以法经, 请参阅虚真天子经。 断头罪, 即菠萝仪罪, 为戒律之根本及恶戒, 止犯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等波罗仪罪之出家人, 无分道果, 必施其比丘, 比丘尼兹格, 并自教团中被放逐, 勇气于佛门之外, 以此罪如同断手之行, 故称断头罪。 四分律卷仪, 参阅, 波罗仪, 三千四百四十二, 批六千五百六十六。 断壁, 为我国禅宗二祖会可断壁以示求法决心之故事。 据景德传登陆卷三, 传法正宗纪卷五, 卷六等载, 会可谓德法前, 出名神光, 于正光元年, 五百二十, 十二月九日访松山少林寺菩提达摩, 恳请施世求法, 然达摩始终端坐面墙, 未曾与之言谈会立, 神光未表示求道之至臣, 遂中消利于雪中, 至天明, 达摩仍未许已入世, 神光乃自断左臂, 以示求道之决心, 中蒙达摩皆化。 此一断壁求法故事传为禅陵美坛, 禅宗典集多余记载。 在日本, 禅陵美于十二月九日即悬挂会可向于坛上, 备办工具, 众僧自八日起彻夜坐禅, 至九日早朝开大禁止, 并于早客县周诵经, 称为断壁会。 旭高森船卷十六, 祖堂集卷二, 天圣广登陆卷七, 武登会员卷一永平小清规卷下断壁会, 参阅, 慧可, 六千零二十三, 批六千五百六十六。 断断, 为四正秦之一。 为以起之恶法, 断除之后复身, 则欲加精进修行, 不使其身起, 断而复断, 故称断断。 四正秦三十七道秉中之第二行品, 即至至心以断懈怠, 方便精勤于断恶身善之四种修行方法。 杂阿含经卷三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一四一, 参阅, 四正秦, 一千六百七十九, 批六千五百六十七。 断离灭三戒, 即断戒, 离戒, 灭戒。 此三戒皆以无谓解脱, 则灭无谓, 谓体。 即与九戒, 爱, 慧, 慢, 无名, 见, 取, 以, 及, 谦, 之中, 离贪戒而得则灭, 称为离戒, 断除贪以外之八戒而得则灭, 称为断戒, 灭戒等所随增之事而得则灭, 称为灭戒。 此戏依据世俗之理而有三戒之义, 若约十亿而言, 则其体并无差别。 其中断, 离二戒由断烦恼而得, 灭戒系一灭获所愿之尽事而得。 以上为小臣之说。 此外, 三戒名义之解释有数种说法, 据大匹婆沙论卷二十九载, 有为一切行断顾名断戒, 一切行离顾名离戒, 一切行灭顾名灭戒, 或为爱截断者称为离戒, 无名截断者称为断戒, 诸于截断者称为灭戒, 亦有说若八戒即此相应并生等断称为断戒, 若爱戒即此相应并生等断称为离戒, 若诸于顺解法及此相应并生等断称为灭戒等, 又大臣为时宗则未断戒乃断剑道所断之诸行, 离戒乃离修道所断之诸行, 灭戒乃灭所依所舍之诸行。 杂阿含经卷十七, 大匹婆沙论卷二十二, 巨舍论卷二十五, 显宗论卷二十四,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七, 参阅三戒五百八十四, 批六千五百六十七。 断言, 又作言断, 一击禁断食言。 密宗行者修驱除诸读之秘法而持神咒识, 依经诡计载, 以不食言分为成就此修法的要点之一。 据阳语离童女经记载, 阳语离乃观自在菩萨化身之一, 以此尊位本尊之修法可驱除药毒、 咒毒、重毒、 魅毒等各种毒害, 然行者修此法时, 须先净断五心、 言、 有等。 其净断食言, 乃欲减低食欲, 令身中够逆减少, 而保持体内之清净。 五分绿卷二十六, 寄照唐古响及卷九, P6567。 藩, 范语Pathke, 英译波多家, 或范语Katu, 英译记都。 有座藩, 为惊奇之总称。 语、状, 具为供养佛菩萨等之庄言误。 习语于印度, 藩籍具有各种色彩, 而在我国随代, 藩之使用已十分盛行。 其形状细以三角形之藩头, 连接长形之藩身, 藩头下部及藩身之左右垂势翻手, 藩身之下部则垂势翻足。 此外, 造藩具有降魔、 岩寿、 离苦难等各种福德, 此于传几百元经卷七、 灌顶经卷十亿等均有记载。 藩之种类极多, 如依作用分, 有灌顶藩, 密教以藩触顶, 未能先受伦亡之灌顶, 终受佛位之灌顶, 续命神藩, 又作寿命藩, 乃言受其命之神藩, 建王藩, 又作命过藩, 即能令王者于中因身或福德而往生, 信藩, 信号之藩, 亭藩, 请语法等亭一中所用。 又依其造相分, 有五种奇藩, 即狮子藩, 莫杰罗藩, 龙藩, 接路图藩, 牛王藩。 依颜色分, 则有青, 黄, 赤, 白, 黑等五色番。 依植料分, 乃有平卷至成之平番, 丝线至成之丝番, 其他如金属, 玉石等至成之铜番, 玉番等。 另有一大小, 使用场所, 图样之不同而分者。 佛班尼环金卷上, 有布尼陀纳木的家卷五, 祖庭寺院卷三, 参月, 番, 5981, P6568。 梵与达巴, Dirasha, 又座, 木蜜, 木, 蜜香, 梅香, 俗称, 鼠神香类, 学名Pinus de Vodrasia, 或Avaria longefolia, 或Erythrocylens eteroxaloides, 其数高三公尺鱼, 皮青白色, 叶四怀而长, 略有娇气。 六月开系白四菊之花病结果, 果实如天了子, 手则破裂, 中有子五, 六颗, 黑色带如豆, 酸甜可食, 多食则嘴。 其根粗后, 砍伐后, 经四, 五年, 取其不腐坏处至沉香, 其味心温, 可避臭气及鬼施恶气。 树枝可供佛, 皮疾液鱼干后可焚香, 称为抹香。 另有日本所产之, 属木兰科之长绿木。 其学名为 与前者恐怖同科。 又有称英语者, 其夜四而稍后, 高约0.5至一公尺。 身于深山之阳的, 四五月请开花结果。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法华一书卷四下, 悬应应一卷七, 和汉三才图绘卷八十二, 乳味超卷一批六千五百六十八。 子, 只至于以前用以臣脚之小鸡。 右座凳子, 臣足床, 脚, 脚踏, 踏床。 法华经卷二则称为宝鸡, 摩赫森指律卷二十则未未臣足鸡。 此系佛应允诵经者, 可身高座, 唯应座狮子座上双足玄锤, 一身牢圈, 佛乃只是应座成足床。 而其座若不移动, 则可以带枝, 或用板制座, 或于板支四角各安铁环, 以方便提举移动。 有部皮奈耶杂式卷十四, 禅院轻规卷一副粥饭条, 禅陵巷契奸器器雾门, 参阅, 踏床, 六千一百八十五, 批六千五百六十九。 归一道, 清朝同志, 光绪, 一千八百六十二, 一千八百八十七, 年间兴起之秘密宗教。 盛传于河北, 山东之农村。 据传该教员自清初之先天道。 其历代祖师依序为赵万智, 李莲苑, 陈希臣, 张淑玲等人。 基本教义大致与一贯道相同, 但以结教为严格, 例如如速放生, 为教徒虚信守之教条。 该教宗旨在提倡如是道三教合一, 奉无生老母辞命, 返回原性, 脱离浩劫。 此外, 并奉四富阳帝君, 即出祖赵万智, 又名赵纯一, 亦称普渡佛, 富阳子, 达摩老祖, 观音菩萨, 释迦佛, 孔子, 老子, 弥勒古佛等。 修持法则包括如是道之行法, 亦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说。 重要经典有登仙梯, 中含许多训文, 传家宝训, 三教正宗, 旧极文, 皈毅宝训, 高王观世音菩萨真经等。 该教信徒生活皆刻苦, 不慕容力, 持严戒, 守白斋, 众放生, 一律在家修行。 该教虽研习不少佛教教义及一节, 然基本上人与佛教不同。 P6569 归山, 山, 一指寺院。 为僧侣外出后再归返原住之寺院。 又做归寺, 归院。 P6569 归原, 即指人之死亡, 或特指僧侣之世纪。 又做归化, 归真, 归记, 归本, 归空, 归去。 归原一语, 原未出离生灭无常之此事, 而还归真迹本源, 即涅槃, 之物界, 故转止僧侣或一般正道者之死亡, 而与原济, 入济, 世济等用语同意, 如称佛陀入灭之日未归继日。 至后事, 亦用来作为常人死亡之称词。 大佛顶首 冷言经卷四, 冷言经义书注经卷八,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注持章, 诸回向清规卷四 森俗男女为牌之上头文字, P6569。 归原寺, 位于湖北汉阳之溪, 为汉阳第一古沙, 于清世祖顺治年终, 1644、1661, 建立。 乃习十王张府奎原之故旨, 与太平新国寺, 观音权寺并称三大寺。 该寺于太平天国之乱, 十一度被焚, 竟是乃重建堂宇。 寺内之门必尖流有曹洞宗第三十一世所克之碑, 另有赤赤之龙藏, 五百罗汉堂, 内宫五百罗汉, 即十克之观音大事相, 藏经楼内并藏有宋版与明版之大藏经。 大清一统治卷261, 知那佛教使祭踏查祭第一回踏查祭七, 长盘大定, 批6569。 归内供养, 又坐入内供养, 即于宫廷内奉请供养佛菩萨。 如唐朝中宗、 宿宗、 代宗等帝王及常于宫内奉请供养佛菩萨, 于奉请, 奉送一世中, 皆遣世史持诏书以行。 大宋森史略卷中内道场, 正法眼葬卷十二, 卷十三, 批6570。 归养, 范语阿辇高门亚, 表示归命敬养之意。 亦即对诸佛菩萨之归一礼敬。 法院义林章卷四归进章, 大四五, 三一六中, 又起因静心, 测书圣液, 生成归养, 顾名敬礼。 无量寿金卷上, 批6570。 归一, 范语阿辇, 巴黎语阿辇, 又坐归一, 只归静一头于佛, 法, 森三宝。 归一之范语含有救济, 救护之意, 及一三宝之功德威力, 能加持, 涉到归一者, 使能止息无边之生死苦伦大部位, 而得解脱一切之苦。 又法借次第出门卷上之下载, 归, 反孩之意, 即反邪师而还是正师, 一, 平一, 依靠之意, 即平心之灵觉而得出离三徒及三界之生死。 阿辇达摩大辟婆沙论卷三十四载, 大二七, 一七七上, 众人不所逼, 多归一诸山, 圆圆及丛林, 姑树至多等。 此归一非圣, 此归一非尊, 不因此归一能解脱重苦。 诸有归一佛, 即归一法僧, 于四圣地中, 横以会观察。 知苦知苦即, 知永超重苦, 知八知圣道, 去安隐涅盘。 此归一最圣, 此归一最尊, 必因此归一能解脱重苦。 盖归一即由身妾之信心, 信佛, 法, 僧三宝却未真正之归一处, 能因之而得种种功德, 即知三宝有此等功德, 乃立愿为一佛弟子, 信寿奉行, 恳求三宝之威得加持设寿, 将一己之身心归属于三宝, 而不再属天魔外道。 有关能归一之体, 据大皮婆沙论卷三十四所据, 有以明等位能归一者, 有以羽业位能归一者, 有以身业位能归一者, 亦有以性位能归一者。 总括上述诸说, 即以身与业即能起彼之心, 心所法, 诸随行等善之五蕴位能归一之体。 此外, 大臣法愿归林章卷四 举出归一之意于敬礼者有七种, 即一, 归一为局于身与二业。 二, 必具归三宝而成业, 故归一之敬广。 三, 归一必, 敬畏来计。 四, 归一勤恳, 通于表业与无表业。 五, 归一必合于身与二业, 其意较重。 六, 归一代相, 故为于欲, 色二界有之。 七, 归一乃观真理而成, 故意教甚。 一般而言, 归一是信仰, 悉愿领受外来之助力, 从他力而得救济。 然以归一之之身意义而言, 其最终仁是归向自己之自心, 自信。 即佛于涅槃会上所交界弟子之, 自依止, 法依止, 莫义依止。 此乃名是弟子应依仗自立, 依正法修学。 盖自己有佛性, 自己能成佛, 故自己身心之当体, 即为正法涅槃。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五, 巨舍论卷十四, 险宗论卷二十, 参阅, 三归一, 六百八十八, 批六千五百七十。 归命合掌, 范语PRMR, 英译做罗拿摩, 略称归合掌, 归命这种手印中之基本印母, 十二合掌, 之第七印。 此合掌之印相, 细左右使指尖相差, 右手指至于左手指上。 据大日经书卷十三之说, 为此印之印象如金刚合掌, 金龙鬼卷上则直接将此印称为金刚合掌, 金顶部金鬼则为此印与金刚合掌同印。 要知, 此印乃真言行者表示对本尊恭敬功, 养养信心兼顾之印, 亦及众生归入佛之义, 顾佑掌表示佛界, 左掌表示众生减。 参阅十二合掌, 三百三十六, 批六千五百七十一。 归命顶礼, 又作归命顶礼, 归命礼, 为以至成功敬之身心顶礼三宝。 归命, 即将身心归头佛, 法, 僧三宝, 事属一夜之礼拜, 顶礼, 乃以头处的皆成佛族之礼, 事属深夜之礼拜, 亦为礼拜中之最敬礼。 大日经书卷十二, 往生礼赞计, 参阅, 南无, 三千七百四十六, 礼, 六千五百八十二, 批六千五百七十一。 归命尽十方无爱光如来, 阿弥陀佛得号之一。 日本净土真宗称作十字名号。 此乃因阿弥陀佛之光明能辨造十方国土而摩索障碍, 故以其光明之德而称为尽十方无爱光, 盖无爱光乃赞叹阿弥陀佛光明之十二种名称之一, 亦为弥陀之光非人, 法所能障碍。 又众生归一, 归顺如来之赤命, 称为归命。 即此如来有成就众生安心归命之德, 故称其名号为归命尽十方无爱光如来。 无量寿经幽婆提舍愿生计, 赞阿弥陀佛计, 参阅, 十二光, 三百三十四, 十二光佛, 三百三十四, P六千五百七十一。 归宗寺, 位于江西新子县, 庐山南路。 系东敬贤康六年, 三百四十, 又将军王熙之舍其故宅, 为三藏佛陀耶舍所建。 唐元和, 八百零六, 八百二十, 年中, 至常在世新建, 白乐天, 李伯等文人一常来访道。 而后成为禅院。 宋太平新国九年, 九百八十四, 道全著四, 为第十二世。 道俗云集, 门峰大正。 后叠金客文, 正贤, 谭华, 慧南诸师住持, 遂为禅家大道场。 经有大雄宝殿, 天王殿, 皮卢殿等, 诸堂完备, 为庐山第一。 四亭有宋世香炉台, 四后山顶船有为佛陀耶舍所造之设立塔, 颇赴景区。 梁高僧船卷二, 宋高僧船卷十七, 景德船登陆卷七, 卷二十, 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 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第八七零, 山川点第一三八, P六千五百七十一。 归宗斩舌因缘, 禅宗公暗明。 魏唐代归宗至常禅师及斩舌因缘, 显示自在无碍基法之故事。 至常魏玛祖道义之法寺, 及冠宇申族年皆不祥, 驻于卢山归宗寺洪阳宗峰, 世纪后世号, 至真禅师。 五灯会圆卷三归宗至常章, 万绪一三八, 四九上, 师草赐, 有蒋森来参, 忽有一舌过, 师以租断之。 森曰, 九相归宗, 原来是各粗行杀门, 师曰, 你粗, 我粗。 曰, 如何是粗, 师数起租头。 曰, 如何是细, 师作斩蛇事。 曰, 与魔则依而行之, 师曰, 依而行之且智, 你什么处见我斩蛇, 森无对。 于此公案中, 前来参学之讲森乃, 教宗, 知学人, 习于经典文艺之教学, 九知献于学理探究, 依文解义等义解习性之束缚而由不自知, 遂以此分别粗细, 是非等之对立见解结问至常, 至常则即斩蛇, 述出头, 做斩蛇事, 乃至否认先前言行之, 你什么处见我斩蛇, 等, 而表现出佛道之行乃超越是非, 善恶, 粗细等相对见解之绝对境地。 祖堂集卷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七, 批六千五百七十二。 规性, 未设一切有畏之世相, 规之于真如实性。 在法相宗, 判一切诸法之体性为, 四重出体, 即设相规性体, 设境从实体, 设甲随实体, 信用别论体。 其中, 设相规性体, 未设一切有畏之世相, 始规于唯一无畏之真如实性, 以及皆诸一切法皆为真如如来藏, 除依真如外别无他法。 此事举其真性而畏实体之故。 成为十论书记卷一本,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本, 参阅, 四重出体, 一千七百三十八, 批六千五百七十二。 归俗, 出家众无罪而自愿返回俗世生活者, 称为归俗。 有罪斥令而归, 则称还俗。 或亦以归俗混同于还俗。 禅灵象器兼罪则门, 参阅, 还俗, 六千五百二十二, 批六千五百七十二。 归家稳坐, 禅灵用语。 以归家有安稳着落之感, 比喻远离迷惘生活, 一念发心, 修行佛道, 撤求心证。 必言录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零中, 五祖先师常说, 指这阔然无甚, 若人透得, 归家稳坐, 亦等式打隔腾, 不妨与他打破七统, 批六千五百七十二。 归尘祥餐, 又坐归尘祥餐。 即回光返照以参究自己本来之面目。 乃未大彻大悟后之精进修行, 以保认佛道之药基。 普劝坐禅仪, 大八二, 二上, 虽未千差万别, 但喜归尘祥餐, 何望却自家之座床, 慢去来他国之沉静, 批六千五百七十二。 归尽序, 又称归尽文, 归尽祭。 即在经, 律, 论三藏之首, 先述归一理尽佛菩萨及三宝等之文词。 一般为, 归命大至海疲鲁遮纳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等短句, 亦有由数句祭组成者。 顺正理论卷一, 大二九, 三二九上, 诸遇造论, 必有宗臣, 与所奉尊, 礼先归尽。 在梵文, 八历文, 西藏译之经, 律, 论中, 太半皆赴归尽序, 如梵文无量寿经之经手有下列之归尽文, 我们的其他信息山佛, 而规定三宝, fermentation和物造的生命山佬, 而规定 humility祇向一切佛菩萨, 归命安住十方无边无量世界之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菩萨,甚者身闻独绝。 归命阿弥陀佛 归命不可思议功德之巨族者, 例如巴黎语各经典之首大多记有《南无婆家婆阿罗赫三秒三佛陀》之文。 然汉译经典中,除诵以后译出之密不经诡外,书少见之,此就尽细译者予以省略,或于原本即无,则已不可靠。 论书至归尽续之用意,据舍论光记卷意举出三说, 一,恐有摩世而理请佛菩萨加倍之故。 二,乐知是尊具有殊胜功德而对佛所说之法深信尊重。 三,犹如孝子,凡有所作,皆禀告父母。 大臣其信论意即卷上意列举六项原因。 一,为何恩之故,即表示对佛法森三宝恩之感念致敬。 二,请加护之故,即恳请三宝之威力以注意红传大法。 三,为生性之故,概造论者自残为不足之人,故归尽三宝以助他人之信受。 四,为敬仪之故,如世间之忠臣孝子,凡有所作,必启白君父。 五,为表圣之故,概以三宝为吉祥,故归之于首,以示书圣。 六,为义务之故,为令众生于三宝之中,发心去求,性解观察, 供养归依,事故以归尽之文表示鼎礼。 四分率卷仪大臣法院一零章卷四,法院株林卷十三至卷二十,批六千五百七十二。 归敬仪,请参阅市门归敬仪。 归宇,八百六十二,九百三十六,唐末五代森。 寿春,安徽寿县,仁,俗姓梅。 年二十寿巨族解。 精通大小城,由于巨舍,为时,英明等有特殊之见解。 曾入南宴宴辉门下参学,后驻东京,及汴京,系京河南开封,大象国寺。 梁黛末,帝赐狮子伏集,演法大师,之号,并赤班,长讲院,匾额于东塔玉荣院。 真明元年,九百一十五,座,经论会药,二十卷。 后唐清太三年世纪,世寿七十五,僧辣五十五。 又佛祖统计卷四十二,卷五十一所宰师之名为,归序,并为帝所赐之号位,演教大师。 宋高僧传卷七,批六千五百七十三。 绕塔功德经,请参阅又绕佛塔功德经。 依师福罗拔那,范语佛奥菲,又作依罗拔那。 指佛之因身,意意味自在身,原因。 依师福,乃自在,无碍之意,系诸佛及上位菩萨所具之功德,罗拔那,乃身或大身之意。 是为佛之缘妙因身含具众因而广大自在。 华盐书超卷十二,会愿因意卷上,批六千五百七十四。 卸平,未将一瓶之水注入他瓶,比喻传法无遗漏。 又作卸平。 师徒传持教法时,犹如一瓶水注入另一瓶中,无丝毫遗漏,故以卸平欲之。 令如,卸平相成,卸平传灯,依未卸平,等于,一阶表辞意。 北本大班叶盘经卷四十,大一二,六零一中,下,阿南是我二十余年,终略,自是我来,持我所说十二不经,一经于耳,曾不再问,如血平水,置之一平,此为阿南领受佛法,如血平水。 传之于别气而无漏于,平气虽疏,水则无别。 又永平广路卷四,佛佛兽首,祖祖谢平,结缘于云水,下肿于丛林,震荡嫩磨石,须弥山未必,大海水未末。 世事要揽卷中,大唐内典路卷五,P6570字。 不留,又作暴流,即烦恼之一名。 为三界烦恼能使善品流失,犹如洪水之令加巫术木流失。 盖破流,有飘秦,藤柱,坠逆意,以诸烦恼意能飘秦,藤柱,坠逆有情,令其于三界六道生死流转不已,故以暴流欲之。 而此烦恼即止欲暴流,有暴流,见暴流,无名,暴流,无坑为子暴流。 为十宗以第八阿赖耶十位恒常持续进行,亦比喻为暴流。 为十三十论诵,大三一,六零中,出阿赖耶十,亦熟一切种,忠略,横转如暴流,阿罗汉未舍。 大批婆沙论卷四十八,巨舍论卷二十,参阅,四暴流,一千八百三十一,批六千五百七十四。 绝南派,西藏明州,N.A.,帕,西藏佛教加当派之分之,又座绝南派,绝南派。 约创于十四世纪初,由图解宗都,藏康,D.G.A.都,N.K.O.G.,一千两百九十,一千三百五十三,成家当派之秘密新说而稍加改变, 因以绝南寺,西藏日喀则以西之拉兹陷进,未根本到场,故称为绝南派。 明万历年间,此派出一大学者多罗纳他,范Kirentha,一千五百七十五。 博学能文,兼通梵语,这有印度佛教史,共分四十四章,详述佛陀入灭后之佛教史事,其中由族珍贵者,乃二十三章以下所续之印度佛教晚期史时, 多位东土未传之资料。 清初,此派第五世大喇嘛将之改宗于宗喀巴之格鲁派内,故今已无传四者。 参阅,他空见,一千五百四十四,西藏佛教,两千五百九十三,P六千五百七十四。 列师,比喻破戒之森,即止无森戒而者森医者。 此类人破坏森团戒法,并以邪戒挠乱正法,虽生者法医,犹如列师。 南本大半夜盘经卷七邪正品,大一二六四三中,佛告家业,我半夜盘七百岁后,是摩波寻剑当坏乱我之正法,譬如列师,身符法符。 南本大半夜盘经卷四,四香品,P六千五百七十五。 玄机,又做炫机。 为古代之天文观测仪器,以其随心之运行而回转,故用以比喻,一,人心及随着烦恼而辗转不息。 二,禅灵中,施家接引学人之方法自由无碍。 此外,施家为适应修行者之根基及能力,而转其化导致方法,称为炫机电转。 又一念不生以前,父母未生以前,称为玄机不动。 必言录第三十七则,大四八,一七五上,一日誓众云,三界无法,何处求心? 四大本空,佛依何住? 玄机不动,既止无痕,敌面向尘,更无于事。 P六千五百七十五。 问中捉鳖,禅灵用语。 又坐问里不走鳖。 比喻欲得道之人,物均已在掌握之中,拓手及的,绝无走脱之鱼。 人天眼目卷一大四八,三零五中,焚云,披毛带脚,闲铁复安, 依言堪破为摩羯,问离不走鳖,也不放尔在,P六千五百七十五。 占博国,亦占博,泛名Kemp,巴黎明同。 亦亦无甚。 位于中印度费舍离国南方之谷国。 又坐占博国,占福国,占博国,占博国,占博国,延博国,占博国,占博国。 据大唐西玉记卷石所在,其都城位于恒河南岸。 杰出之时,有一天女将于此的,天女生四子,各于善部州建都,占博及其中之一,此即善部州诸臣创立之史。 该国有颓匹之嘉兰数十所,另有小城教僧侣二百余人,及二十余所添词,显见一道杂居之情形。 然据长阿含卷五典尊经及卷石五种德经,梵文史诗罗摩耶纳,RMA,等记载, 占博为央家国,梵AGA,之都城,原称马利尼,梵Mling,至占博王时,乃以其名迎建此城。 游诸部经典中显见占博国为佛陀多次游化之地。 如杂阿含经卷三十载,佛陀自摩皆佗国经占博国,游化至修摩,梵Semha。 十颂绿卷四十载,占博国为佛陀说法六大臣之一,并曾于此处说长阿含卷九之时尚经及卷十五之种德经,中阿含卷九之占博经及卷五十二之幽婆离经等。 又如四分绿卷四十四,十颂绿卷三十等所载之占博间度,即于此的所制定。 有关占博国限制之推断,据英国考古学者康林汉,A。 康林汉,考证,在金孟加拉之巴加坡,Bogopur,另据学者德士,NL。 大臣之考证,齐纳教教祖大雄,范MFVRA,亦曾在该国弘法,故其地位齐纳教之圣地,并存有大雄之祠堂。 长阿含经卷三,增益阿含经卷一续品,卷四十八,海八德经,咸鱼经卷五经天品,阿玉王传卷一高森法显传,翻范语卷八,S。 Hardim and Uol of Buddhism,A Cunningham Mentioned Geography of India,NL。 A The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TW。 Reese David Buddhist India,二右座灵异国,位于越南南部顺化一带之谷国。 参阅,灵异国,3311,P6575。 瞻病武德,右座看病武德。 据四分律卷四十亿载,看护病人之五法位,一,知病人之可识与不可识,可识之物方语之。 二,不嫌悟病人之尿使及拓土之会物。 三,以慈悲心看护病人,而不欲求病人衣食之报仇。 四,能调理汤药等事。 五,能调病人说法,令其欢喜,并使自己之善法亦有所增进。 又据五分律卷二十载,世尊曾瞻世久病之比丘,亲自为知喜玉除慧, 换浊其衣,清扫住处,并扶卧床上,为其说法,后及至戒, 令诸弟子见一切疾病之人,皆当瞻世供养,如佛无以。 令据犯网经卷下载,诸功德中,以看护病人之功德最大,数八福田中之第一福田。 摩赫森指绿卷二十八,释氏药篮卷下,参阅,看病,3897,P6576。 占博树,占博,范语坑佩克,八粒语童。 右座占博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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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博加树。 异意味金色花树,黄花树。 产于印度热带森林及山地,树身高大,叶面光滑,长六、七寸,叶里粉白,并有软毛,所生黄色香花,灿然若惊,香纹树里,称为占博花,又做金色花,黄色花。 其树皮可分泌芳香之汁叶、雨叶、花等皆可制成药材或香料。 以此花所制之香,即称为占博花香。 长阿含金卷十八,法华金卷五分别功德品,惠灵英译卷八,翻译名译集卷三,P6576。 取仪,泛名GOP,高佩或GOP,八粒名同。 因译取卑,求仪,取博,取皮耶,取皮耶,乔比嘉。 亦亦牛户,密行,明女,守护帝,副帐。 为西达太子之妃。 关于其出身,各经所说不一。 依修行本起经卷上载,求一位善绝王之女,容貌端正皎洁,天下无双,又据十二由金,取一位舍一之长者水光之女,其身时,日将眉,余晖照其家,室内皆明,遂称为明女。 古来有关西达太子之妃,其说不一。 大智度论卷十七颖罗罗母本身经,举出太子之妃为取皮耶,耶书陀罗,并为耶书陀罗及罗罗之生母,有不皮奈耶破森士卷三举出鹿王,乔比嘉,耶书陀罗等三夫人,以耶书陀罗为最上手,然十二由金中则已取一位太子之地一夫人。 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佛本行及经卷十三,众许摩赫帝经卷四,六度及经卷五,有不皮奈耶卷十八,大智度论卷三十三,卷三十五,批六千五百七十六。 取乳际,明代江苏常熟人 自圆吏 昊纳罗哭学人,又称盘坛 以赴英寿职,三千智行部主室,出之陈州府,任职长卢岩运使,类官至太普少卿 又秉齐慧,博览强记,速通内外典 立从紫伯,密藏,散慕等诸公游,又闻禅法于竹堂四支管东明 其后子伯真可禅师于靖山客大藏,辱记乃为闻导诸善信,共相思举 又于佛前发誓,愿何法藏 万历三十年,一千六百零二,撮慧历带禅宿法语为紫月禄三十卷,盛行于世 康熙十八年,一千六百七十九,有聂仙者,编续紫月禄二十卷以接种其书 一注有识经大学之仪,兵略转药,穹青级等书行事 身足年军不详 明史卷二一六,明人小传卷四,明史记事卷二十八,批六千五百七十七 渠哲罗国,渠哲罗,泛名格尔执拉,为西印度古王国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载,此国都城为皮罗摩罗,其土一风俗与苏拉他国相同 居民殷胜,家产富饶,为多世外道,少信佛法 有迦兰一所,僧众百余人,皆袭学小臣教说一切有不,令有天词数十所,亦道杂居 王位沙地利种,致永高远而深信佛法 此国位至约在经拉吉普特纳州,瑞吉普特纳,西南,库区,库区,一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A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P6577 瞿波,泛名高巴 亦为佛陀入灭后百年寝,出世于印度之阿罗汉 称为瞿波阿罗汉,泛GOP Rat 这有圣教要识论,提倡有我人之说,与提婆舍摩阿罗汉之实 生族论,主张无我人,大起正论 然圣教要识论经已不传 大唐西玉记卷五所加国条,二位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寝,出世于印度之论师 为世亲之弟子,这有为十二识论事,然经已不存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一末,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本,三幼座曲婆 十二游经载,为古印度舍遗之长者水光之女,西达多太子之弟一夫人 参阅,取一,六千五百七十六,批六千五百七十七 取波罗龙王,取波罗,泛名GOPLA,巴黎明童 亿亿木牛,帝户 据大唐西玉记卷二载,取波罗龙王七居于北印度纳杰罗河国之龙窟 此龙前身砖丝木牛,公王汝涝,应尽奉施仪,遭王之谴责而心怀慧恨 乃发愿来身为恶龙以破国害王,遂自投石壁而死 后身为大龙王,居于窟内 如来因敏念其国将受龙害,乃以神通力自中印度来化此龙 龙见如来,遂止其毒心,并受不杀戒,愿拥护正法 如来入灭前,流隐于枯壁,使龙其毒心时,应观隐而止其毒心 并遣五罗汉常受龙王供养 龙王之柱处即称渠波罗龙窟,其父近多诸时事 皆是如来诸圣弟子入定之处 观佛三昧海经卷六,佛本行经卷一,高森法显传 历代三宝纪卷七,P6578 渠陀尼州,渠陀尼,泛名Guardania 又做渠耶尼州,渠陀尼耶州,渠耶尼州,渠家尼州,渠家尼州 意义做牛货州,牛师州 为虚弥四州之一 以其位于须弥山西方,采行以牛味货币之交易方式 故又称西牛货州,泛Apura,Guardania,英译阿里渠陀尼 或称西渠耶尼,西州 牛货一名之由来,据启士经卷一载 以此州镇头家树下有一时牛之故 悬应应一卷十二位 此州之人多以牛交易,此外一间采石牛之说 又据长阿韩卷十八世纪经载 此州为半月行,纵广八千游巡 其著名义面如半月,身长三轴半 寿命二百岁,长以牛,羊,摩尼宝一物 据舍论卷十一则为此州形状犹如满月 人面亦如满月,身长十六轴,寿命五百岁 要知,瞿陀尼州大底是基于古代印度人之世界观 须弥山说,所建立之一种国界 其内容虽出于印度人之假想 燃上古西亚民族以牛义物,或或必上克牛之史 时亦确然可靠,或系印度人将西方诸国家以神化 遂产生此类说法 大楼探经卷移于佳师的论卷二 大唐西玉记卷移会愿应一之一 三月四周,一千七百三十一,批六千五百七十八 麴皮双纳国,麴皮双纳,泛名高芬萨娜 为中印度古王国 位于墨底部罗国东南 据大唐西玉记卷四载,此国周二千余里 国大都周十四,五里,崇峻险屋,华银池照相见其中 居民英圣秦学好福,风俗纯职,多性外道 求献适乐,有迦兰二所,僧众百余人 皆席学小成教法,令有天词三十余所,亦道杂居 一应度 渡古代的智,在穆拉达巴,摩拉达巴,之北,卡西普, 康舍普,东义里之地有此国故旨,其周围二里附近多水池,故之为此国首都之遗址 批六千五百七十八 麴丝罗,泛名高埃拉,巴黎名高斯德 又作曲斯罗,曲史罗,巨史罗,亦亦为美英,妙英生 为古代中印度交赏弥国之长者,乃幽田王三大臣之一 身长三尺,世尊亦现身为三尺以化比,令归正法 又因曲斯罗曾以元陵奉施世尊作为经舍而著称 中本起经卷下,大四,一五七中,每应心念欲请世尊,佛知其念而告之曰 比无经舍,如愿不遂,每应悦解,喜白佛言,我有别宅,愿未经舍 巨贤于经卷五载,曲斯罗过去身为狗子,曾以废身隐辟之佛至家中供养,故世世报的好音 杂阿含经卷四十,法剧辟玉经卷二刀帐品,大唐西玉记卷五,悬应应一卷二十五,P六千五百七十九 曲斯罗元,泛名沟Illinois Armour,巴黎名沟Sed Armour 又作曲斯罗元经舍,美英经舍 位于古代中印度交赏弥国,吉曲斯罗长者见经舍奉施世尊之元陵 据大唐西玉记卷五载,于交赏弥国都城之东南不远处,有故迦兰,吉曲斯罗长者救援 园中有一苏独播,塔,为阿玉王所见,高二百余齿,如来与此说法数年,其策有过去四佛之习座及经形之遗迹,令有安奉如来法造之苏独播,迦兰之东南仲格上有一专世,其时是清菩萨及居于其内作为时论,以破斥小陈珠外道 有布皮奈耶卷三十,善见绿皮婆沙卷十三,大智度论卷三,高森法显传,P6579 驱赤罗鸟鸟,驱赤罗,范语Cucula,八粒语童 学名Cuculas indicus,产于印度之黑色杜鹃鸟 幼座驱赤罗鸟,驱赤罗鸟,驱直罗鸟,驱罗鸟,驱骑罗鸟,驱骑罗鸟,�ologue宜缼鸟鸟鸟,驱饰罗鸟鸟 异议作欧,欧,好眼鸟,好生鸟,尿生鸟,美音鸟 此鸟之因生极美,而外形丑陋,乃从其生未明 多七席于密林间 大宝鸡精卷三十二 玄阴阴一卷十二 惠灵阴一卷十二 卷六十七 P6579 取摸达罗 范与Gongtrap 一座牛鸟 密教于修法造坛时 取之与取摸仪 范狗妹 及牛粪 半祸图之 以为清净 一大日经义事 也密抄卷一载 取取摸仪及取摸达罗 何何之 虽未清净戒谈 但就秘密之意义而言 取摸仪 系指诸法无形 以一切法我不可得之故 若无有我 则摸所成及与成者 达罗 则止如如理成垢之意 亦及心知实相 应知 若修行者能如是修造内心大悲漫图罗 以如是如如离成之分 夜尽至心地 则能必尽清净 远离诸障碍 大日经书卷四 梵语杂明 P6579 取摩仪 梵语 鲁梅尔 八粒与铜 又做巨魔 纸牛粪 自古印度人皆将牛 视为神圣之象征 并以牛粪为最清净之物 故长途牛粪以净化祭坛 此封锡后为密教采用 于修法造坛时 取胃着地之 取摩仪及取摩达罗 泛钢刷 牛尿 和合涂之 或将取摩仪投入炉中 可作为护摩公物之一 据大日经书卷四载 取牛粪及尿叶 就浅显之意义而言 视为顺比方之风俗 以为清净之故 就秘密而言 取 止行 以入阿字门之故 是诸法无形 摩 止我 以 止成 即是诸法无形 以一切法我不可得之故 若无有我 则摩所成即与成者 此即称为大臣 若修行人能如是静至心地 则能必尽清净 远离诸障碍 又依陀罗尼及金卷九载 取尽牛粪针之 可去除臭气 牵手牵眼观世 因菩萨治病和药经 亦有取摩已可治疮 除便秘之记载 金刚寿命陀罗尼经 建立曼陀罗护魔仪轨 会灵鹰一卷三十六 P六千五百七十九 取坛 取坛 泛名高特摩或高特摩 八例名高特摩 为印度杀地利种中之一性 取坛先人之苗义 即是尊所属之本性 幼座求坛 乔达摩 取达摩 巨坛 巨坛 异亦做得最甚 泥土 地种 暗牛 牛粪种 灭厄 幼亦称为日种 甘蔗种 阿易啰嗦 泛Agerasa 有关渠坛 姓氏之由来 据十二游经载 于九远结石 有菩萨魏王 早师父母 乃以国父与其弟 从义婆罗门学道 驻于甘蔗园 十人称其师位 大渠坛 称笔位 小渠坛 其十国中有五百大贼 皆取官物 于顿逃十路经甘蔗园 乃散其道物于左右 捕贼者寻机追至 以为菩萨及国中大贼 即以木贯赦之 至其身血流污门的 大渠坛以天眼彻见 悲哀涕气 乃渠土中之于血 以泥河之 还至圆中 圣之于气 并分至左右而咒之 为此渠坛若有诚心 则天神将便血为人 历经十月 左化作男 右化成女 此后遂以渠坛位姓 幼大日经书卷十六载 渠坛仙人于空中行御 有二体之屋 落于地面 生成甘蔗 后经日光至照 生出二子 其中一子即为是王 故相传 渠坛仙人及世家种族之族 且是种亦因之称为甘蔗种 此外 据舍论记卷二十七 中观论书卷石墨及众许摩 喝地经卷二等义均有记载 旧渠坛之语义 法华文句卷一下 大三四 一五中 渠坛 此言纯书 义名舍仪 舍仪者 贵姓也 据会愿因义卷上之说 渠乃土地之义 达摩乃最圣之义 即除天之外 于地上人类之中 以此为最圣之族 故称 得最圣 另据会灵因义卷二十五 此亡种能为民除患 故又称灭恶 盖沟特摩原为印度太古时代 渠坛仙人之姓 故称其子孙为沟特摩 其中沟 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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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huma意志牛之最巨大者,遂以之作为人之尊称。 要知,此意源于印度自古重视牛之风习所产生之解释。 佛本行及经卷五,释迦普卷一西林音义卷六,翻译明义及卷一,P6580。 渠坛仙,渠坛,泛名Gothuma或Gothuma,巴黎名Gothuma。 印度太古时代之仙人,右座渠坛大仙,乔达摩仙。 为七大仙之一,十罗舌底之一。 此仙人善于咒术,曾造日明论。 据大日经书卷十六载,渠坛仙人于虚空中行御,有二体之巫,落于地面,遂生甘蔗,今日光至照,生出二子,其中一子即是王。 故相传渠坛仙人即是家种族之族,且是种亦因之称为甘蔗种。 有关其事迹,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九,菩萨本原经卷中载, 渠坛仙人大仙神通,十二年中便坐地式之身,并使世身坐低阳形,且坐千女根在其身上, 此与婆罗门神话中,魏渠坛之妃与帝氏天司通,仙人大怒,逐妃于林间,并赴千女根于帝氏身上之传说颇未相似。 于密教中,魏渠坛仙为六火天眷属五仙之一,安于胎藏界外金刚不怨南方,配在阿之罗仙,范Ageras,之后。 其种滋味,呃,其形象,深沉赤肉色,持平。 右手竖散五指,以拇指指其无名指之终结,左手中指与拇指相碾,置于胸前。 大日经卷五秘密曼图罗品,大孔雀骤王金卷下,释迦普卷一胎藏界七级卷下,P6581。 渠坛法治,泛名Gothama Dermache,又称达摩舌纳,达摩班若,法治。 未随代之一经居士,中印度波罗成人,通达泛语。 赋名班若留之,父子乡臣,祖席传义。 北齐之计,任昭玄都统之直,齐王,佛法一悔,乃游僧直转任俗官,策授阳郡守。 后佑赤语经,随文帝开皇二年,582,与大兴善四亿出夜报差别经一卷。 其余士纪及身足年军不详。 旭高森传卷二,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开元士教路卷七,P6581。 徒澹谜,范名高腾,巴利名高腾。 右酌澹谜,躯达谜,乔达谜,或座驱依,求依。 为印度沙地利种族之遗性,及徒澹,范高腾妈,之女申,为释迦族女子之通称。 于诸经中,特尊称佛之以母摩赫波蛇波提,范Mahprojpat,为取谈谜 十二游经,法华经玄赞卷九本,慧灵音一卷二十五,参阅,取谈,六千五百八十,P六千五百八十二 礼,又做礼拜,拜 即对佛、菩萨、尊者、长者、佛塔等表达敬意之行为 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印度礼法有九种,称为天主九一 即,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镜,三,举手高一,四,合掌平拱 五,屈膝,六,长跪,七,首膝矩的,八,五轮矩矩,九,五体头的等九种,依次显示自轻致重之礼法 大制度论卷时则举出一,贵,积首三种,依序位下,中,上之礼 同论卷一零零一举出礼有三种,即,一,口礼 二,屈膝,头部置地 三,头智的,位最上礼 贵之礼法有多种,以右膝着地礼拜,称为,右膝着地 据禅陵象器兼礼则门礼拜条影涅槃经书之说 因右膝有利,故贵能安久,起至便易,右右膝躁动,故着地令安 如护贵,即右膝着地而述左膝之礼,主要为比丘所行之礼法 常跪,指两膝着地,足兼之的而行礼 此礼教护贵为义而节省体力,主要为比丘尼所行之法 至于狐贵,原指狐人之跪拜,用以总称印度,西域等地所行之跪拜礼 如上纪之常跪,护贵等君属狐贵,故狐贵之乡,不一而足 五体投地,为各种礼法中表达最高敬意之礼 其做法为先并双足,正身而立,合掌垂手,手轻撩依下摆,出右膝,四左膝,两肘,依序着地,再身两掌,掌心朝上,观想如处受礼拜对象之足,并以头而处的一拜 此法以两膝,两肘与头顶着地,故称为五体投地,五轮投地,举身投地 又以身体最上部之头处接受礼者最下部之足,故称皆足作礼,头面礼 礼双足,皆足鼎礼,积首礼足,或简单位鼎礼,礼足 如礼拜对象为佛,特称佛无鼎礼 又若单称鸡首或鸡首礼,则只需投掷的之礼 又鸡首与闺命有轻重的鸡首属于深夜,故意意较轻,而闺命属于异业,故意意较重 此外,将佛向经典待于头上礼敬之情,垂顶带,顶寿,与顶礼同表尊敬之极,盖因五体中以头为最尊贵之故 在印度,信徒,信徒对佛及塔必先行一礼,其次一右转方向寻礼 拜,称为绕佛,或称行道,又绕,炫又,炫扎 或绕一周,或绕三周,后者称为又绕三扎 插手意味离法之一种,印度称为金刚合掌 即两手合掌,左右两手指头相互交叉 在我国禅僧间所行之插手里,戏以左手握抓右手,又称拱手 此外,我国于过去禅林间行夫展座距离拜者,称为展拜 完全展开座距三拜者,称为大展三拜,同法行九拜者,称为大展九拜 僧众其展三拜,称为统展三拜 又有不展座距,直座距正半四折,当而其上之礼法,称为处礼 而礼拜在印度通常仅行一拜,我国一般则行三拜,甚至九拜 十八拜,百拜 此外,另有,河南,范芳德纳,之礼法,及对肠上表示敬意而行问训理 为常见之礼法,又做婆男,盘纳妹,盘图位等,意义为礼,归礼 据摩赫森指律卷二十七载,河南有身,口,心三种,及,一,身形头面做礼,二,口称,河南,三,心存恭敬 其中,口称,河南,即为河南最原始之行事 又派遣他人代替自己去礼拜时,先自行礼拜,即传拜,此称代理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不可思一品,范网经卷下,根本萨婆多部绿色卷一,石柱皮婆沙论卷十,世事要揽卷中,赤修百丈清规卷上尊祖章,参阅,河南,三千一百二十五,礼拜,六千五百八十三,批六千五百八十二 礼族,即以头顶处礼佛族,用以表示身心上之绝对归依 右坐顶礼,接族坐礼,头面礼族,鸡守礼族,顶礼双族 世门归境以卷下载,头面礼族,正是拜守之正义 经律文中多称谓头面礼族,或顶礼佛族 盖我所高者位顶,彼所卑者位族,故以我之所高尊敬彼之所卑者,用表礼之至极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大二二,四九六上,网易佛所,头面礼族 大班若经卷移无量寿经卷上,有部百一结膜卷一,据舍论卷一,参阅,接族坐礼,四千五百八十,礼,六千五百八十二,批六千五百八十三 礼拜,和掌扣头表示恭敬 略称为礼,拜,即以身体之动作,深夜,来表示尊敬之意 而与口夜之读诵,称明,赞叹,即一夜之观察,并称为对佛之五正行 然广义而言,礼拜对象并不限于对佛,如对塔,对长老,和尚,上,等,均可以礼拜表达恭敬之意 如饭网金卷下位,若见上座,和尚,阿舍离,大同学,同见,同行之人,皆应陈寅礼拜问训 五分律卷七则载,比丘尼先寿巨族戒者,虽已百岁,由应礼拜新寿大戒之比丘 又如南海济归内法传卷四所载,佛曾赤教弟子,凡是三宝吉,大己比丘,皆应礼 然行礼拜之仪,并非二六时中皆为何仪,四分律卷六时即举出若于大行,小行,裸身,替法,说法,嚼扬之,喜口,饮,食,淡果等时刻皆不宜作礼 大比丘三千微以卷上一列举步一作礼之五事,即,一,读经,诵经时,不得向上座作礼 二,上座在下处,自在高处时,不得作礼 三,上座在前,若已去后,不得作礼 四,不得自作为上向上座作礼 五,这冒之时,不得对佛作礼 礼拜之仪,本集为表达恭敬之意,故不得心怀骄傲,于法院诸林卷二时致敬篇引述北魏勒纳摩提所说之七种礼拜,佛,情形,即,一,我慢交心礼 二,唱赫求名礼,即为求名誉而行者 三,身心恭敬礼 四,发至清敬礼 五,便入法界礼,众生与佛之心相通而达与法界之礼时,礼义佛,即通于礼拜诸佛 六,正观修成礼,于礼佛之中,透过正观,则如礼拜自己内中之佛性 七,十相平等礼,即以,空,为礼拜之对象,此系,自他不二,之礼拜 其中之前二项即被视为邪体,而第五,第六,第七三项,乐纳以之为真礼 其后成关于华严经书卷二十七中,除上述七种礼,更加列大卑礼,总舍礼,无尽礼三种,合称十礼,而以其中之,无尽礼,为至极之礼 礼拜之种类及礼式做法上有种种不同,大抵而言,自印度以来,于各种礼拜法中,以,无体投地,为最隐重,最恭敬之礼法 其他如礼拜佛法森三宝,称为三宝礼,礼拜弥陀之本愿成就,光明摄取,来隐隐皆等三身,称为三身礼,礼拜释迦,弥陀及十方诸佛,乃至一切贤圣等,称为七敬礼 于密宗,便礼一切诸佛,称为普礼,普礼时所诵之真言称普礼真言 又立一角而跪拜之礼,称为敦聚礼,仅以西部略加湾区以为礼式,称为起居礼,采取坐式之寇头礼,称为座礼 于寺院中,礼堂又常称拜殿,堂内专工作礼用之座席即称为礼盘,拜席 曾益阿含经卷27邪剧品,有布皮奈耶杂式卷15,摩赫森纸绿卷27,卷35,扇剑绿皮婆沙卷18,禅陵象器兼礼则门,参阅,河南,3125,礼,6582,批6583 礼拜五功德,增益阿含经卷24载,恭敬礼拜如来,可获得五种功德 一、端正,为见佛相好而发欢喜,生可养之心,以此因缘,来是可得相貌端正 二、好生,为三称难无如来佛号,以此因缘,来是可得好因生 三、多财宝,为以散华,燃灯等不失供养如来,以此因缘,来是可获大财宝 四、生长者家,为心无染者,和长常贵,致心理佛,以此因缘,来是得生长者之家 五、生善处天上,为由恭敬礼拜如来所获之功德,来是得生善处及天上 法院朱林卷二十,批六千五百八十四 礼敬,又做敬礼 即礼拜恭敬之意 一、大唐西玉记卷二载,印度致敬之一分位九等 一、发言慰问,二、扶手示尽,三、举手高一,四、合掌平拱 五、屈膝,六、常贵,七、守西聚德,八、五轮聚驱,九、五体投地 有不疲奈耶杂士卷一亿载,大二四、二七三上,凡是口云,我经敬礼 但是口夜深敬,若时屈功,口云,叛帝,此虽是礼,而未具足 中略,有二种敬礼,云和为耳 一者五轮着地,二者两手桌,而皆口云,我经敬礼 又于普贤十种行愿中以,礼敬诸佛,为第一大愿 四十华严经卷十三,大宝基经卷四十三,方便心论,参阅,河南,三千一百二十五 敬礼,五千四百六十五,礼,六千五百八十二,批六千五百八十五 礼化,为禅灵问候寒暄之词语 禅愿轻规卷一挂答条,万序一一一,四四灵下,参头驱功敬前,中略,右翼斩云,某寒暄,浮为和尚尊体起居万福 真月梦春游暄,二月中春渐暄,三月季春极暄,四月梦夏渐热,五月中夏毒热,六月季夏极热,七月梦秋游暄,八月中秋渐凉,九月季秋霜冷,十月梦冬渐寒,十月梦冬渐寒,十一月中冬炎寒,十二月季冬极寒,禅灵象气间讽畅门,批六千五百八十五 礼盘,指礼佛及说法时所生之高座 原称高座或狮子座,早在佛世时即有 其座高不定,或纵横约三尺,或纵六尺,横三尺,上夫一叠或半叠 禅宗座禅时亦多用之 密宗修法时,多将礼盘置于须弥坛正面,前置经桌,右摆庆,左摄香炉台,或有置于中央者 行者登上此礼盘,礼佛三拜,遂行读经或静百等事 在礼盘之四面有,A,A,字不成的轮之标志,表示菩提大帝,其意义在使行者修观之时,令自身之三叶契入本尊之三密,而安住于本有无垢之大菩提心 其行事分为相形礼盘及猫脚礼盘两种 相形礼盘又有八狮子礼盘,一狮子礼盘之别 即礼盘四面各克,或会二头狮子者,称为八狮子礼盘,仅于正面克,或会一头狮子者,即称一狮子礼盘 其上所克之狮子,系表示狮子座,狮子,有菩提心之意,故意狮子座表示,独意识相,知菩提心,八狮子座表示,因为,知菩提心八十 此外,亦可用牡丹,孔雀等图样代替狮子 佛顶尊圣陀罗尼念诵以鬼法,有不疲奈耶卷二十八,参阅,狮子座,四千零九十二,高座,四千三百五十八,批六千五百八十五 礼盘,礼拜与忏悔之略称 又作拜颤 即礼拜诸佛,菩萨,忏悔所造诸恶耶 大抵界由礼佛,诵读经文,以为忏悔之意 唐代至深传有集诸经理颤一二卷,为各种颤法一世最初之综合堪本 净世拜颤以梁黄宝颤,慈悲水颤,药师颤,净土颤,金刚颤等较为圣行 往昔之礼颤,或自身奉行,或请僧人代行,现今之拜颤,则多言请僧人,而少自行者 参阅,忏法,六千七百七十,忏悔,六千七百七十二,批六千五百八十六 礼赞,一级恭敬礼拜三宝,赞叹其功德 其赞叹文词称为礼赞文,有唐朝善导之往生礼赞,宋代仁月之世家如来涅槃礼赞文等 二位善导所及,往生礼赞记,之略称 书中说明净土往生之行仪,急于日梅,初夜,中夜,后夜,晨朝,日中等六十中 各唱赞文儿礼拜之法,顾佑称六十礼赞 参阅,往生礼赞记,三千两百零三,批六千五百八十六 惠土甲名人,只居于惠浊国土之人,即此世界之人 为,净土甲名人,之对称 佛教不同意人有实体之存在,而认为人仅存立于五蕴和合之甲名上 故称为假名人,又此世界之人所赖以存立之五蕴乃有漏染污之五蕴,故称为惠土甲名人 与之相对者,净土之菩萨系由无漏清净而为妙之五蕴所合合,故之为净土甲名人 论此可知惠土与净土之人皆由五蕴和合而成,故皆为假名人,其 所以不同者,为在两者的五蕴之体有染进之别而已 又为二种假名人,其五蕴之体虽有染进之意,然若自因果相续之意义而言 则两者识具,不依不易,之关系 大制度论卷十二,大二五,一五零上,明,色二把合合,假名为人 中论卷三,往生论柱卷上,参阅,假名人,四千三百七十八,批六千五百八十六 慧身,由获叶所感觉的有不尽之肉身,即止凡夫污秽不尽之身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一,大三七,二四六中,唯可情心奉法,必命为其,舍此慧身,即正比法性之常乐 往生要集卷上,批六千五百八十六 慧杀,与,慧土,慧国,同意 杀,泛语,Ketra,亿亿国土 指慈娑婆世界为凡夫所著,系慧恶不尽之国土 唐代家财所转进土论序中,即有,永辞慧杀,之语 批六千五百八十六 慧时,亦比喻小臣之法 唯摩义记卷二本中,比喻小臣之法如慧时,而比丘之大乐欲犹如宝气 故不应以小臣之慧必法时投于大臣之乐欲宝气 诸唯摩洁经卷三,唯摩经义书卷三,说无构称经书卷三末,二指贫困者所时不洁净之食物 大日经书卷三,大三九,六一四中,如凭礼会时,不可置诸宝气,批六千五百八十六 慧业,为三业之一 依田慧而申之身,口,亦三业,统称慧业 据大臣义章卷七载,田慧之心,能污慧自己与他人,顾名为慧 而由慧法所生起之身,口,亦三业,即名为慧业 三业系指区业,慧业,卓业 区业,卓业分别一产,贪而生起身,口,亦三业,故区,慧,卓三业系旧身,口,亦三业之染污情形而作之分类 大批婆沙论卷一一七,巨舍论卷十五,参阅,三业,六百三十八,批六千五百八十七 简别,亦简则差别之乙 右座简义,别义,分乙 略称简 即简则诸法之同乙,以名其差别 巨舍论卷一大二九,六上,此为言等名所简别,虽标总称,而即别名 成为十论卷九,无量寿经一书卷上,二英明用语 右座简言 英明对论中,未必免论法上之过失,于宗,命题,因,理由,欲,辟欲,之上观以各种简别之语 称为简别 参阅,简言,六千五百八十七,批六千五百八十七 简言,英明用语 即简别之言 右座简别,简别语 即英明对论中,未必免论法上之过失,于宗,命题,因,理由,欲,辟欲,上所观之自现语 可大别为七种,即,真故,真性,辱职,辱许,自许,我故,即成,除愚 其中,真故,真性二语,多用于共比量,兼亦用于自比量或他比量 用此二语可免世间相为之过 亦可离自语相为,自教相为,限量相为等过失 如之一语,用于他比量 自许,我故二语,用于自比量 即成一语,用于共比量 由是能显示自,他,共之差别 得免不及成之过失,除愚一语,三比量 俱用,故得免部分之自语相为 与自教相为等过失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中末 大四四,一二二中 宗英不及,须至简言 不简历以为宗 所别变成不及 说英一例,即成英过 同书卷中本,大四四,一一五中 凡英明法,所能力中若有简别 便无过失 若自比量,以许严谨 显自许之,无他随意等过 若他比量,辱之等严谨 无为宗等失 若共比量等,以圣意严谨 无为世间自教等失 随其所应,各有标简 英明论书明灯超卷三末 英明入正理论书瑞元纪卷四 P6587 简则,即选则 指一智慧力作正确之判断 以设为取真 简,与,则,均为选则 分别之以 以智慧来简则一切诸法之力 即称为责力 又有简则力而得灭地涅盘 即称为责灭 此外,为师者从众弟子中选择 分别何人堪受教法 何人不堪受教法 则称为简气 气,即根气 根基之以 杂阿含经卷二十八 据舍论卷一批六千五百八十七 知田佛教大词典 全一卷 日本知田的能编著 大正六年 一千九百一十七 刊行 作者毕其一生从事本词典之编转 自明治三十二年 一千八百九十九 戚其并末 一千九百一十一 历时十余年由魏托稿 后经高南顺次郎 何田彻臣 上田万年 方赫十一等兼修不定 乃告出刊 该书搜集相关语惠 总类别为名教 术语 地名 人名等二十八种 分别注解 明示引文出处 书后并附有五十英索引 笔画索引 梵文索引等 茶简圣辩 堪称为现代佛教词典之好使 其特色为后出之丁福宝佛学大词典 龙骨佛教大词汇相继仿效 批六千五百八十八 知田的能 一千八百六十 一千九百一十一 日本真宗大古派学僧 辅景县人 浩云熙 十三岁出家 先后学习汉籍 籍为时 巨社等诸宗经典 后的西本院四岛的莫雷之之域 乃其草 三国佛教史略 明治二十一年 一千八百八十八 前往泰国 视察南传佛教 携回备业经典六十余至 佛像数尊 二十三年回国后即参与 东亚佛教会 之创立计划 一年 入驻东京宗恩寺 改旧姓 深田 魏 知田 三十三年 先后游学于中 应等地 师自明治三十二年 开始致力于佛学 词典之编转 历经十余年 稿位成儿并末 后经高南顺次郎 上田万年 方赫使一大佛位等人编定出版 该书堪称为现代佛教词典之好史 此外令者有先罗佛教诗秦 法华经讲义和汉高僧传等 批六千五百八十八 增盖 增 指卷博 一极以卷博制造之大盖 又称天增盖 系天盖之一种 盖 原为印度座位防日遮雨之器物 后世乃以原筒形丝博制品高悬于佛像顶上 或玄于说法者高座之上 而成为佛殿之庄研具 参阅 天盖 一千三百六十六 盖 五千九百一十 批六千五百八十八 秀佛 指以采思刺秀 知臣之佛像或曼陀罗 又做秀像 秀杖 逢佛 前秦福间之时 此类秀佛籍由印度传来 南齐以后则有造力之记载 其种类有知臣像 颈像 结诛像 知诛像等 知臣像系以各种色丝之臣 颈像则以经丝之旧 亦属知臣像之一种 结诛像与知诛像 则系以诸欲点缀或知入而成者 大臣造像 功德经卷二 五分绿卷七 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唐太宗真观四年条 广宏明集卷十六 秀象提赞并续 出三藏祭集卷十二 参阅 警设针六千三百三十四 批六千五百八十八 索 范与PA 巴利与PSA 音译波舍 婆舍 波舍 又称金刚锁 卷锁 网 宝锁 诸锁 略称锁 为战斗或狩猎之用具 聚会灵音译卷六十一载 锁 细于战斗之时 用以取人 或取马头 马脚之绳锁 俗称搭锁 通常以五色线搓成 一端腹楦 另一端腹半毒骨杵 毒骨杵之半形 或两端均腹半毒骨杵 于密教中 用以化度刚强众身 及降伏四魔之巨 象征四射方便 为不动明王 不空锁观音 千手观音 金刚锁菩萨等手中之持物 如不动明王右手持利剑 左手持锁 即表示先以真净菩提心中四射之锁 系复一切众身而勾照射影之 复以菩提心中之至剑断灭众身之根本无名种子 大日经书卷五 大三九 六三三中 所以持利刃以所者 尘如来愤怒之命 尽欲杀害一切众身也 所是菩提心中四射方便 以此直系不降伏者 以利会认断其夜寿无穷之命 令得大空生也 四射菩萨中之金刚锁菩萨意以右手持锁 表示取一切众身 令解脱二圣十计三摩地制之于尼 而安置于绝王之法界宫殿中 又千手观音用以持锁之首称为锁首 此外 所亦有截户之意 故将之戏于锦相间 即可得服灭罪 大日金卷二具原品 不空索陀罗尼自在王咒金卷下 底里三昧耶金卷上 惠灵音一卷十七 卷二十九 卷六十九 P6589 翻波式 为日本平安出其佛像木雕之特征 雕刻佛像时 特别强调衣服之折处 自其断面观之 呈现波浪状之曲线 颇具立体感 为造像上之一种强烈表现手法 P6589 翻泛语 翻语 翻识卷 转者不详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四册 为泛语词典 简略解释汉译佛典及中国著述诸书中出现之泛语意义 共分七十三条 所收语会约达五千 每一语会下并标示其语意 意义及点句 自本书所援引之佛典 亦称观之 皆属于南北朝梁代以前 又梁代森宝唱所及经律意乡意书中 亦多加引用 故以其为宝唱之作 P6589 翻经台 南北朝流诵诗人谢灵韵 轻浮于庐山慧远 乃于四中驻台翻涅盘经 又凿池 并指白连于池中 遂称其台为翻经台 后世于其旧止住有白连亭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庐山慧卷以P6589 翻译 又做翻译 盖佛教本源于印度 随着教义之传部与信仰人数之日增 也已超越种族 广传至其他各民族 佛教经典义随之被译成各种语言 是尊臣道后及以各地方言说法 而未采用亚语 Chandas其意在使教法普遍传部 佛陀入灭后 印度本土节级经典 主要使用梵语及巴黎语 Pili 即知乃有诸国语 亦之佛典出现 其彼此之关系 如表所示 由表中 亦可知梵语 佛典大多随印度佛教之衰为而散逸 经残存于尼泊尔 西藏 中亚等地之经典 仅为其中一小部分 故意自泛语系统之汉译经典与藏译经典之价值 乃相对提高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卷五十三 宋高僧传卷一 卷三 法院诸灵卷一零零 翻译明义及卷一 随书经及至 参阅 译经 六千八百零六 P六千五百九十 翻译四例 指翻译佛经之四种原则 一翻译明义及卷六堂范字体篇所举之四例 即 一 翻字不翻译 如诸经中之咒语 字为汉字 应则为范音 二 翻译不翻字 如华言经中之 万 字 字为范体 应则以汉字之万字应翻之 三 音字句翻 如经文中之音语字 字二者皆以汉音 汉字翻之 四 音字句不翻 即西来之梵语经本 其应语字二者皆为经翻译 P六千五百九十 翻译明义大吉 梵名 Lafi Pati 西藏明 Lafi Pati Pama Pasmusat Pai Bai Fu6 Rag Tuesday Rtops Par Bite Pachen Po 又略作 By Brag Tuesday Rtops Chay 韩字圆解释大吉之语 以范、藏、汉、梦等四种语言对照 采入佛教教典中常用之术语与专有名词 分类列举并加以解说 九世纪请 由印度至西藏之学者大多以范藏对义字会作为义经之标准 最初仅有范藏 后使追加汉蒙 为追加之年代祥 其汉译部分 因译语所实 用之文字中 美有唐 宋时代之译经所无者 故推测汉译时代当在原至清之间 1822年 匈牙利之探险家纠马 Xomadigars 进入西藏研究文学与宗教 而于1831年发现此书之范藏版 1853年 国东洋探险对于中国北京获得范、藏、汉、梦等四种语言之对异写本 并存藏于圣比尔保帝国大学图书馆内 1856至1857年 法国东方学学者复可适 以 Fukas 朱利安 S Ellian将其介绍至欧洲 前者负责范藏部分 后者负责汉蒙部分 至1887年 苏俄东方学学者 敏纳耶夫 IP Memmeyaf 孝和范藏部分 并公诸于世 其后 日人南条文雄 立元言授于巴黎首写范汉版 此后更有敌原云来 亮三郎之研究 分别于大正四年 1915 与五年出版范汉对异佛教词典 翻译明义大集 范藏汉和四义对校翻译明义大集 P6590 翻译明义集 凡七卷 南宋法云者 为佛教知范汉词典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四册 始作于高宗绍兴十三年 1143 收集资料前后历二十年 在金增山整理而成 其内容细将佛典中重要范于 二零四零余词 类别为六十四篇 而加以解说 各篇开头均有总论 叙述大义 四出因译范文 并一一举出意义 出处解释 所具资料 除经论外 另又旁采因译 著书 或由其他之佛教著书 如宗进路 转引而来 此外 亦引用式书经史之类 举出作者姓名 称某说等等 引用书籍多达四百余种 作者百余人 本书解释范文 本书解释范文 与一般因译以说明意义 为现者不同 对较重要之名相 以天台宗之解释为主 详佳论事 对历代重要译加 亦有专篇记载 本书解释范文 本书保存一些有关翻译之理论 如卷手特载玄葬提出之五种不翻 大五四 一零五五上 一 秘密固 如陀罗尼 二 寒多亦固 如薄加饭 聚六亿 三 此无固 如严禁术 中下十无此母 四 顺骨固 如阿诺菩提 非不可翻 而摩藤以来长存犯因 五 身善故 如般若尊重 智慧清浅 而七迷之作 乃为释迦牧尼 此名能人 能人之义 为卑周孔 阿诺菩提 名正辩知 此土老字之教先有 无上正真之道 无以为义 菩提萨朵 名大道心众生 其名下列 皆掩而不翻 此文未见于他处 玄奘 亦尽心意之经论 其名相因意多意于旧意 而为旧意而略 本书则以为心旧翻意 所以不同者 仅因时的差异 方言有别而已 本书与世事要揽 教程法术合称 佛学三书 为初学者所必读 另有二十卷本收于 名藏中 大明三藏圣教 北藏目录卷四 月藏之经卷四十三 增补诸宗章书录 P6591 翻译家 即佛典之翻译者 右座一诗 一经家 例如五世纪时 将西兰语之三藏著 诗书编译成 巴力语之佛音 范布戴户 即是一著名翻译家 汉语经典方面 较重要之翻译家 有后汉 安息 安世高 吴 岳世 知谦 西径 敦煌 主法户 后秦 归姿 纠摩罗什 刘宋 中印度 求纳拔陀罗 良辰 西北印度 真帝 北魏 北印度 菩提流之 北周 北印度 蛇纳绝多 唐代 中国 玄奘 中印度 德伯赫罗 于田 石叉南陀 中国 易静 南印度 金刚志 中印度 善无畏 北印度 不空 北宋 中印度 法天 加师弥罗 天席哉 吉法贤 乌田囊 师户等 彼等通小经 律 论三藏 故又称 义经三藏 三藏法师 藏义经典之一家教著名者有七世纪之端美三菩提 藏方 米 三后 九世纪印度之圣有 范 珍南 玛 界地诀 范 Landravoddy 吉祥地诀 Sorendravoddy 西藏之耶 耶的 藏耶 E S S D 等 十一世纪有藏人罗 唐席 罗婆 藏布 NES Rav 马尔巴 藏 马尔 帕 十四至十五世纪有薛拉布伦杰 藏E S Rav Ring Chen 揪耶 孔善普 藏 Charles Skio Psen Pio 揪耶 嘎鲁 藏 Charles Rugio 等 皆为著名翻译家 P6592 直重 又作色重 纸密教举行冠顶或大法会时 持华 持帆 持金刚等诸直之森重 以其原者有色夹杀 故又称色重 后应担任诸直 岁称直重 据显密威移变蓝卷下法式直重 调载 密布法式森称为直重 又依其袈裟之色分为二品 一围着纳医者 称为纳重 又称持金刚重 二围着甲医者 称为甲重 又作赞重 P6592 涅纳比法姆沙 巴黎明 Kivahese 缅甸僧 属通奸派 巴皮鲁佩奈 又作全禅派 为孟云王 波多佩奈 1782 1819 在位 支加僧 当时缅甸佛教界 对于上衣穿着之法 形成通奸派 与偏袒派 巴一K Aseka 对立之局面 呆孟云王 即位 师乃寿王 命权 亦两派 而断定偏袒派 之主张 并无经典 与传统之根据 为己 偏袒派 即遭境断 师被寿王 之礼遇 于四长老 任森家 大王之计 师居其上手 统霞教团 身族年不祥 其著作有越藏庄严 指导论之著 善哉月义 长布经之部分著 四沙迷世 王逊世 王中王月义等 并翻译本身经 为缅甸语 MH Bowdapili Literature of Burma Chapter Elliott Hinduism and Buddhism Fall P6592 聂成远 西境一经居士 横居关落 明界有才干 博通经传 富善于撰文 曾参与主法户之一经工作 赌制物法 参政文具 而有笔授之功 最初主法护一出超日明经时 此句繁琐 信的陈远山坠文具 乃亚顺而通达 为世人所乐读 又据历代三宝记卷六等诸禄记载 陈远令亦有家业捷阿南经一卷 越南经一卷 其中 越南经收于大镇藏第十四册 唯一具史心路等之列目 则以越南经系陈远所译之说 上呆商榷 其余士继与申族年均不详 初三藏记集卷二 开源士教路卷二 P6593 聂云台1869 1953 湖南恒山人 好共节 法明慧节 清末提倡科学 自义赫世无限电学 创办恒风沙场 与张继直发展访之事业 是初信基督教 与武庭芳博士有普陀山后 及不识肉类 后因其妻亡固 深感人事无常 遂广揽佛书 前兴三藏 民国十三年 1924 归依如患大师 后随映光大师受五解 世自奉圣俭 曾将积蓄全部捐出赈灾 其著作 多以佛教因果感应世纪 与轮回之故事启迪世人 所编之观世 因经咒灵感汇编 地藏菩萨灵感静文录 宝复法 均流通极广 护上之上流社会 受其感化者胜众 墨于民国四十二年 世寿八十五 批六千五百九十三 聂道真 西境一经居士 聂成远之子 少时随父受学 博通内外典籍 并通达范语 撰文坠辞有出蓝之美 初随父使义于 主法户之一席 为己及列位参与 共执掌笔授 永家末年 主法户必居西锤 道真义随行 主法户世纪后 道真继续传义工作 于华言部中义出二十四品 三十八卷 历代三宝纪卷六等诸禄中 更列举数十部 其翻译经典数量之多 者称当是 其余世纪与生族年均不详 开元世教路卷二 批六千五百九十三 旧柱 指九居一处 又坐旧柱 于禅林则多称旧柱 丛林之老宿为旧柱 禅林相器兼称呼门 批六千五百九十三 旧柱菩萨 指自古久住在一佛世界之菩萨 法华经卷六如来神利品 大九五一下 尔十 世尊于文书师利等无量百千万亿救助 娑婆世界菩萨摩 佛赫萨及朱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 幽婆仪 天 龙 叶叉 甘踏婆 阿修罗 加楼罗 锦纳罗 摩罗家 人 非人等一切重钱 献大神利 吉属其利 法华文句卷十下解释位 大三四 一四一下 余文书等者 话众也 救助者 下方本化众也 一切者 他方来者及从分身佛来者也 又同书卷九下解释法华经卷五如来寿量品中 为菩萨有下方 他方 救助三种 大三四 一二九下 下方及本日所化 故无直径之位 他方 救助具有二种 亦从法身应身者 往事先的无身 或以先文发显本 设为德文 报尽受法性身 与法身的自应德文长远之说 是故应身菩萨多无直径之位 二者经身使得无身忍即位德者 显有此位 上纪乃将法华会上之菩萨分位三类 即一 他方者 在法华经卷五从地涌出品中 指佛灭度后 是持法华经 自他方国土而来之过八横和沙数之菩萨 二 下方菩萨 指释迦牧尼佛为他方来之菩萨制式时 自娑婆世界下方所涌出之六万横和沙数之菩萨 三 救助菩萨 指援助娑婆世界之菩萨 此与神力品之解释 为救助与下方同一 似乎矛盾 然一般于神力品 解释为佛献神力所对之众 系以下方涌出之菩萨为主 然一兼职娑婆救助菩萨 法华书司记卷十本P6593 旧首轮严经 请参阅首轮严三魅经 旧绿佳为新绿佳之对称 绿佳有新旧之分 如四分律 五分律等为旧义之律 唐代义尽所义之有不律为新义 故以前者为所义者 称为旧律佳 然古来多旧律之著书 以论新旧 如唐代道宣之四分律 三返捕雀行事超 宋代元兆之四分律 行事超资持祭等级为旧律佳 唐代义尽之南海祭 归内法传 怀宿之四分律 开宗祭 定兵之四分律 律书是宗义记等为新律佳 批六千五百九十四 旧善为克善之对称 一般世俗之人伦道德规范 指忠孝 识善等称为旧善 反之佛教所说宗教之善行 三规 五戒等 则称为克善 法界次第出门卷上之下 大四六六七零中 如来为新于世 而时已有识善之化 是为世间救善 参与 参与 旧一 旧千五百九十四 批六千五百九十四 旧丛林 又作古丛林 指于丛林中常识修行之僧 亦及轰达尽法规一世之人 批六千五百九十四 旧一 指旧十之医师 即以旧一比喻佛教成立以典之外道学说 为 格一 之对称 与佛教上成立之前 印度已有许多外道学说探讨人生诸问题 此称为旧一 而佛教系后来成立之宗教 对旧一而言 则称为克一 旧一亦为医师之一 然因无法随顺众生之根基而致众生病 故叫克一拙劣 此戏出自南本涅槃经哀叹品之辟语 若将食善或效养父母 尊敬师长等世间一般之善行称为旧善 旧戒 对此而言 佛教特有之五戒 八戒 八戒 巨族戒等级称为克善 克戒 北本涅槃经卷二受命品 大制度论卷四十六 大班涅槃经及解卷七 摩合纸观卷四上 批六千五百九十四 旧意 指旧时之翻译 为 心意 之对称 幼座旧藩 古藩 古义 有观汉义佛典 南朝梁戴森幼之初三藏记及卷义中 以西境以前所义之经称为旧经 后秦旧摩罗时以后所义之经称为新经 以比较义与之别 然特别强调新旧之不同者为唐朝玄藏 比吉利排斥旧义达义 义义之而谬 后来执义之风兴起后 汉义新旧之别遂以玄藏划分 旧义加以后秦旧摩罗时与南朝成代真帝为代表 新义加以唐代玄藏与义竟为代表 由左表举立可略见其概况 表中义语之差异 由于古义中有从西语语翻译之故 又印度之佛典译见倾向泛语化 因而反映于汉译 故有义语之差异 玄藏等人之心义 在法相宗之信相学上 故然极其是切 然用来诵读 人以流畅之旧义教为是切 现今经典时用旧义者义极多 此外 于西藏义佛典 初其之翻译 其坠字法 义语等不一定 故颇为混杂 至九世纪时 圣友 范真奈麦拉 等人统一义语 坠字 此后遂有古语 藏斯卡特 RI与新语 藏执扫 RI之分 宋高森传卷3 翻译名译集卷1 惠灵音译卷25 教院摘要卷下 P6595 蓝吉复 1943 台湾南投人 东海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 历任中心 东海文化等大学历史系讲师 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讲习 创办弥勒出版社 发行弥勒书训 于佛教文献学方面 集聚素养 这有随代佛教史述论 现代中国哲学等 其他论文散见于各佛刊 编有当代中国十位哲人及其文章 四大菩萨圣德从书 中国文化心论 宗教篇 现代佛学大系 世界佛学名著义从等 P6595 蓝语 油盐加兰唐语 集指佛寺 参阅 加兰 2769 P6595 兰姆汉罗伊 RMOMRI 1772 1833 为印度近代宗教 社会改革者 属婆罗门种姓 生于孟加拉 一个笃姓印度教之贵族家庭 早年曾于巴特拿 巴特拿 学习阿拉伯文 波斯文 接触伊斯兰教教 以及希腊古典哲学 后定居 贝纳拉斯 巴拿斯 研习泛语 英语 增进对传统 印度文化之认识 并接受西欧 近代思想之洗礼 曾游历波斯 阿拉伯 缅甸 中国等地 1804年至1815年 担任英属东印度公司收税人之职务 应建印度教现状及社会停滞不前之情况 遂专制于改革运动 于宗教改革方面 极力排斥偶像崇拜 定 范 为唯一神 宣扬奥义书之真髓 否定轮回转身 倡导回归印度传统之唇 对一神教 于社会改革方面 则创立报刊及学校 否认阶级差别 禁止亦夫多妻及寡妇殉葬之习俗 并提高妇女之地位 又于1828年创立 范教会 为以后诸改革运动之先驱 其主要著作有 to stay fed on new world eating 1804 V eating day Astos NN Benel 1816 1819 The Precepts of Jesus The Guide to Peace and Happiness 1820等 P 6595 P 6595 蓝郡多杰 1284 1339 西藏名RA BYU RDO RJE 意义为自身金刚 又做RA BYU BA 为加尔马派第三组 被视为加尔马拔西 藏Karmapai 1204 1283 之转生者 诗言习诸法 精通喇嘛教教义 原文宗至顺三年 1332 诗应文宗之招请 底王公位王及王妃灌顶 元统二年 1334 于归藏图中 曾寻西五台山 底康州 正其地之不合 至元五年世纪 世寿五十六 著作有圣生内议 藏SAP MONA 等 与圣生内议之著誓书 及关于天文 医学 达特罗等各种论书 蒙古喇嘛教史 LA What a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Dev Zeresong Po The Bullenos P6596 蓝皮尼园 蓝皮尼园 蓝皮尼 范名Longbin 巴利名童 意义为花果等圣妙式具足 乐圣元光 解脱处 可爱 花香 断 灭 盐 位于中印度之灵院 地处古印度 居立于迦皮罗位之间 乃善绝王 范苏 Prabhuda 为其夫人蓝皮尼建造之花园 以及佛陀诞生之圣地 又作蓝皮尼园 刘弥尼园 林维尼园 龙弥园 刘弥园 腊伐尼园 论明园 楼皮园 龙皮园 林炳园 林儿园 据经典记载 加皮罗为国境泛王取居立国天壁成主之女摩耶魏妻 摩耶夫人年四十五有孕 于蓝皮尼园中无忧树下 自幼血产希达多太子 该园曾荒废一时 直至阿玉王石柱被发现后 使之其为佛陀之故技 乃希辛加以保护管理 蓝皮尼位于金尼伯尔境内 金园指 东西约三十公尺 南北二十公尺 内有方形之玉石 塔指数各极次之堂语 堂语称为鲁木米叠祠堂 其内部正面之壁有摩耶夫人之石雕 为极多王朝时代或其后之作品 巴利文本身经佛传 Jtaka NiDNA 杂阿含经卷二十三 长阿含经卷四 佛所行赞卷一生平 八大灵塔明浩经 阿玉王传卷一大唐西域祭卷六节 比罗法苏读国条 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 V Smith A. Oka SN May John D. Cunningham Ascent Geography of India P6596 蓝灾境 N.L. Darvan或The Indigo Planting Mirror 本书系印度人米特拉 Denoban Humaitre 1830 1873 以孟加拉方言所传之戏曲 于1860年完成 实质英国直接统治印度二年后 米特拉透过戏剧反映史时 叙述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商人 诱导孟加拉农民种植可作染料之植物栏 俗称电青 在以欺骗压榨之手段获取暴力 其后 彼等禁制迫害农民之妻女 侵吞农民所赖以谋生之全部土地等 被害者向英国裁判官申诉 不但未得正义之支柱 反而被迫依依趋向死亡之徒 此剧曾广泛激起印度人之民族独立意识 与对农民之深切同情 知识分子更要求堪行英语版 故本书曾一度遭境 此书之因一本为其民主义者达塔 MI, 124-1873 所以 P6597 兰婆 范明蜜 为法华精所说守护法华形者的 十罗杀女之一 正法华精卷石总是品一位杰附 其形如药叉,这轻衣,右手持独骨储,左手持念珠 法华金卷七陀罗尼品,法华石罗沙法,参阅,石罗沙女,502,P6597 蓝魔国,泛名阿玛格玛,巴黎名阿玛格玛 魏魏于中印度加皮罗魏成东方之国 又称罗摩村,罗摩家国,阿罗摩国,蓝魔国,罗摩聚落 高森法显传位佛陀入灭之后,此国分得佛陀之设立,乃建塔供奉,名为蓝魔塔 于塔边之池中有龙,长守护供养此塔 后执阿玉王至世,欲开印度国中供奉佛陀含吏之八塔,分至于八万四千塔 其中七塔既开,至蓝魔国,首塔之龙献身祖旗开塔,后此塔因而荒废 又一大唐西玉祭卷六所在,蓝魔塔建于齐国之东南,更东百于里处,及西达多太子决一出家时解宝一,除阴落,命仆从池归之地 关于蓝魔国之位置,康林汉 康林汉,位在哥格拉河,高克拉,之之刘科哈纳河,Kohna,与奥密河,欧密 中间之德欧卡利,蒂阿卡莱 史密斯,V Smith,则位位于尼泊尔与哥拉克普,Gorikpur,中间之达摩里,Darmor 巴利文大使,Mahvasa,XXXI,长阿韩金卷4,石颂绿卷60,帆帆语卷8A Cunningham Mentioned Geography of India,Vismith,Kusenr,Orguinnagara,And Other Buddhist Holy Places,P6597 萨他逆施法罗国,萨他逆施法罗,范名STHNEVARA,中印度古王国,位于墨兔罗国东北 集经横河之流珠穆那河,Johnna,上游所灌溉之平原 据大唐溪玉记卷四载,此国周七千余里,都城周二十余里,土地肥沃,架色滋盛,气候温暑,风俗娇薄,家世富饶,敬畏奢侈,加兰三所,僧徒七百余人,皆袭小臣教法,天慈百余所 亦道甚多,释迦方至卷上,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2A Cunningham Mentioned Geography of India,P6598 萨多纳米派,萨多纳米,泛名萨多纳米,为印度教近代改革派之一 成立起源不明,据推定约成立于十七世纪初 曾抵抗回教皇帝奥兰籍部,Aronzev,之压迫 1750年请,由杰格齐彭达斯,Jalovandis,完成组织教团 1820年请,赴尤嘎吉达斯,GHCDS,改革 此派信奉唯一真实存在之神,严禁肉食,饮酒,深受喀比尔,Kavar,之影响 后见倾向左道信利派化,堕于偶像崇拜 P6598 萨地比利多法会,萨地比利多法会,为斯里兰卡,齐兰,佛教徒日常之最大法会 该法会连续举行七天,主要在祈求丰收等,故意称七天祈福法会 会中邀请数十位比丘参加,并供给饮食、住宿等,谈场之不至于仪式,与比利多曼陀波法会相似 参阅,比利多曼陀波法会,4735,P6598 萨迦寺,萨迦寺,西藏名SA,Skaya 位于西藏日喀则西南,为喇嘛旧教之大寺院 该地方位白色土,藏SA,Tkir,应于白色土地上建寺,故四名萨迦 又应据此寺发展成派,遂有萨迦派之名 北宋西宁六年,10713,此次由喇嘛旧教,洪教,萨迦派出祖滚区绝宝,藏Pakon,Nkogurjio,Pio,1034,1102,于40岁时所创建,或为戏马尔巴,藏Mar,Pak,62岁时所创建 萨迦派为喇嘛旧教具代表之一代,因受阿提沙响影响,故达特罗瑞采为浓厚,主张取妻身子以为法寺 历代教主杰出之学森被出,出祖曾孙文书萨加班禅,藏SA,Skirapachan,1182,1251,在元日祖呼币列,Huila,征服西子后反蒙,被招请为帝师与灌顶阿舍离 此为喇嘛教普及蒙古之机缘 其后元朝大力支持喇嘛教 其之巴斯巴,Charles,Pak,1230,1280,亦受元朝招请,接受士祖归一,并以创至巴斯巴文字著称 南宋贤纯六年,1270,即原至元七年,巴斯巴反藏,元氏祖授与权藏之政权,故自1270年至1345年间,萨迦寺成为西藏政教之中心 直至宗喀巴以后之新教时代,该寺人为旧教本山,占有重要地位 本寺分南寺,北寺两部分,存有大量珍贵文物,档案与荆棘,其中知梵文,藏文藏书,自古及文明于世 经北寺已回,南寺有存 What a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chapter Bell the Religion of Tibet,蒙藏佛教史,妙洲,蒙古喇玛教史,P6598 萨迦派,西藏名SA,Skaya,Pah 西藏佛教新派,藏Jsar,Mah,Pah,之一,属喇玛旧教,洪教,之一 创始者为滚区绝宝,藏Pkhan,Nkogurgio,Pio,1034,1102 与阿提沙同时之兜库迷,藏Drog,Me,曾从印度学者祥铁巴,藏Nti,Pah,等席戒律 班若,金刚成达特罗等,回国后,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在藏州创建纽固伦寺,藏Myu,Gu,Lu,一心转密教而说道果之教 滚区绝宝曾从兜库迷修学,亦受教于其他诸师 神宗西宁六年,1073,于魏州建萨迦寺,藏SA,Skaya,为该派中心地,并以四名为派名 滚区绝宝佑的文书启示,以轻便一系之中官派教学解释秘密成 主张菩萨智慧至本性光明照要入大乐定之说 又以此派寺庙为强会有象征文书,观音与金刚守菩萨之红,白,黑三色花纹,故俗称花角 此派特征为具密宙之倾向,并允许僧人娶妻生子,为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 教主有滚区绝宝家族世代相成 有邪统,法统两支传承 其中孔家家赞,藏康,DGA,Rugio,Mtchen,又称文书萨加班禅,1182,1251,曾应援帝呼碧列之召请入朝,被尊位帝师 其承巴斯巴,藏康,Rugio,Fax,巴,1239,1280,一位帝师,为本派第五世,原世并委以全藏统治权 1270,萨加派因此掌握全藏阵,经,军之统治权,并发扬盛行 其后明朝同尊甘丹,格鲁两派,错萨加派之权势 该派遂为格鲁派取代,仅保有萨加的方之政教权力 14世纪寝,有分派产生,称为决南派,藏州,NA,PAT 至1427年,又分出国鲁派,藏欧,PAT 决南派系已位于炸石轮部西北百里之决南四围中心,派组为图解宗兜,藏康,DGA 兜,Nkog,1290,1353,由此派所出之大学者多罗纳他,范皮兰THA,曾打烊中风 国鲁派为孔家桑堡,藏康,DGA兽,PO,所创,并除古派达特罗之教义 而锦衣用新传密教,迄今西藏东部人存有该派很多寺院 此派以学术文化活动著称,学森辈出,其中,由以布顿,藏Bulletin,Stone,1290 1364,畏罪,因布顿后驻下路寺,藏SHA,LU,故以下路寺为中心而形成下路派,与后代诸派影响身具 蒙古佛教使,蒙藏佛教使,Dev,Zeresang,PO,Wenos,LA 我道的Buddhism of Tibet,H. Hoffman by Religion and Tibet,The Religions of Tibet,J2C,Tibetan Pentate Scrolls,参阅,西藏佛教,2593,P6599 撒加耶剑,范语,SADK,DI,因意为撒加耶达利色致 撒加耶,范语,SADK,又做撒加邪,撒加耶 加耶,范语,KAYA,聚集之意,意义作身 撒室友之意,又含虚伪,以转之意 剑为范语,DI,达利色致,之意义 故撒加耶剑总意作有身剑,或意作虚伪身剑,以转身剑 为五剑之意,意为时随眠之意 即与五蕴和合之体,执着我及我所等望剑 关于此剑之名义,因诸不派对撒加耶之,撒,自剑解不同 故有诸多意说,自略数如下,依,有身剑,为说一切有不所利 此不以,撒,为有之意,为身为五蕴之即和,此五蕴之法体为时有 故撒有身,而原此时有之身,执着我,我所等之望剑,称为有身剑 二,虚伪身剑,又作坏身剑,为身剑,为精量不所利 此不以,撒,为坏,无常之意,为身为五蕴之甲和,身灭无常,无有实体 故称坏身,虚伪身,而原此虚伪之身,生其我,我所等之执着望剑,称为虚伪身剑,坏身剑 三,以转身剑,为大臣为时宗所利 此宗以,撒,为以转之意,意即有无不定,或非有似有之意 以,身,为因缘和何依他其性,故为身为非有非无,称为以转身 而于此以转身上,推度我,我所等之望剑,称为以转身剑 此外,若就撒加耶剑分别愿于五蕴而论,则可以下列二十句以表之 即,先以色运而言,可分为四句,第一句位,色迹是我,如主 第二句位,我有色,如阴落 第三句位,色迹是我所,如状仆 第四句位,我在色中,如气 准此而言,受,想,行,十四运意各有如上之四句,总成二十句 在翻译名义大集,范范范范范底,中,载有此二十句 撒加耶剑之反名 另句大皮婆沙论卷八载,撒加耶剑若分别愿于二剑 我,我所,三戒,五蕴,九地,十二处,十八戒等 则可有一句乃至九三六句之撒加耶剑,然若以相续,是,刹那等之法相以分别之 则有无量之撒加耶剑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六,卷四十九,顺正理论卷四十七,巨舍论卷十九,瑜伽诗的论卷五十八,卷八十七,大臣五蕴论,成为十论数计卷六末,卷九末,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数计卷三,巨舍论光计卷十九,悬映英译卷二十三,参阅,五剑,一千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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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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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该寺与欧丹多妇离寺、犯Uda Apura,同遭回教徒掠夺破坏。 施于1202年,与学森九人相伴入西藏,于加鲁丘耶桑、藏Bio Chas Pse 红法、长寿介与喇玛旧教、红教、萨迦派开组织曾孙, 及文书萨加班禅、藏S.S.S.K.A.P.A.C.N. 其识并传授法称之量是范Prame Filtica。 后又论破不尊正法者,匡正以一佛典之而误,并自意著作成藏文本。 鉴于西藏大藏经所收之著作,有《圣多罗母成就法》、《圣多罗尊幽波提舍灵中时观法》等十二部。 蒙古喇玛教史,日本东北大学西藏大藏经目录,以 Oberm 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lletin, Stone, Part, P.6601 萨班若,梵与Sarvahe。 又作萨云然,萨婆若,萨婆若多,梵Sarvahe。 意义为一切智。 指了之内外一切法相知智,即指佛智而言。 禅愿青龟卷九沙弥寿借文,万序一一一,四六三下,龟一法,萨班若的大总池门,又以海比喻一切智之广大,称为萨班若海。 禅借超,大八二,六五五下,借文云,现身演法,世间精良,得归萨婆若海,不可称量,鼎带凤秦也。 八十华盐经时的品,放光班若经卷十一,圆绝经大书超卷一会灵音一卷七,参阅,一切智,十四,皮六千六百零二。 萨朵,梵与Sarvah,巴利与Sarvah。 又作萨多婆,萨和萨,萨婆萨朵,萨达,所朵。 含有存在,身、实、真、善、美、贤等义。 于成为实论述记卷一本,称萨多为有情,即有情义之义,佛的经论卷二则作勇猛之义。 另有心力,有,有相,寒食,众生等诸义。 萨多亦指菩萨,即菩提萨多之略称。 于密宗,则指金刚萨多。 此外,印度数论派以萨多乃自信,梵Praptitaneum,所具三德之一。 参阅,菩萨,5209,P6602。 萨多拉舌达摩,为数论二十五地中自信地之三德,即喜,优,按三德。 萨多,犯萨多法,永剑之义,其体位喜。 拉舌,犯罗舌,又作罗舌,成笨之义,其体位憂。 达摩,犯Thomas,又作多摩,按顿之义,其体位按吃。 此三德初能作光明,似能作生起,后能作细腹。 自信具此三德,则生一切万物,且具种种差别。 经七十论卷上,佛的经论卷二,参阅,三德,668,P6602。 萨婆多部十颂律,请参阅十颂律。 萨婆多部律设,凡十四卷。 印度圣友传,唐代义敬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 又称根本萨婆多部律设,有部律设。 本书解释有部之戒本,产兮有部律之经要, 并简洁明述词、饭、开、遮等种种学处。 出世波罗题目插经,四举出部四波罗释迦法至第五部中学法七灭政法等戒品,后复七佛略教法。 P6602。 萨婆多部计,凡五卷。 南朝梁戴森佑传。 本书记载萨婆多部十颂律师之相成九十余人之世纪,故又坐萨婆多师之传。 戏有关萨婆多部之珍贵史传,习早已一诗,为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有其目录与续文。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开原是教录卷六,P6602。 萨雅山。 1931,缅甸森。 于1920年代从事政治活动,参加缅甸人民团体总会。 1928年曾任总会农民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 次年创建秘密反应组织喀龙军, 喀龙为缅甸神话中之神鸟,相传曾与龙决斗, 击毙对方,并于全国许多地区,组织僧人在各佛寺成立喀龙会。 1930年12月于沙拉瓦底县发动武装起义,自称为土邦那家喀龙王,定都阿弄山,废除科捐杂税。 1931,于一年11月被捕。 1931,P6602。 1929,萨迪,梵萨特,译为印度神明。 Dash,梵Dalakay,织女,鲁达罗,梵Radra,织妻,因父亲与丈夫争执而自杀身亡。 二位婆罗门教及印度教所提倡之一种寡妇殉葬制度 即妇女于其夫死后火化时 必须跳入火中随夫殉葬 近代宗教及社会改革家对此提出强烈抨击 遂于1829年立法废除此制 P6603 萨达玛提波罗 巴立民扫德马兆泰艾洛 出名超颇 西元12世纪缅甸之学生 普甘派 巴佩恩之祖 师是普甘长老玉多罗琪婆 Berotorache VA 1154年随师游学西兰 入大四授见于该寺长老设立府 8.S.Riputa,改名为萨达玛提波罗。 留学十年,携带大量典籍,与西兰森施婆利,8.S.Vola,多摩灵陀,8.T.Malinda,阿南陀,8.Nanda,罗罗,8.R.Hula,四森相邪归国。 赖此四森协力与蒲甘王纳罗波帝西兜,巴纳罗普特斯斯,即当地学森之支持,创设指师子森家,即蒲甘派,传授大四之授戒法。 遭当时的人,Tolene,地方缅甸旧教团之反对,蒲甘旨的人教团为异端,导致缅甸教团对立。 锁着有绿兴起解释,戒本明解,绿影意识,法母意解释,发去数据,明行灯,圣典经药等。 并有境界庄严设莫著,设阿皮达摩论略著等著书。 Chapter Elliott Hinduism and Buddhism JP Malala Secra Dictionary of Pili Proper Names, P6603 萨满教,Smanism,被原始教之一,种惋惜形式。 广义而言,不过为,被开化社会之精灵崇拜,Animism,乃属原始宗教形态之一。 具有明显知识族部落宗教特点。 疑似多吉诈谷以及求无病息灾,驱退恶魔。 萨满,萨满,萨满,乌施,之语义,系出自通古斯语,Tungus,斯基,Smoen,之语。 于泛语中,则为Romae,Basamae,秦喜之语,此次自个M,系兴奋状态中之疯狂舞蹈者之语。 古印度废陀神话文学中,对一切自然现象赋予神格,而自然界之运行与人类恐惧之根源则来自神灵之支配,即似神灵岁成为现实生活最高之规制。 由此可知,古印度之宗教,系属萨满教之形态。 佛陀出世的意义之一,急欲打破古代雅利安人原始之神灵观。 然虽受佛陀教化,民众人未能消除就有萨满教之思想。 故于佛陀入灭后,萨满教思想遂逐渐渗入佛教教义中。 在曼达罗、范弗曼陀、真言、义明义之下,引用咒术,由于密教之心龙及其宗教体系中特位显著。 我国宋代徐梦生之三朝北盟会编中,最早出现,山湾、义词,即一般所谓萨满、细纸屋、女屋、习、南屋。 急于驱除恶鬼,习灾其怨、其语、招魂、占卜、治病、开运之时,即歌舞,且哭喊着。 佛教传入以前之西藏邦教,为宇宙中有善恶精灵之存在,支配人类世界之极凶祸福。 佛教传入西藏后,在给予邦教新影响之同时,亦受其民俗信仰之形态与内容所影响,因而发展成独特之喇嘛教。 大量输入中国文化、思想之古代日本文化亦显见萨满礁影响之,于古语时宜的神代、上古之神话时代,之记录中,可散见、片屋、公屋、知名,可见日本自神代时代开始,即存有萨满礁之思想。 在古代印度阶级制度下,婆罗门可视为存在于神、精灵与人类间之萨满。 世尊于菩提树下开悟成道以来,即否定以祈祷祭祀追求人类幸福之态度,从而是以神、精灵为崇拜对象之宗教仪式为无意义之举,于是针对萨满礁之兴奋与师神而宣说,禅定、语、觉醒、之道,故原始佛教教团中,严禁咒术,否定婆罗门教之祭祀。 极致大臣佛教兴起后,见有宋念咒具与真言之祭典成立,此极密教主要之特质。 此种摄取印度民间信仰,而产生密教教理密一化之情形,使佛教呈现出显著的萨满礁之倾向。 极致佛教传入中国,乃与以巫术为中心之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至道教确立其教义及宗教形态之后,再度影响佛教匪浅。 既知佛教传入日本后,亦与日本固有民族信仰之萨满礁相结合,而产生死灵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犹事,不仅成为将佛教深奥之教理体系渗透入一般民众之方便法门,且亦因之形成日本佛教独特性格原因之一。 P6603 萨尔卡、Sergegnis Arker, 1870,印度学者 孟加拉人 为研究竟是印度史之第一人。 其有关蒙物而帝国、Mogol之著作,细采取波斯语文献者成,成为学界援引之典具。 而霍达卡、Dokka、大学学位、历任加尔各达、巴特纳、帕特纳等大学历史学教授,并任加尔各达大学副校长、孟加拉立法参事会员、印度史记录委员、英国亚洲协会名誉会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 谷卡、打瓦、赛卡、杀达、蛎于西藏佛教纪念释迦穆尼佛降生之节日。 意意为低速月,即止二十八秀之低速出现之月份。 以每年藏力3月30日至4月15日低速出现, 故称赛卡、大哇. 西藏佛教相传释迦牟尼佛于藏历四月内降生,出家,圆祭。 僧众于此期间举行宗教活动,信徒礼佛诵经,群众绕行拉萨转经路,至布达拉山后龙王坛内泛舟游玩,其他藏族地区亦举行同样节日活动。 P6605 萨罗附奢,泛宇萨佛 意义作药愿 为求是之愿心 大日经义事也密超卷五,万序三七,五六下,药之愿,泛宇萨罗附奢,与之愿,泛宇炉。 药者,心之所其也,与者,随他愿能满顾。 P6605 萨罗南加罗,1698,1778,八历名Sara A. Cara 为十八世纪西兰森 为西兰佛教复兴运动之领袖,西兰佛教先罗派之创始者 生于通八奈县,汤盆,瓦利维达村,佛利菲德。 早年依须立耶居陀,巴塞里亦可达,出家为沙弥,有感于僧人行为堕落,立志刻苦勤学,后经通八利文,梵文及西兰文。 曾受王命,造堪安置佛设立,图支以黄金,并欠有七百颗魔尼珠,王赐与佛典,法符,用具,静人等。 这有真一集,巴塞里亦可达,边大菩提术史,巴马波迪,VASA,及药匡具,巴巴塞里亦可达,之西兰语注释。 后至势利菲蛇耶王狮子王,巴塞里亦可达,十,驻布萨元,巴尔科塞里亦可达,兽王公养,凤王命座四帝试义,巴塞里亦可达,之西兰语注释。 更的吉祥称王狮子王,巴塞里亦可达,原著,太除破戒者,护持正法,又鉴于西兰以断绝传授比丘界,需自外国佛教引进界法系统, 故劝王从泰国沙敏达,巴塞里亦可达,及阿玉陀臣阿尔西亚, 言请当时正统传承西兰上座布比丘至西兰传界,的泰国大臣王朝波隆科斯王,波尔科斯,加许,1753年,由欧波里,巴尔科里,上座领导,至西兰传授泰国世界法, 前后为师与数百教徒受戒,因为泰森系所传,故称之为先罗宗,SYMAR,VASA。 自十六世纪已降,兵于废绝之西兰佛教,在其领导下得以复兴,一月复成为西兰之国教, 佛教教育遇遂再度被重视,人民热心拥护佛教,各地佛寺,佛塔得以重修重建。 吉祥称王狮子王位更进一步巩固佛教,于花园寺召开僧家会议,赤丰萨罗南加罗魏僧王, 巴尔西戈亚,此乃西兰佛教史上仅有的一位僧王。 西元1764年,萨罗南加罗森纳十二年,始为西兰人传授比丘戒及沙弥戒,自为戒和尚,1778年世纪,世寿八十一。 小王统使,Chapter 16.I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for J.P. Malala Secura Dictionary of Pili Proper Names, P.6605 藏,一范语派 aka,八粒语童。 因译作弊家,彼斋家,彼扎家。 乃兰或窃,窃藏之意,隐身为仓库,或学之意,赋有此意,转指,赦菩萨等一切所应之之法,为藏,称为菩萨藏。 另据善剑萨菩萨卷一序品之说,藏之意词,含有气,范B.H.Jana,八童,语学,八Pariyadi,二意,而八粒语之Pariyadi语词,则意指成就,充足之意。 由是,经所言法藏语语,即指有关圣典之完成,或议指圣典本身而言。 历来,法藏之分类甚为凡复,略说之,有下列数种,一,以经,律,论三者何谓三藏? 二,大小乘三藏并举,两者何之则称六藏? 三,大臣称别不知小圣所结及知经,律,论未生文藏,而以大臣之教理行果者称为菩萨藏,二者并称为二藏,此一分类可见于三论宗家祥大师所立知教相叛事。 四,以经,律,论三藏之外,别家杂及藏或咒藏者,称为四藏。 与法藏不忠,以经,律,论,咒等四藏,另加菩萨藏,并称为五藏,大众不忠则以经,律,论,杂,咒等五者为五藏, 大臣理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一则于经,律,论三藏外,加班若波罗密多藏及陀罗尼藏,何之为五藏。 五,据菩萨处胎经卷七之说,则以胎化藏,中阴藏,摩合眼方等藏,戒律藏,石柱菩萨戒藏,杂藏,金刚藏,佛藏等八者为八藏。 此外,大众不以身文藏与菩萨藏各分经,律,论,杂等四藏,何称八藏。 文书之力普超三昧经卷中三藏品,大臣庄严经论卷四,设大臣论试卷一,良意,大臣一张卷一二范与嘎巴,八粒与嘎巴。 因一座波拉婆,结合,乃窝,羌或须之意,转指胎藏,胎儿之意,其后并引申魏如来藏,范特斯嘎巴,嘎巴,之意,而魏如来俨然存于众生之心中,亦如胎儿之孕于胎内。 如来藏经,入众加经卷三,十的经论卷一,大日经书卷八,三藩语KOA,八粒与cosa。 因一座巨舍。 原指胜水之容器,后转指锁一,兼十,包含等数亿。 巨舍论卷一顺正理论卷一,巨舍论宝书卷一,四藩语勒阿,八粒与同。 乃至所欺处,宅,或加等义,又引申之,以阿赖耶时即为一切种子所引伏之处。 转石论,成为石论卷二,大日经书卷二,P6606。 藏下,有二义,一,藏,纸经殿,即收藏大藏经之建筑物,藏下,即纸建筑物之下。 二,藏,纸管理藏经之藏主,其下之直森,称为藏下。 此外,藏下之头手,即称藏下头手,一般即只看经堂首座与藏殿主,然此执经已不存。 禅愿轻规卷六看藏经条,P6607。 藏六,乃取归之隐藏头,为,四足等六处于甲窍内,能免他物之迫害为难,以之比喻行者应生藏六根而防护之。 为众生之六时由六根门而持散,攀缘于色,生,香等六成之境,以致妄想砸起,故应如归之内藏六根,以防磨害。 杂阿含经卷四十三,法巨经,参阅,归藏六,六千四百零一,P6607。 藏山和尚语录,请参阅元剑禅师语录。 藏山路,请参阅元剑禅师语录。 藏王纪,请参阅王统纪。 藏王全县,只安置于日本奈良县及野郡金丰山藏王堂之本尊。 右座藏王菩萨,金刚藏王菩萨,金丰山全县,金丰菩萨。 相传为日本修宴道之开祖义小角,634、701,在金丰山修行时所感的名。 自平安时代以后,随着修宴道之发展,而成为全国性之信仰。 其形象四金刚童子,成份怒行,右手举臂持三谷处,左手五指张开插腰,一足高举,做踊跃状。 于伯齐,鸟曲线,三佛四中,有齐木像八尊,为藤原齐之作品。 成天爱囊超卷九,卷十三,即也十一卷下,太平纪卷二十六,批六千六百零七。 藏主,于禅林中,主掌经藏之之称,又称之藏,藏司,为六投手之一。 主侍者需通义学。 藏主为藏殿之主管,掌管禅院大众之乐藏看经。 藏殿分为看经堂与经藏,纸经堂,分别由看经手作与藏殿主掌礼,此二者皆隶属于藏主。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西续投手之藏条,禅清规卷三藏主条,景的传灯录卷二十六云居到齐章,禅林象器兼职位门,P6607。 藏司,有二亿,一,纸禅林专司经藏管理之藏所住之处。 二,纸管理藏殿之藏主,有时已称为藏司。 加泰普登陆卷十九除安慧方章,参阅,藏主,六千六百零七,P6607。 藏要,自民国十八年,一千九百二十九,经之纳内学院所陆续应行之大藏集选集,称为藏药。 该鉴于 历代藏经皆有时必,即 一,漫无统续,二,尾书不简,三,一书存多意,四,一多尖色,五,一夺本意,六,改转本文,七,错减脱文物字,八,一说无机以着数,九,空书寡义以著书,十,凡文敷衍以色泽。 即举世文明之日本大阵藏,该院刊其内容,亦发觉颇有而某。 因此乃以教证此等缺陷为目标,而选出若干大藏药集,经孝祥著已出版。 前后共出版三集。 第一集选班若,华言,宝基,涅槃,阿含等经,菩萨,石颂等律,制度,瑜伽,中论,中边,为时,英明等论,凡二十六种。 第二集选能断金刚,华言,金石回相品,维摩杰等经,中关,百论,巨舍等论,凡二十七种。 第三集选手冷言,何不经光明,密言等经,显阳圣教,大臣掌针,石柱皮婆沙等论,凡二十一种。 台湾新闻风出版社曾影印刊行第二集,并于76年自海外搜集其余二集而进行刊印。 P6607 藏海,一指阿赖耶石 为时宗比喻第七莫纳石未波浪,而已能升起莫纳石之地八阿赖耶石未能藏之海。 欧字一,大七七,四零六上,藏海常驻,七波推转。 二以如来藏比喻为海。 秘藏宝要卷下,大七七,三七零上,藏海席七转之波,运落断六贼之害,P6608。 藏教,为天台大师致以所立,画法四教,之一。 全称三藏教。 及小臣教之别称。 关于其名称,四教一卷一载,大四六,七二以上,是三藏教名者,此教名因缘生灭四圣地理,正教小臣,放化菩萨。 所言三藏教者,一修多罗藏,二皮尼藏,三阿皮坛藏,中略,此之三藏教的属小臣。 此即以三藏为小臣教之别称。 其中之修多罗藏,指四阿含,皮尼藏,指八十颂律,阿皮坛藏,指佛及诸弟子之分别法义。 此三者通称为,藏,系以其各皆含藏有一切文理之故, 以及阿含为定藏,皮尼为戒藏,阿皮坛为慧藏,和此三藏之教, 具有转恶为善,转迷开悟,转凡成圣之功用,故并称为三藏教。 于天台宗之叛教中,此教为画法四教中居最初者,此教之人,观音原生灭之四弟, 断除剑丝二或,勒敬子父果父,而入无于涅槃,以,灰生灭至,为其己果。 此教所被画之机有三圣之别,正教生文,原觉二圣,棒化菩萨。 其中,生文观四地,原觉观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各其的果。 一,生文之修行皆为有七贤,七圣之别。 一,七贤,属于凡位,又称七方便。 其中,以三贤为外凡,四善更位为内凡。 二,七圣,即随性行乃至据解脱之阿罗汉,即见到以上之圣者,一根基之利顿而利三道四果等之差别。 二,原觉之人因为根利之故,不经刺猬即行的觉,不仅断除正史,且亦扫除习气。 三,菩萨义不利次位,经三阿僧止百大皆广修六度百福之行,福或行因,于最后身正得八相成道,即达此教之佛果,此称列印深深。 三圣之法门虽各不相同,其修行为赐与断或修正义互有差异,然却同修,西空观,同正偏真知空理,同归辉断,故称为卓度。 又致以以词教具有,有门,空门,亦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等四门之别,而配以有门疲谈,空门诚实,亦有一空门昆乐论,非有非空门车逆所用之论, 然因因昆乐论与车逆所用之论在我国素无一本,至义及主义皮坛有门,放取成实空门之义,来阐明藏教之义礼及修行阶位等。 四教义卷六,大四六,七四以上,两门不度,不可悬判,空门名义圣阿皮坛,何故舍圣用列,达曰,皮坛虽列,而是佛法根本。 是故佛去世后流传利物,且又大臣经论破小臣,用小多取皮坛有门,少用空门。 又关于至已将三藏教叛位小臣教之别名,会愿之续华言经略书刊定计卷一,曾举出四项过师以非难之。 四师者,即,一,滥舍大臣师,二,大无三藏师,三,特为至教师,四,不定师。 华言宗四组成官则与其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二,论列三藏教之所以不移名为小臣教之原因,而为三藏教意含有大臣六度菩萨,能断除三十四星之劫,而正成真佛,故不移世同小臣教。 然高丽天台宗森圆翠之天台四教一辈试卷上则反其说,而为,万序一零二,七七上,经考大本,别一有三,一小臣三藏不别故,大臣界藏在犯网经,二小臣三藏隔一故,经律论学互相不容,三小臣三藏破旧一故,刻一正数对破邪外, 顾名小臣为三藏教,此即认同志已知说者。 法华经玄义卷四下,卷十上,法华经文句卷九上,摩喝止观卷三下,四念处卷一,卷二,法华玄义士千卷二十,止观浮行传红诀卷三之三,卷三之四,八教大义,天台四教一级柱卷上,教官刚宗, 守护国界章卷上之上,法华玄义士纪卷一批六千六百零八 藏教七阶,藏教,及三藏教,为小臣教之别称,略,止阶及次第。 藏教七阶,及三藏教菩萨修行之次第。 据大明三藏法术卷三影天台四教以及住宰,三藏教菩萨修行至佛果,需经历七个阶段。 即,一,四红试愿,即观苦,即灭,到四地之境而起,一,众生无边试愿度,二,烦恼无尽试愿段,三,法门无量试愿学,四,佛道无上试愿成等四红试愿。 二,三指修六度,为菩萨记已发心,于三阿僧指节晴修六度之行,的本愿满足。 三,百节种相好,为于百节中,种诛相好之音,以百福得成就义相好,至三十二相聚足,而得身庄严。 四,六度相满,即修行六度之相圆满,如是尊在英卫时,勤修种种善行。 五,都律降生,为为补佛处而出世度生,即自都律天降生人间,以补佛处。 六,降神出家,为验生老病死之苦而欲脱离,故求出家,入山修道。 七,菩提树下臣道,为于菩提树下降伏魔君,安坐不动,而臣佛道。 P6609 葬礼,指如来藏之实礼。 磨合指观卷十下,大四六,一三九下,十相及如来藏,无量刻臣赴此藏礼,修横沙法门显清净性,P6610。 葬礼,指尖有金藏,指金堂,与看金堂之楼殿。 金藏,指供奉有佛像,或举行助圣之仪式,或应施主之请而行诵经之处。 看金堂,则为大众阅揽藏经之处。 至南宋,金藏之功能一致佛殿,看金堂之功能则一致重疗。 故藏殿以施其存在理由。 又日本禅宗乃传承南宋时代之禅,虽有藏主与藏殿之名称,然以施原来意义而未有名无实之舍。 赤修百丈轻规卷一旦望藏殿注赞条,禅院轻规卷三藏主条,参阅,藏主,6607,P6610。 藏书,请参阅大臣起信论一记。 藏经目录,请参阅大藏经目录。 藏经纸,指一种具有光泽之印黄简纸。 又称藏经肩,金素肩。 为这将海岩献古沙金素四书写藏经时所用之纸。 据称该寺有藏经千轴,皆用印黄简纸,其内外皆辣魔光银,以红丝蓝界之法书之,莫光有则,有如修期。 其美符纸被军家盖小红印,印文为金素山藏经纸,并兼有宋神宗元丰年号,故之为宋代所制之古物。 此纸原有黄,白二色,白色即称金素肩,黄色杂有斑驳则称为藏经肩。 金素肩说,P6610。 藏经格,只收藏经典之殿堂。 有金库、金堂、金房、金厨、一切金藏、金阁、藏阁、藏殿、法宝殿、修多罗藏、大藏经楼、金藏等名称。 参阅,金藏,5557,P6610。 藏臣,乃显示华言经所说之佛身具有重重无尽之香而不可思议。 全称十连华藏世界海为陈树。 又称十连华藏陈树,十华藏陈。 即为佛身中具有十连华藏世界为陈树之佛大人香,仅有具谱言者能得见。 天台宗则说此一线十华藏陈等相之佛,为四交中别教之教主,宋代天台宗僧四名之礼位之为,虚宪尊尊特身。 六十华言经卷三十二相海平,大放广佛华言经书卷四十八,天台四交一级筑卷上,P6610。 藏论,巴黎明佩埃科佩萨,摩赫加詹言,巴马赫克佑娜,早。 本论以十六范畴,五方法,十八根本沟等为中心,解释巴黎三藏,尤其是金藏,所说者。 凡分八章。 第一章为明圣帝之出底。 第二章为交发去之第二的,将诸经典所说之内容分为十五种。 第三章为有情观说之第三地。 第四章为简则经典之第四地。 第五章为范畴分别之第五的,解释十六范畴,即,说式,简则,应理,足处,特项,四言,引转,分别,回转,抑郁,施设,深入,清静,观说,原句,提句等。 第六章为经典之第六章为精一级之第。 第七章为范畴适用之第。 第八章为分别经之地,以五方法分别经文,五方法级,欢喜引转,吸打鼓,狮子游戏,四方眺望,勾索等。 另外十八根本勾位无名,可爱,贪,甜,吃,敬想,乐想,常想,我想,以上为酒不善根本,只,观,无贪,无甜,无吃,不敬想,苦想,无常想,无我想,以上为酒善根本。 在西兰,泰国等南传佛教,本论位收入巴黎三藏,然在缅甸,与导论共设于巴黎藏之小布经,巴卡·达卡·麦克尔。 本论有巴鲁阿·阿瑞宾达巴拉,三种缅文之写本与由西兰文字写本教定出版之罗马字本,Pelitex Society, 1949。 1949。 A. Bela Pei Akopetsu, Introduction, Pv。 Bepetheme Timoga and Vis太ma God, Introduction, PC。 Law A History of Pelic Literature,eft. P6610。 藏头白海头黑 禅宗公案名 右座马祖黑白 即以唐代森马祖道义与其四西唐至藏 百丈淮海之间的基法为主题之公案 藏指西唐至藏 海指百丈淮海 从荣禄第六则 大四八二三林中 森问马大师离四聚 绝百妃请诗指指某甲西来意 大师云我今日劳眷 不能为辱说问取至藏去 森问藏藏云和上 藏云和上教来问藏云 我今日头痛 不能为辱说问取海兄去 森问海海云 我到这里却不会 森举四大师 大师云 藏头白 海头黑 所谓白与黑 白帽云 黑帽 本地典故 传说有道 一代白帽 一代黑帽 黑帽强盗 诗诡计抢去白帽强盗 夺得之物 故黑帽强盗 叫白帽强盗 更显无情而透彻 此则公案中 森所问之 祖师西来意 超越可 肯定与否定 非言语所能表达者 故马祖推诿不达 西唐至藏意推说头痛 以下四位若非生病 可能有确切之答案 相行之下 百丈以 我到这里却不会 断然拒绝回答 有显干脆 故马祖为 藏头白 海头黑 即为百丈教西唐更为无情 透彻 必言录第七十三则 禅学的黄金时代 第五章 吴金雄 批六千六百一十一 即通开导 通 通 指通教 为天台宗所立化法四教之一 据四念处卷二载 通有三意 其中 第三支通别通源 即为吉通开导 为借通教开导别 原知积类 一级别 原知积类 闻通教当体及空之说 而修正 遂成为别 原知人 参阅 通教 四千八百零三 批六千六百一十一 薰弩辈 一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一 西藏名 Gishan Nu Po 又因一位雄弩 Po 一亿位童子吉祥 为迦尔居派之僧 曾学于当时诸派之师 故通小大小陈法 及显密诸教教义 一身专于文法 讲学 常以教 礼二正教 世界影学人 诗一位一历史学家 这有 清史 一千四百七十六 一千四百七十八 尘书 一书 凡十五章 该书对佛教 草洪传入藏之史时 教派元流之考定圣祥 卷制颇具 为西藏佛教使部之要点 P66111 熏修 又作熏修 熏为熏染 修为修行 以德修身 如以相熏医 故称为熏修 大臣致应经卷一大一五 四七五中 若诸有情 清静如来 及大菩萨 熏修智慧 三叶恭敬 观无量寿经 八十华严经卷二十五 十回相品 P6612 熏习 泛语 非生或 Proph Titanium ABHSA 又作熏习 略作熏 如人以香气熏赋衣服 染尽迷雾诸法 特指无人之身 与 亦三叶 叶 即行为 知事力熏赋残留在无人心时上之作用 即称为熏习 以小乘佛教而言 精量不主张色 物质 与心能互相熏习 故有色心互熏说 但熏习说之完成 则属大成为时宗无疑 依其说 熏赋之能熏法 其身与义所献者 为 献行 受熏赋之所熏法 为 心 熏赋作用 能在所熏之心上留下残气 习惯 于习 习气 等诸种子 为时宗以七转时之现行为能熏之法 而以第八阿赖耶时为注藏种子之所熏处 此所熏 能熏之关系 即为阿赖耶时因果相续之理 据称为时论卷二载 所熏 能熏各有四亿 即所谓所熏四亿与能熏四亿 一 所熏四亿 即 一 兼住性 即保住同一性 使其兼固 存住 相续之性质 二 无济性 即非善非恶之中性性质 三 可熏性 即具有自主能力 但非为兼密不变之字体 故有能受熏习之性质 四 能所和和 与能熏和和之性质 尚继四亿 为阿赖耶时所具有 二 能熏四亿 即 一 有生灭 只非静止不动 而具有动之作用 以生长习气者 二 有慎用 只有元律之作用 且有强慎之 慎用 能引习气 三 有增减 只具有能增能减之 慎用 以之设持习气 而非如远满佛果之 不增不减 四 能所和和 只与所熏和和 七转时即其心所具有以上四亿 七转时即有能熏之作用 则应数四分钟之何者 古来早有意说 关于此 有二熏 见分熏 相分熏 之说 此外又有明言习气 我之习气 有之习气 等三种熏习之说 称作三种熏习 大臣其性论 亦产说四种熏习 根本之无明烦恼来自 染污 真如之影响作用 染法熏习 须以佛陀说法之内容 真如 熏习 止境法熏习 此两者相互影响下 遂有流转还灭之展开 四 熏习 即 一 无明熏习 众生无始之无明熏习真如 故深夜时乃至分别是时等望心 可分为两种 一 根本熏习 即由 根本不觉 来熏动真如 而生成夜等之诸时 二 所起见爱熏习 即由 之末不觉 熏习心体而生成分别是时 二 望心熏习 以此望心还熏于无明 转而出现生死之苦 亦分两种 一 夜时根本熏习 即由夜时之熏习 阿罗汉 辟之佛 即出发意以上之菩萨等 以舍离分断生死之粗苦 而由受分断生死之细苦 即便亦生死之苦 二 增长分别是时熏习 为凡夫由分别是时之熏习 而受三界夜系的分断生死之粗苦 三 望境界熏习 六 望境界 还熏于时 而增长我之与法之 再造种种夜 受身心之苦 复分为二 一 增长念熏习 即依境界之缘 而增长法之分别之念 二 增长取熏习 即依境界之缘 而增长我之之取者 右上记三种熏习 无明熏习 望心熏习 望境界熏习 皆因染法相续而不得清净 故总称染法熏习 四 静法熏习 此熏习有二 亦为真如熏习 亦为望心熏习 一 真如熏习 即相信己身具有真如法 能明熏无明 而以明熏为因缘 使望心艳离生死之苦 心求涅槃之乐 又分两种 一字体相熏习 为真如本来具足无漏之法 有不可思议之夜用 亦为至境界之性 此性常熏习 众生之心 令众生艳离生死而心求涅槃 并生性本具之真如性 从而发心修行 二 用熏习 即即诸佛菩萨的外源之熏力 而令众生之善根增长 二 妄心熏习 发心修行之凡夫 二圣人及菩萨等 以燕囚之妄心 还熏习于真如 增其势力 令其种种方便随顺之行 而灭尽无明 以无明灭 心相接近 等涅槃而成自然敬业 以此熏习而静法不断 又分为两种 即分别是实熏习及意熏习 人家阿拔多罗宝金卷四 良意设大成论卷上 良意设大成论试卷二 成为实论数记卷三本 参阅 所熏四亿 三千两百五十二 能熏四亿 四千两百九十九 P六千六百一十二 熏禄香树 熏禄 范语 康德 又作君杜鲁香树 君柱鲁香树 杜鲁香树 学名Boswellia Theorifer 此树之树之可致香 称为熏禄香 范康德拉或康德鲁卡 其形即香气颇似松枝 又其枝之滴如乳头 故意称乳香 乳头香 历来与安息 沾潭 龙脑 苏和 多阶罗等 珠香等分合合 用于烧香供养 现今印度人常烧此香 清净室内 孔雀王皱经卷下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 陀罗尼集经卷十 大唐西域寄卷十一 翻译名义集卷八 P6613 父 范语MRAKA 巴黎语MACHA 心锁 心之作用 知名 位聚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疾孔名誉将堕而隐藏自己之过恶 不发禄悔过之行为或精神作用 据舍宗以之为小烦恼的法之一 时禅之一 为时宗则以之为小随祸之一 一大皮婆沙论卷四十载 父未贪者名利 或由无知 故父藏自罪 未贪 吃二者之等流 又因自在起之故 乃未修道所断除之烦恼 与五寿中之忧 喜二寿相应 巨舍论卷二十一 成为时论卷六 品类足论卷三 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顺正理论卷五十四 P66114 父首相下和掌 密教十二和掌之地十一 及二掌巨父 二母指相并 以二中指之指头相触接 所谓十二和掌乃和两掌 所作之十二种印象 密宗以此十二种和掌之形式 与另外六种全印同位 朱印器之基础 故称之为印母 大日经书卷十三 大日经义士卷八 参阅十二和掌 三百三十六 P66114 父指向下之半球体 状如道父之 即于佛塔塔身之上 所作半圆之父形状 俗称斗形 于各种样式之佛塔中 行至最古者为附形塔 系游蓝笋 鸡坛 塔身 腹 平头 轮杆 香轮 宝平等各部分组成 依印度佛塔古智 父为九轮之基部 其上射至漏盘 经则以漏盘为香轮之基部 上安置父 与古智有益 参阅 九轮 一百五十八 乘漏盘 三千两百五十四 香轮 三千九百一十一 塔 五千四百二十一 P66114 父母 于尸体安葬后第三日之扫墓 称为父母 世事要揽卷下 大五四 三零九下 并后三日 再往墓所 为之父母 度世云 不载离经 但以孝子自奉后追墓所清 又绿坟墓未完 父往神之 今世子往亦无救 盖简孝之至也 P66114 父气 止气聚之口朝下 巨大制度论卷十五载 佛陀以父气之辟欲逊世 其子罗罗 为转父之气聚 虽注水而不入 以之比喻无惭愧之人 其心既已覆盖 虽既之以道法 亦难进入其心 世门归境以卷上 P66114 副讲 又作副术 文师讲授后 弟子能重述其师之所讲者 称为副讲 法华玄义卷六下 大三三 七六一中 彼佛八千节说经 十六王子八万四千节副讲 法华义记卷七 旭高森传卷十进重条 P66114 锦欧瓦 1038 1103 西藏明Spian SA BA 西藏佛教家当派僧 又年出家 年二十 网鲁任寺从洛姆东 又作种敦巴 学法 常随世洛姆东左右 故称之为锦欧瓦 亦为侍奉者 眼前人 洛姆东世纪后 依止于大瑜伽师 阿兰若师 慧金刚等 深究二帝义 通晓梵文 能译经论 开家当派之派教授派传承之时 弟子众多 以朵八宝藏 藏Stot Lunz Paring Chain Essing 帕 甲语瓦 藏 Baya Yau BA 未上手 红法事业 一级红尾 P6614 请客 亦为佛言说法华经后所示现的十种神力之一 请客 只欲言说之前 清润喉嗓所发之身 表示欲语之状 据法华文句卷石下载 请客 二 一 请客 是了 为佛四十余年日隐秘真实 由法华经 开拳 卷石 而得声唱 了摩一志 为其出世之大事通唱 故作请客 二 请客 赴他 为佛誉以此法赴于诸菩萨 使诸菩萨力导后世众生 故作请客 法华一书卷十一 二 可及凯 可生之轻者未请 重者未可 隐身未谈笑之意 P6615 丰子凯 1898 1975 浙江崇德人 浙江杭州第一师范毕业 曾从红仪大师习画 深受大师器重 后赴日本深造 反国后 模仿日本画家族九梦二之绘画风格 以漫画书写古诗意境 儿童生活 社会百态 所作漫画不计其数 出版之画集 敬拜 皆为快智人口之作 年三十一 归一 红仪大师 法明英行 世之一生 身具佛家慈悲为怀 如素护身 与人为善之精神 凡此皆可争之于其所作之护身画集 共六集 集诸散文中 P6615 风干 唐代森 又作风干 善作诗 与寒山 石德并称国卿四三影 剪法齐眉 穿布衣 身长七尺鱼 出居天台山国卿四 咒任充米之职 也则赢 言语无准 多四遇计 人或借问 则只答以 随时 二字 更无他语 曾口唱道歌 成虎直入松门 众僧经聚 自此岁为众所崇众 先天 七百一十二 七百一十三 年间 形化于京兆 长安 曾为太守驴丘印治病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禅院蒙求卷下君载有驴丘印英师之指引仿求寒山 石德之世纪 由是 丛林岁有 风干饶舌 之去谈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大五一 四三三下 驴丘攻入山仿之 剑寒 十二人为鲁语孝 驴丘不绝致败 二人连身多次 四僧经二约 大观和拜疯狂汉耶 寒山赴直驴丘首孝而言约 风干饶舌 久而放之 自此寒 石乡邪出松门 更不复入寺 其余生平世纪及生族年君不祥 精存 风干诗 数篇及风干诗德诗一卷 附载于寒山子诗集中 收于四部从刊第六零四册 连灯会药卷二十九 五灯会圆卷二 宋高僧船卷十九 P6615 风财菩萨 风财 泛名Pogavat 即福德 尊贵之义 又做资财主菩萨 乃密教胎藏县图曼陀罗观音愿第三列第三位 即安于白生观自在菩萨之息 此尊之福至资财丰饶 能自在师与祈求者 故称风财菩萨 秘号如一金刚 种子为SA 三昧耶行为二莲花 形象为深沉白肉色 左手持二莲花 其中一花已开 一花未绽放 右手曲举于肩膀 仰掌 曲无名指及小指 结加夫坐于赤莲花上 真言为 安 欧 阿利也 利亚 圣 陀罗阿利 达 达 亿主 沙赫 SVH 祸位 安 阿利也不加 附底沙赫 大日经卷五蜜蜜蜜蜂图罗品 大日经书卷六 卷十六 蜜藏记 胎藏界蜜蜂图罗尊位 显图超斯卷二 P6616 转 转 泛 泛语 PROV TTI 一亿未生起 未一因缘生起 一般有转起 转身等用语 成为十论卷二 二是回转 活动 作用 即说是宣言之意 如称转大法轮 转妙法轮等 参阅 转法轮 6619 三史变化 改变之意 如转宗 转十的智 转凡入圣 转一等 皆为此意 四旋转 回转之意 如称转经 翻转 幻转 施转等 祖唐吉卷七 雪峰一存章 此僧和幻转 于一顿棒 P6616 转凡未圣 禅灵用语 右座转凡入圣 与转迷开悟 同意 为转凡夫迷忘之状态 而入于圣者 开悟之境界 参阅 转迷开悟 6622 P6616 转女成男 转女生成男子之意 与 变成男子 同意 盖印度自古 以女人非法器 自中阿含卷 二十八曲 谈弥精卫史 既知大小 陈珠 经论多说 女人身有五丈三丛之爱 若欲成佛 必要转其身形 又女人不能入诸佛净土 故阿弥陀佛及药师佛君别立本愿 要其转女成男 一无量寿 金卷上载 若重障女人能称名念佛 由弥陀本愿立故 能得转女成男之报义 法华金卷五提婆品载 八岁龙女便为男生 往生南方世界成佛 盖古印度女性之地位低落 故有女人不能成佛之说 然此说与大成佛教主张众生 皆能成佛之教说相矛盾 故今中有变成男子之说 超日明三昧经卷下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法华经卷六要王菩萨本十品 转女身经 腹中女听经 月上女经 瑜伽师的论卷三十八菩提品 大制度论卷四 无量寿经一书卷上 参阅女子五丈 917 龙女成佛 6376 P6616 转女身菩萨经 请参阅顺全方便经 转女菩萨所问受绝经 请参阅顺全方便经 转化 由言千化 千转教化于他土 或做千转变化之意 为命中时由梭婆世界转身于净土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三中 是二菩萨于此国土 修菩萨行 命中转化 身比佛国 P6617 转心 为 随转心 之对称 转 为犯与 Prav TTI之意 为法之生起 将作业时 为因而能引发表业 无表业之心 称为转心 又称能转心 又转心 乃在正作业前为因 而能引发其业 故称应等其 参阅 转随转 6625 P6617 转世 亦为二十七贤圣之一 于前身正的御流果 亦来果后 转至今生的不海果 此圣者不入色界 无色界 而直去入班涅槃 大臣法院 亦灵章卷五 成为十论书药卷上 八宗纲药 参阅 二十七贤圣 一百六十九 二位西藏佛教活佛 成绩之制度 又坐转身 细由灵魂转世 生死轮回之说而来 创始于十三世纪 加尔居派加尔 马加尔居之囚 松肯八 格鲁派兴齐后 严禁僧人取妻 自达赖三世史 采用转世制度 解决宗教领袖之计成问题 转世者称为活佛 活佛世纪后 众高僧一占卜 将神诸一世 寻觅于活佛世纪时 出身之若干英童 从中选定一个灵童 作为活佛之转世 迎入四中成继其宗教地位 后因人选时被操纵 清代乾隆五十七年 一千七百九十二 十岁规定用 经评测迁法 临选于李帆院 注册之大活佛的转世 以防舞弊 其他中小四庙略据 身旺之喇嘛 则可自行寻觅灵童而转世 因此出现众多大小活佛 P6617 转身 一范语JT Purivarta 未死于此处 而身于彼处 又作幻世 轮回转身 大智度论卷十六 大二五 一七五中 菩萨的天眼 观众身轮转五道 回旋其中 天中死 人中生 人中死 天中生 中略 非有想 非无想 天中死 阿比地狱终身 如是辗转身五道中 参阅 轮回 六千一百八十六 二西藏 为解决佛教领袖 成绩问题 而设之制度 又作转世 创始于十三世纪 加尔居派加尔玛 加尔居之囚松肯八 参阅 转世 六千六百一十七 批六千六百一十七 转一 日本佛教用语 亦为由黑衣转位色衣 黑色以外有色彩之法衣 于禅家 出任大沙之住持 称为转一 又作更衣 瑞士 参内 于曹洞宗 僧吕阶阶级又分得度 立身 传法 转一 节制等五种 阶级在传法以上之僧吕 于两本山的住持资格后 必往易永平 总持两本山之一 披着色衣 行进山 寺院住持新入寺 仪式 此称为转一 俗称 一夜住职 诸宗阶级卷上 曹洞宗 御轮指定在转一之河上 加沙一次第 批六千六百一十七 转一 范语 瑞亚 PARVTTI 或瑞亚 PARVTTI 转所一之一 右座所一以转 便住 转 转舍 转得之一 一 知识染尽迷雾等诸法 得以成立之所一 转一 即转舍裂法之所一 而正得圣境法之所一 如为实宗所说 由修圣道 断灭烦恼障 所知障 而正得涅槃 菩提之果 此二果即称为二转一果 或二转一妙果 此乃修习之最殊胜境界 又上级之中 所断除之烦恼 所知二障 即使所转舍之法 所正得之涅槃 菩提二果 即使所转得之法 成为实论卷九对 转一 知解释有二说 一 一 乃染尽法之所一 即使 依他其性 转 乃转舍 依他其性 上之 便记所之性 而转得 依他其性 中之 原成实性 此系从三性上说明 人之思想应如何自世间转向出世间 对于缘起现象 不应职位使我 使法 而应见到为实真性 二 一 只生死于涅槃 所依之为实真如 转 乃灭除依于为实真如之生死 而正得依于为实真如之涅槃 此系直接从对为实真如之迷雾之认识上 说明如何自生死苦而达涅槃了 此种转一 均通过阿赖耶石中种子之消掌声灭来实现 转设烦恼杖种子即转的涅槃果 转设所知杖种子即转的菩提果 成为实论卷实令又举出转一之四义 即一 能转到 指正物转一之之 即压制烦恼 所知二障种子之势力 而使之不作用之能浮道 即断灭种子之能断道 二 所转一 指转一时之所依 有保持燃进法种子 持种一之根本时 即为迷雾法所依 迷雾一之真如 三 所转设 指所应转设者 有所断设之二障之种子 即所弃设之其余有漏法和猎无漏之种子 四 所转的 指所应转的者 有所显得之涅槃 即所生得之菩提 此外 佛的经论卷七字 所转的 之意来解释转一 而认为转一乃法身之相 设大乘论本卷下一所得位之别 将转一分为六种 称为六转一 三无性论卷下则一修行皆为而分为五种转一 即一 一分转一 为二圣人灭尽我见我爱之故 的无漏相续而易于凡夫 二 聚分转一 为初的菩萨正的人法二空 三 有动转一 于七的以前之菩萨有出入观 故称有动 四 有用转一 十的以前之菩萨 其事未办 不舍功用 故称有用 五 究竟转一 至如来的 的圆满究竟之果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列举三种转一 一的无学道 正法性 称为新转一 二 所作以伴 道果究竟圆满 称为道转一 三 永离一切烦恼随眠 称为粗重转一 大臣庄严经论卷三菩提品则举出如来之转一有十种功德之别 解身密经卷五 大臣庄严经论卷七 巨舍论卷十五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一 卷七十四 卷七十八 显阳圣教论卷十六 解身密经书卷九 参阅 六转一 1312 P6618 转案 1882 1970 福建惠安人 俗姓刘 年二十二 李喜敏法师出家 月三年 在福州永泉寺受据足解 宣返泉州 曾先后任开元寺 陈天寺及张州南山寺等大丛林之首座 诗于范宇建筑艺术颇具新德 民国八年 1919 印路江南普陀寺之邀 监督该寺大雄宝殿建筑工程 历史于载而成 后遭祝容 乃在重建 规模更威然大倍 其后新建之太平岩金兰 亦为煞岛名胜之一 后南下新加坡红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失律新加坡居士领组织就续会 辅在离 肯荒自己 1950年被推卫普陀寺住持 晚年驻西新加坡 于红法 慈济 迦兰建筑等事业颇多建树 批六六百一十九 转法轮 范与达玛 卡卡 Pravartana 巴利与达玛 卡卡 Pavartana 又做转范轮 为八香 乘道一 世自一代化 以总有八种香 其中 转法轮 以指示尊为令众生得道而说法 卡卡 亦此本为印度古代之战车 以回转战车即可粉碎敌人 辟喻佛陀所说调法 以众生之中回转 即可破碎众生之迷惑 又转圣王转动经轮 以降伏怨敌 而世尊以说法降伏恶魔 故称转法轮 世尊臣道后 最初在路也愿为交臣儒等五比丘宣说四地法 此为转法轮之始 称为初转法轮 关于初转法轮之时日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载为佛成道三七日之后 十的经论卷一载第二七日后 四分率卷三十一载六七日后 方广大庄严经卷十载七七日后 五分率卷十五载八七日后 大制度论卷七 卷三十四载五十七日后 相对于路也愿之初转法轮 大臣经典称自经为第二或第三度转法轮 大班若经卷十二无作品载 路愿四地之法轮未初转 开说班若之法为第二法轮转 解身密经卷二无自信相品载 路愿之四地说法未初十 班若皆空之说未第二十 深密中道之教未第三十 又真帝及玄奘力三法轮之说 初十之有教未转法轮 第二十之空教未照法轮 第三十之中道教未持法轮 及藏所转之法华 由一复一法华经卷二之文 别立三法轮为华言一成教未根本法轮 中间之三圣教未知末法轮 法华之会三归一为舍末归本法轮 此等阶系就是遵说法之内容 而与转法轮立有诸种分别 此外诸经论义有就诸佛菩萨所说法之不同 而立法轮之名如海龙王经卷三女宝锦 受绝品为宝锦女转无动轮 本无轮无断轮无这轮无二轮无眼法轮清净轮 断诸不条轮无乱轮至成轮空无轮等诸法轮 悲华经卷五轮 菩萨成就四清净法转虚空法轮 不可思议法轮 不可量法轮 无我法轮 无言说法轮 出世法轮 通达法轮等 旧华言经卷三十亿轮 一切诸佛转妙法轮 无量法轮 一切觉法轮 知一切法藏法轮 无者法轮 无碍法轮 一切世间登法轮 视线一切智法轮 一切诸佛统一法轮等 新华言经卷五十九载 如来转法轮有十种事 一 聚足清净之四无畏 二 出生四便随顺之因生 三 善能开产四真谛之相 四 随顺诸佛之无碍解脱 五 能令众生之心皆尽性 六 能拔众生诸苦之独见 七 大悲愿力之所加持 八 随初因生普遍十方一切世界 九 于阿森止结说法不断 十 随所说法 皆能生起根力 绝道禅定解脱三昧等法 大臣法愿意灵章卷一本 法华经玄暂卷二 卷四等 广旧五门分别法轮之体 即 八 圣道为法轮之体 四 圣地 十二 因缘 三 又是尊转法轮之相 称转法轮相 说法之高座 称转法轮座 说法之堂语 称转法轮堂 杂阿含经卷十五 长阿含经卷一 增益阿含经卷十 卷十四 中本起经卷上 唯摩洁所说经卷上 佛国品 菩萨处胎经卷五 如来不思义秘密大成经卷十一 卷十二 四分绿卷三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一 卷八十二 大制度论卷一 卷五十二 卷六十五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九 卷九十五 转法轮经幽波提舍 巨舍论光绩卷二十四 参阅 法轮 三千四百二十三 P六千六百一十九 转法轮硬 范语 Dermacacra Mod 为象征转法轮之印象 此印表以法轮催破烦恼 使身心清静 右坐法轮硬 金刚轮硬 说法硬 圣愿吉祥法轮硬 吉二首相背 左右八指互相勾结 列左拇指入右掌中 以右拇指之指端相阻 大日经卷四密印品位 凡旧逝者必转此轮 在胎藏戒法 首戒法戒性印 净法戒印 四戒法轮印 此印可另行者助菩提心 入曼陀罗 故以此印加持五处 额 两肩 心 猴 大日经卷三转自轮曼陀罗行品 卷七增益守护清静行品 陈旧妙法连华金王瑜伽 观至仪轨 选法四仪轨卷上 大日经书卷十三 批六千六百二十 转法轮法 以转法轮菩萨为本尊 为安稳国界 催破诸摩愿敌而修之密法 又坐车水轮法 催一切摩愿法 催摩愿敌法 修此法时 先于本尊前设大坛及护摩坛 赐于大坛上安置夫曼陀罗 以木或铜座成统 安置于中央 统周为化十大要差 三大龙王 三大天后等十六大户之形象 于其盖会八福伦 轮间书写吾爱王之十字真言 安日罗萨达五色尼撒欧发扎 真言末字 扎至于轮其 于其底一书此真言 另以一百指或圈画愿家形象 书其姓名于两族 左族书姓 右族书名 并画五头天王及不动尊踏彼之象 投入筒中又护摩坛上置三角炉 其余工具亦如常庄严 若以护摩坛间大坛以形小法之时 则用玄漫图罗 而将统置于炉前 转法轮菩萨摧摩愿迪法 密藏经宝超卷 移密超问达卷时转法轮 便口超卷四 P6621 转法轮箱 八箱成道中之第七项 即指世尊自成道至入涅槃间说法之项 十的经论卷三 大臣其信论 参阅 八箱 289 P6621 转法轮盖 又称人天盖 白盖 悬调于法堂中说法者高座之上者 起源于古印度为遮蔽强烈日照及防雨用之散盖 后卫四语装严俱之一 参阅 盖 五千九百一十 P6621 转法轮节 西兰及东南亚南传之上座部佛教国家的佛教节日 又称七月供养节 于每年七月之月圆日举行 以纪念佛陀在路也愿首次之说法 P6621 转记 英明用语 记 及记度分别之义 或止记度分别所立之宗义 于英明对论中 若宗义为对方所难 因而遂转变其宗义 称为转记 P6621 转根 转根性之义 又做增进根 为调炼根性 转顿裂之性 而得胜利之根 即由声闻 原觉之根性 转为菩萨之根性 又由男根转女根 女根转男根 义称转根 大皮婆沙论卷七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巨舍论卷二十三 卷二十五 顺正理论卷七十 P6621 转起 转 及起之义 为有为法医因缘而生起 成为十论数记卷一本 大四三 二四零中 转者 起义 随彼彼缘 岂比种种我法相顾 P6621 转迷开悟 与 转凡未圣 同意 转出三界 终生死之迷惘 而达涅槃 觉悟之境界 亦即舍离 烦恼之迷惘 而得涅槃 寂静之菩提 于佛陀 佛陀教法中 有关转迷开悟之教旨 可分为 此土入阵之 圣道门 他土的阵之 净土门 历劫修行之 建教 及身成佛之 遁教 等数种 P6622 转骨 禅灵丧葬仪式 入谷于塔时 由寝堂起谷向塔锁 于图中回转其位置 使之向礼 并以茶汤供养王者 此仪式称为转谷佛式 禅灵相器 尖卷十四丧剑门 P6622 转教荣通 表示天台宗五十叛教中 第四班若时特征之用语 全称转教父才荣通淘汰 与出地观之天台四交仪 于班若会作 须菩提等身闻蒙佛力加倍 待佛为菩萨演说 班若法门 称为转教 荣通 即荣会无碍之意 为班若法门说一切法皆摩合眼 大臣 大小荣会 无二无别 如思班若时有转教荣通之事 欲显佛意者 为父才 淘汰之语 父才义语取义字法华精性解评 即身闻转教显佛意 乃大臣法才赋予身闻 恰如长者将家才为父穷子 但班若知大臣庙里 原非身闻人所知 佛加倍之 令其为菩萨重演说 故性解品位 大九 一七中 领之重物 中略 而无惜取义餐之意 淘汰 乃喜轻惠物之意 即第三方等十四交并说 深大小个别之情职 故于班若时是大小荣通之法门 拂却其情职 此恰如以尽水洗涤物之会购 即所谓班若之法开会 大品班若经卷二 三甲品 卷七无申品 大制度论卷四十一 法华经文聚卷六下 天台八教大义 只观辅行传红绝卷十之二 天台四交一级注卷上 四交集解卷上 批六千六百二十二 转誉 森重做法事 若有比丘无法出席 则将自己赞同众事之欲望 告以他比丘 由该比丘传说森重 此为之欲法 受托之比丘受之其欲 为受欲 由缺席者本人告之出席者 为欲欲 若受欲比丘 亦因故不得出席 赋予欲于其他比丘 则为转欲 四分绿山繁补卷形式超卷上之一 批六千六百二十二 转逢 一千八百八十 一千九百五十二 福建南安人 俗姓王 浩海庙 年十七 李喜敏和尚出家 二十二岁 从厦门南普陀喜餐和尚寿俱足解 自此便由四大明山 参学于天同四八指头陀坐下 历任诸大明山上手执事凡二十年 明国初年主持南普陀 改为十方丛林 历选贤归约 历主泉州开元寺 云南基足山 龙山寺 曾由印入藏 折邦寺之寺主喇玛寿与密宗要旨 后于新加坡光明山 三毛盆眼观 专修密法多年 诗间学各宗教义 显密兼修 禅禁护赦 然于开示弟子 皆隐性重识 而以禁法门为依归 明国四十一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P6622 转厄成善意 以日本净土真宗所立现身十种义之一 为佛 信陀之信心 能得断灭五逆十二等三世罪障之现身立义 成就不可称说之大善根 显记土真实教行政文类卷三 参阅 现世立义 四千七百二十三 P6623 转音 一读诵经典 与奉经同 据高森传经诗论之说 永经称为转读 歌赞则称为梵音 二完整诵读 以不经者称真读 但如大班若经之大不经卷 则仅读诵其初 中 后知述行 或仅翻页 拟作读经状 均称为转经 又称转读 转经之法会 称转经会 大藏经之转读 称为转葬 三朝显高历朝时代所盛行的佛教法会之一 其进行方法 先于于上安置一黄金小佛 灵人步行奏乐于于之前后 数僧是于左右直相诵经 前方有手执翻盖之人引导行列 行列乃随之寻行事皆 另有一小僧于车上几股 于游行之中 诵经一指及奏乐 乐身一指赴诵经 或为此一行事本位西域地方之遗风 P6623 转经统 西藏佛教徒祈祷所用之法物 其形状如同 大小不一 中观以轴 其中装有指印经文 周围刻有六字真言 以首波之集会转动 转动一周表示念诵六字真言 一遍 另有风洞 水洞 脚踏式等数种 其名称则有摩尼伦 祈祷筒等 P6623 转到 1872 1943 福建南安人 俗姓黄 惠海清 天生葱 天生葱会 年十九 李璋州南山寺善修禅师出家 一年于南山重福寺寿修俱足解 年三十三 魏报姆恩 八院朝李寺大名山 以忏悔业障 先后朝李武台山三次 普陀山二十次 后以厦门南普陀寺设立森家学院 乃赴南洋筹募经费 至新加坡 的乔包县的建加兰 及普陀寺 八年后又创建普爵寺 曾迎请原音法师前往该寺讲大臣起信论 其后重修泉州开元寺 漳州南山寺 兼办南山佛化学院 民国十六年 一千九百二十七 赴印度朝李圣祭 并起的七颗设立规 供养于泉州开元寺 后任两届中华佛教会会长 即代表新加坡出席世界佛教会 晚年 畅办华文佛教会 使华侨的清文佛法 研读华文 今日新马佛四灵力 穷本思源 师之功劳 时不可没 P6623 转谷 禅灵中敲谷时 中途变幻敲击方法 称为转谷 如以上堂谷为例 修行森一谷生性号出堂 事实 吉谷 即有第一会 第二会 第三会之变化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一圣截条 大四八 一一一三上 转谷 逝者往法座左侧 立后重疾 中略 参头领重行者 列库堂前 相对排力 后转谷 P6623 转谷 禅灵用语 随于积一自由自在转变 此风之语 称为转谷 于禅者迷惑不解 进退为谷之计 施加为令禅者引解 莫地翻转机法 而下转谷 有 一转谷 三转谷 等称 P6624 转齐转灭 转齐与转灭之并称 细为时宗观于种子说所立之名目 即转裂性 下品 种子之裂性 成为与先天本有圣性质 中品 之种子同等 称为转齐 灭净裂性 种子之裂性 转变成圣性质之种子 称为转灭 为时宗论种子之起源 有主张景为先天之 为本有说 为后天之 为心勋说 即哲中良者之 心骨和身说 等三派 此中 心骨和身说派为种子 有上中下三品 见到出无漏之种子 为本有之下品 即以文勋席为增上原身现形 由无分别致之修席力致修席位时 更由中品本有无漏种身现形 同时前下品之种子 亦由中品本有种之现形力 转成中品种子 致佛为更转中品皆成上品 此一主张 即属转其说 反之 为心勋说 与为本有说 二派不别立种子为三品 而认为种子位 唯一种类 入见到时 由下品之无漏种身现形 似地灭下等之列性 而成中等之圣品 此一主张 即属转列说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七本 成为十论数计卷二末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七末 P6624 转轮圣王 范语 Kakara Farty Rjanuary 巴黎语 Rajakara Kafarty 因一座 卓加罗法拉底 俄罗舌 浙加罗拔地 浙加月 一一座转轮王 转轮圣帝 轮王 飞行转轮帝 飞行皇帝 一击旋转轮宝 相当于战车 之王 王拥有七宝 轮 象 马 朱 女 居士 主兵臣 巨族四德 长寿 无疾病 容貌出色 宝藏丰富 统一须弥四周 以正法遇事 其国土丰饶 人民和乐 转轮圣王出现之说 圣行于世尊时代 诸经论 将佛陀与之比拟之处甚多 杂阿含经卷二十七 大制度论卷二十五集 以转轮圣王之七宝 及其制化 与佛之七觉知等并举 或将佛陀说法称作转法轮 比拟转轮圣王之转轮宝 又大皮婆沙论 等称转轮圣王之轮宝 有金 银 铜 铁四种 分别有其轮王 仁王般若经卷上菩萨教化品 菩萨因若本业经卷上 贤圣学观品等 据此说配于菩萨行位 以铁轮王位时姓位 同轮王为时柱位 迎轮王为时行位 金轮王为时回向位 法院诸灵卷四十三 举轮王有君轮王 财轮王 法轮王 阿育王等位君轮王 金轮至铁轮四王 为财轮王 如来为法轮王 按转轮圣王多出现于太古时代 诸经论举其名者颇多 有鼎申王 大善剑王 民主善司王等 阶系实际于印度太古出世之王 此外 长阿含卷六轮轮圣王修行金载 当来弥勒出现时 相加轮轮圣王将出现 悲华经卷三大师品载 于山提兰界善持节中 有无量镜轮轮圣王出现 如来至印金载 月记佛出世时 会起转轮圣王出现 又据舍论卷十二载 转轮圣王出现于 人寿无量岁至八万岁之时 燃法华经玄轮圣 卷四则为金轮王 一定在人寿八万岁以前出世 银轮王乃至铁轮王 则不一定 如阿玉王是铁轮王 而于人寿矮碎时出世 杂阿含经卷十五 中阿含卷十一 四周经 卷四十一范魔经 长阿含卷十五 纠罗坛头经 卷十八转 转轮圣王平 大宝基经卷五十九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咸鱼经卷八 卷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 卷一五零 卷一八三 大制度论卷四 卷二十四 卷八十二 大唐西玉记卷一批六千六百二十四 转随转 转与随转之并称 转 范与PROF TTI 即转起 为法之升起 随转 范与UNOF TTI 为随笔法而升起 将作业时 为因而能引发其业之心 称转心 亦称能转心 与笔业同时升起而不相离之心 称随转心 转心与随转心二者 皆愿于省律司 决定司 动发胜司 而起业 故称等起 就亦缘起 其中 转心乃在正作业前 未因 能引发其业者 故称因等起 即对后果而称因 就亦称生因缘起 又依其后果之远近 分为远因等起 静因等起 随转心则细正作业时 同刹那之心心所 故称刹那等起 就亦为共刹那缘起 大皮婆沙论卷117 巨舍论卷13 顺正理论卷36 瑜伽师的论卷 仪大臣阿皮达摩杂 及论卷1P6625 转葬 亦转读大葬经 转 为转读 即掠读术行之义 参阅 转经 6623 二回转轮藏之义 将大葬经楼中纳至 一切经之书架 设置基轮便于旋转 称为轮藏 巨士门正统卷三塔庙至载 梁朝善会大事 创成转轮之藏 为前信者推轮藏一扎 则与看读藏经 具同等功德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一旦 旺藏电柱赞条 B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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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